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虽度深,时摩所度,不着有也 虽摩所度,度之不息,不着空也 据此庙会,吃毒亦除矣 凡夫之所以无量劫来都做凡夫 根本的原因就是贪甜吃三毒再作祟 我们现代的话说,病毒,这是一切病毒的根源 这个根太深太深了 佛法的教学,不论是世尊 即使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 教化十方众生,依旧是除三毒病根而已 在大成经,特别是班若法门 教给我们的方法,极尽善巧 前面曾经说过,我们要把这个心扩大 大而化之,很具体的教给我们 怎样把心拓开来,像诸佛如来一样 度尽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这个句子诸位一看就晓得,他的境界是境虚空 变法界,不是居属于一个地区 我们这个地区众生不多,地球上的人只有四十几亿 数量很有限的 无量无数无边,说之不尽,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 要发这样的大心,这是大慈大悲 这样的心一发,我们内心里面贪甜二毒就没有了 随着心量融化了 你看看,不除自自然然就没有了 怎么没有的 转变了,转成大慈大悲 把贪心,甜心变成大慈悲心 贪,甜是转变了,还有鱼吃怎么办 下面这句话就重要了 虽度身,时摩索度,不着有,这是真智慧,不着有 度众身,时无众身的灭度者,不着有 虽摩索度,度之不习,不着空,一切诸佛菩萨 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世尊当年在世 视线天天讲经说法,四十九年没休息 这就是度之不习,天天在做,认真努力的在做 不但口说,他还要身形,身体力行 做出榜样给大家看,言教,身教相扶相成 这不落空 这种行持就是交给我们空,有两边不住 这就是硬摩索住,两边不住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真实的智慧,智慧现前,鱼吃就没有了 把鱼吃转变成智慧,这个法子不但巧妙,而且高明 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体会,从这个地方去学习 十五,凡夫我见重,三毒生,病根时由心量狭隘 须以广大心致其病根 从根本上解决,诸病自然易除 我们想想这几句话,他所讲的确是事实 凡夫病根却确实时心量太小了 起心动念就想到自己,从来未曾真正的为别人着想 都是想自己,这是我们一般常说的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当然贪甜吃三毒就严重了 所以佛教给我们,把心量扩大,来对治这个病根 所以真正要发心修行,真正要发心在这一生当中了 脱身死,超越轮回,若不依这个方法来修,实在说非常非常困难 这个方法就是佛教导我们,起心动念想一切众生 换句话说,就是把如来在果地上的境界,作为我们今天的应得的修行 一起心,一动念,一举一动都跟如来果的境界相应,这叫修大行 前面讲修大行,正大果,什么叫大,这叫做大 与如来果地上的境界相应,这就大,换句话说,与性德相应 大词,大悲,大智,妙慧,都是本性里头本具的智慧德能,与这个相应就叫做大行 由此可知,大行是第一先觉的条件,先要发大行 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解决了,其他的那些毛病,都是枝枝叶叶,很容易就解决,一丝毫都不困难 根本要是没有解决,枝叶上解决问题非常困难 像一棵树一样,我们不知道把它从根拔除,只晓得在枝叶上去修剪,修得干干净净,到明年春天又发芽又长了 一般修行就犯这个毛病 所以枝叶修行不干不净,它又往外面尝 金刚般若,是教我们连根铲除,这个才是真正的究竟 十六,大行行人,既不能魔所愿静而这空,这空则无从起修 又不能取这余静而这有,这有则堕六道 要在不着两边,合乎中道 如此力士断心,正大修行入首处 大行行人,是发大行的修行人 将居士的注解好,注得很精要,很透彻,很明白,我们的确得到不少的受用 发大行就修大行,修大行要空,有两边都不着 好,世尊为我们开示的,只是一个原理,原则,如何把这个原理原则,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应用在处世,待人,接物之处,那才是功夫得理 否则的话,这些道理,这些方法,在我们日用寻常当中都用不上,这就是所谓功夫不得理 佛讲的,如果没有古大德系心为我们解释,我们很难懂 这个地方解得好,既不能摩索愿进而这空,这空没得修,还修什么 所以修一定要有缘,有静,缘是人是环境,静是物质环境 也就是说我们要修行,要修大行,不能离开人,不能离开社会,不能离开人群,不能离开五欲六成的境界 这是物质环境,离开了就落空,离开了,你到哪里去修 譬如,本经里面讲忍辱波罗蜜,要是没有那些人天天看你不顺眼,天天骂你,天天找你麻烦,你忍辱波罗蜜到哪里去修 没得修了 你说我到一个人积不到的地方,到深山找个山洞打坐修行,忍辱波罗蜜停止在那里,没得修了 可见得不能离开人群,布施波罗蜜更是如此,离开一切大众,布施的对象没有了,你施舍什么 财,法,无谓布施都要对象,不能这空 但是又不能这有,这有就要堕六道轮回,必须空,有两边都不着 那就是说,在静缘当中度之不惜,而心地清净,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心地一尘不染,这就不着有,这样就是空,有两边不着 佛菩萨给我们做了个好榜样,好样子,我们仔细去观察,认真去学习,这就合乎中道 所谓中道,就是两边都不着 可是诸位要晓得,两边都不着了,如果你心里面还有个中道,我现在走的是中道,好了,你又折了中道 中道又是一边 两边是一边,中道是一边,你又折了一边 中道也没有,那才是真的中道 如果你执着有个中道,就已经不是中道了 有个中道在,还是这有 所以这个念头都不能起 历世练心,历世经历,从早到晚,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从初发心到成佛 你所经历的这些事,在这里头去练心 历世练心,是要是没有了,到哪里去练 是没有了,没有地方练,要历世练心 佛门里还有一句话,想必不少同修曾经听说过,戒假修真 什么是假? 是是假的,心是真的,戒假修真跟词的历世练心是一个意思,完全相同 我们要在人世环境,物质环境当中,去练心 练什么心? 练清净心,练平等心,不着有 练慈悲心,不着空,空,有两边都不着 慈悲心是要帮助一切大众,全心全力去做,清净心,平等心,决定不污染,决定不分别,不分别就平等了,不执着就清净了 禁远怎么能离得开? 离开禁远来修行,这讲不通 离开这个禁远,找一个好环境去修行,你修小城,不是发大心的,不是大心菩萨,大心菩萨不可以离开禁远 人世环境,物质环境不可以离开 正大修行入手处,大修行人下手,是在这里下手,一切境界里面下手,在这里头锻炼 十七,十,原是自信所变现 用以分别指我,便成为时,明知约望 若用以降福分别我执,即是隐归正道,明约正智 若用以念佛求生净土,即是无上正等正觉 这是大乘法常说的真望不二,真望易如 就看你怎么各用法 十,是妄心,不是真心 妄心从哪里来的? 是真心变现出来的,离开了真,哪来的望? 原是自信所变,它为什么会变? 它里面夹杂着无名 真心里面夹杂着无名,就变成了望心 我这个讲法还有语病,真心里头怎么会夹杂无名,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真的会夹杂无名,那怎么可以叫真心? 可是不这样说,就没有法子把这桩事实显示出来 我们再用个比喻来说,譬如今天阴天,看不到太阳,乌云遮住了太阳 这话你们想想看,对不对? 似是而非 太阳多大,这乌云怎么能遮得到它,太阳比我们地球不知道要大多少万倍,这一点云才怎么能遮得住它? 我们大家都习惯了,云遮了太阳,都习惯了 其实这样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很多很多,在日用平常当中,自己已经不能觉察了 譬如我们举一个例子,你们大家穿这个衣服,衣服脏了要洗,洗衣服这个话说的有理没有理,没道理 衣服为什么要洗,衣服上肮脏的东西洗掉,哪里是洗衣服? 好多话都没道理,太多太多了 你一想的时候,就会发现许多话里头都有问题,一定要用智慧去辨别 但是大家都习惯了,说的时候都已经能晓得这个意思,那就算了,就不必辨别了 可是我们学佛要开智慧,一定要明了,心性里头确实没有无明 无明到底从哪里来的? 这才是事实的真相,真相如是 由此可知,诸佛菩萨所谓大彻大悟,他悟的什么? 一切法里头不分别了,没有执着 佛在经上说,也说,我,也说,你,佛不是明明也分别,也执着吗? 这个意思要懂得,佛没有分别,佛没有执着,佛是因你的分别而分别,因你执着而执着,这才好给你说话,如果不因我们的分别执着而分别执着,我们问佛,佛就跟石头一样,一句话也不说,像前面造的佛像一样,没话好说,这叫善巧方便。 我们是嘴里头有分别执着,心里头真有分别执着。佛菩萨是口里头有分别执着,心里头确实没有分别执着,所以他有体,有用。 体是空气的,用是无量无边。 我们今天有用,无体,有用无体那个作用很小很小,不能像诸佛菩萨起大用。 时,往时,我们修行在开端还是用它,不用它还不行,换句话说,要把它用在正路上,它也不坏,用它来,降伏分别我执,这就是,隐归正道,这叫,正治。 佛法里面讲智慧,跟我们世间人讲的智慧,定义不相同。 佛法里面必须要引归正道,那才叫智慧。 正道是心性,引导你明心见性,这是智慧。 如其不然,纵然像现在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们有相当高的智慧,观察到物质的现象,观察到无际的太空,因为他没有引归自信,所以在佛法里面,不承认那个叫智慧,佛法里有一个术语叫 智智变聪。 智智变聪,佛说是八难之一。 由此可知,智智变聪不是一个好事情。 何以是八难之一? 因为他是属于所知障,这不是个好事情。 所以政治跟世间聪明智慧有差别。 政治就是般若智慧,就是般若。 若用以念佛求生净土,即是无上正等正觉,如果用这个来念佛,来求生净土,那真的是高明。 不但往生,上上品往生,这就是降伏分别我值。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降伏? 晋宗法门的人就用一句佛号。 那个分别念头才起,阿弥陀佛把他压住,就没有了,换念头。 古人常说,不怕念起,只怕绝持。 念头起不怕,要觉悟。 一句佛号就是觉悟,一句佛号就把那个妄念换过来,那一念换成阿弥陀佛,这叫会用功,这叫真实功夫。 平常望念起,那是当然之事。 我们凡夫无量节来,烦恼习气根深蒂固,不要说外头有因缘,有缘勾引着他,没有缘他自己也会起来。 起来不怕,怕的是转得太慢。 要转得快,一起来立刻就转,这叫功夫,这叫得力。 这样念佛决定往生,这样念佛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虽然无上正等正觉,你并没有正的,并没有现前,但是确实是向着无上正等正觉这条路上去走,虽然没到,方向正确,目标正确,这也可以说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十八,净土法门,下手便是转时晨智,便是降服,便是观照般若正智,便是疾念离念,耳边不着。 这是说明净土的殊胜,净土之殊胜,知道的人实在讲太少太少了。 念佛的人很多,真正认识净土法门,真正明白念佛的人不多,实实在在不多。 这些年来我们常常研究净宗的经典,探讨净宗的经典,不断跟同修们互相研究,这才对净宗稍稍有一些认识,这个法门实在不可思议。 佛讲般若二十二年,说了二十二年真正懂得有几个人。 你就知道这个事情之难。 但是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的人,他虽然对般若的道理还没有听说过,般若的经典他也没念过,但是他所行的就是般若正智,这真正不可思议。 古人说,暗和道庙,那个道就是般若正智,他妙极了,他所做的就跟这路子合了,这是净宗无比的殊胜。 念佛人一下手就是钻石成智。 什么是智? 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智。 隋唐时代的古大德,我们知道中国佛教黄金时代是隋唐,佛教兴旺达到了顶点。 在中国小城有两个宗派,大城有八个宗派,都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影响将近一千五百年,一直到今天,这个影响这么深,这样远。 那个时候的高僧大德背出,很多很多,真的是有修,有正,还有不少佛菩萨再来的,化身来的,我们在,高僧传,里面这都见到。 当时古大德,实在讲也是为我们,来探讨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仔细比较比较,哪一个经第一。 几乎大家都公认,华言,第一,所以称,华言经,叫根本法轮。 把佛法比作一棵树,华言经,是树根,是树本,所有一切经,都是枝叶,华言,是根本,这是第一。 然后再把,无量寿经,跟,华言经,做一个比较,又说,无量寿经,第一。 为什么? 华言,到最后普贤菩萨时大愿亡导归极乐,华言,才圆满。 也就说如果没有普贤菩萨导归极乐世界,华言,就不圆满,华言经,止于等觉菩萨,不能成佛。 所以成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 你看华言三圣,毗卢遮那佛旁边的两位大菩萨文书,普贤,文书,普贤在,华言经,上,都发愿求生净土,这还有什么话说? 华言经,上又说,时的菩萨,始终不离念佛,登了的,智慧接近圆满,对于所有行门,真的都彻底了解,过去小看净土法门,现在明白了,统统都念佛求生净土了。 史诗出的,终是等觉,地上菩萨是一个位次,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不是念佛求生净土的。 你要问念什么佛,求哪一个净土? 你问文书,普贤就晓得了。 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这是,华言经,上说的。 这些祖师大德们说,无量寿经,第一,无量寿经,是,华言经,的归宿。 古德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言,跟,华言经,无二无别。 佛说阿弥陀经,是小本,华言,经文很少,里面的道理方法境界,跟,大方广佛华言经,完全相同。 可以这样说,阿弥陀经,是简单的介绍,是,华言,的精华,而,华言经,就是,阿弥陀经,的详细讲解而已,一而二,二而一。 古大德不少人,不是一个,两个,为我们找出来的,的这么一个结论。 我们从这个结论里面才晓得,无量寿经,是第一经,这才搞清楚。 无量寿经,有四十八品,这四十八品当中,哪一品是第一? 再找,再比较,当然是第六品,第六品是四十八院,这是静宗的大根大本。 世尊为我们介绍净土,这一部,无量寿经,自始至终,自自句句都离不开四十八院, 换句话讲,就是四十八院的解释,详细说明而已。 可见得四十八院是中心。 四十八院有四十八条,哪一条是第一? 古大德说,是第十八院。 第十八院是什么? 十年毕生,就是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你要是真正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你才晓得,是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 归纳是,华严经,华严经,再归纳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 再归纳是四十八院,四十八院再归纳是第十八院。 第十八院里面讲的是阿弥陀佛,一句佛号。 这个顶端找出来了,不简单。 所以你能够念一句佛号,不可思议。 你念这一句佛号,等于念四十八院,等于念,无量寿经, 等于念,华严经,等于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的经统统念完了, 你说妙不妙。 所以这是真实智慧,这是当下便是转时晨智,一点不错。 我们晓得菩萨里面,智慧最大的是文书施力,文书施力选择这个法门, 那还能错得了吗? 第一等智慧的选择。 哪有那么简单,尽宗法门男性。 我过去学佛,学了二,三十年都不相信,我的老师苦口婆心地劝导我, 我都半信半疑,不敢反对就是了,心里头不服。 老师真的是苦心,跟我说,自古以来那么多的祖师大德, 有学问的人都念佛,如果说都错了,我们也就错一次,也没有关系,说这样的话来劝我。 所以我对老师,想想过去不能不感谢。 我怎么会相信净土? 讲,华严经,才明了的。 到后来看到文书,普贤,善财童子,统统都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这仔细在意观察,净宗法门真的不可思议,这才相信。 我相信这个念佛,是得利于,华严,得利于,冷严,相当不容易。 真的一下手就是钻石晨智,就是降伏,高明到了极处。 便是观照般若正智,便是疾念离念,耳边不着, 这个功夫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我们这个念头一起来,立刻换成阿弥陀佛, 一换成阿弥陀佛,妄念没有了,理由。 一据阿弥陀佛提起来,又不落空,空有两边不着。 何况这一据阿弥陀佛,真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这个名号是信德之称,不是普通名号,普通所有名号都是假的。 马明菩萨教给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那是一般的名字相。 马明菩萨也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他告诉我们要,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原相, 他老人家是念阿弥陀佛往生的,由此可知,这个是真的。 叫我们离,是离虚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名称都是假名,唯独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真的,诸位要晓得,这不是假名。 唯独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不是实法界。 纯真无妄。 这就真正两边不着,回归到自信。 阿弥陀佛就是自信,自信名字,西方极乐世界是自信的净土。 十九,念佛仍要发大心,普愿法界众生,同身极乐。 以此正念,明勋法界,广度含灵。 若能融会的这点道理,还有不加紧念佛的魔。 还怕念佛不得力魔。 要紧,要紧。 念佛仍要发大心,发大心念佛,生时抱庄颜土,上上品往生,纵然去不了,还有个中品往生。 所以发心不能小,小了怕去不了,一定要发大心。 古人说,取法乎上,紧得乎中,也不错,发大心我们得中品,算是不错了。 你取法乎下,问题就严重了,怕到时候去不了。 所以,心一定要大。 我们每天念的回向记,愿以此功德,装颜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记三图苦,那个三图是尽虚空,便法界一切诸佛差土里面的三图,不单指我们娑婆世界,你心量要从这个地方扩大。 单指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心量很小,不够大。 念念起心动念都是尽虚空,便法界,就像普贤行愿一样。 普愿法界众生,同生极乐,时时刻刻有这个念头,决定不忘这个念头,你的心量就大了。 永远保持着大心,大心无论修什么行都叫大行。 这个行随着心量扩展,都是大行。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正大果。 文书,普贤都求往生,文书,普贤是华藏世界的等觉菩萨,他们为什么不在华藏世界成佛,还要求生西方净土? 如果你说那恐怕是视线给我们看的,这是你的意思在猜测。 实际上它不是视线给我们看的,它是真正发愿求生净土。 你要问为什么? 我们在静宗经论里面得到了结论,在西方世界成就快速,西方世界以外修行,成功时间非常之长。 在大臣经上,佛常讲三大阿森纸节,三大阿森纸节有种种讲法。 说真实话,第一个阿森纸节,修满三贤位,圆教。 三贤是十柱,十行,十回向,前面十信位,不晓得要用多长的时间来修成。 我们从无量节到今天,初性都没得到,才晓得这个艰难。 华严经,上讲众生修行成佛药经无量节,不是三大阿森纸节,比那个长得多,这是真的。 第二个阿森纸节,修满七的,第三个阿森纸节,修满十的,这时间多长。 但是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从凡夫位,就像我们这种身份,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在西方极乐世界正道等觉菩萨的果位,需要多少的时间? 大概是二节,三节就得到了。 无量节的时间缩短成二,三节,文书失利,普贤怎么能不去? 当然要去,太快了。 这是许多大菩萨,极力争取西方极乐世界的道理就在此地。 经上讲西方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阿维悦智菩萨,无量无边阿森只说,树不尽的。 这些人都是时节当中成就的,因为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到现在才时节,这一点诸位要晓得。 时节的时间不长,时节当中凡夫去往生的,正道等觉果位的,已经占了大多数。 我们算算这个仗,大概二,三节就成功了。 事实真相搞清楚了,那就是非去不可,不能不去。 今天在这个世间,无论什么法门,你叫我学,我不干了。 我不走文书菩萨的路,不走普贤的路,那个路太冤枉了,他们修了无量劫才修到华藏世界。 我们今天抄近路,到了西方极乐,见到文书,普贤,跟他拉拉手,佩服的五体投帝。 为什么? 你想想看,文书,普贤自己感到惭愧,不如你。 他无量劫才修到这个地步,你怎么一下就来了,太快了,一下就来了。 所以要发大心,常常有这个念头,普愿法界众生,同身极乐。 这个愿是一切诸佛如来的大愿,不是一尊佛的愿,不是阿弥陀佛的愿,是加木尼佛的愿,是所有一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共同大愿。 世尊讲,弥陀经,经里面看到十方佛的赞叹。 十方佛的赞叹,就是十方佛的肯定。 十方诸佛如来,也像是加木尼佛一样的热心弘扬净土,劝大家往生极乐世界。 有些人不相信,劝不动的,这才给他小法,一切法都是小法,来引诱他,满足他。 大法他受不了。 静宗念佛是大法,这一身就成佛的大法。 诸位要是劝人念佛,人家不相信,你不要难过,你知道这是很正常的。 仔细看看他像不像做佛的样子,不像。 很正常的事情。 男性之法,你这一劝他就相信,那怎么叫男性之法,很不容易相信。 以此正念,明勋法界,广度含灵,我们现在虽然是世上做不到,世上是众生有业障,我们自己也有业障。 自己的业障是智慧不能现钱,没有善巧方便,这是自己的业障。 所以自己有业障,众生也有业障,我们要普度,谈何容易。 虽然是上做不到,不能没有心,不能没有愿,要没有这个心愿,那就错了。 我们的心愿跟佛一定是一样的,我们的智慧能力跟佛不一样。 诸位果然心愿跟佛一样,诸佛那个本愿的微神明明当中加持,这种加持有些时候自己能够感觉到。 佛力加持,三宝加持能感觉到。 俗话讲的佛菩萨保佑,这加持就是一般讲的保佑,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个保佑条件从哪里来? 心跟佛的心一样,愿跟佛的愿一样,就是普愿法界众生,同生极乐,这个心愿不可思议。 若能融会的这点道理,还有不加紧念佛的魔。 还怕念佛不得力魔。 要紧,要紧。 你要是不认识清楚,信心很难升起。 我对老师,说老实话非常尊敬,老师的话我都会依教奉行,而不能照做。 我自己心里有疑惑,老师没讲清楚,没讲明白,不能把我的一团解除,这是实实在在的。 如果当年李老师讲进宗经典,像我今天讲的这么清楚明白,我老早就相信了。 他讲的太含蓄,我们智慧浅,没办法,体会不到。 又不敢问,问了怕老师骂人,所以很不容易体会。 真的自己这一生非常幸运,在这些代经大论里面,看出事实真相。 我们智慧浅 biết多少人,一生在经论当中,最后都没有看出来,你说这个多可惜。 所以从经论里,得到消息看出来的人,也不是很多。 11.真是。 何以故? 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极非菩萨。 世尊到这个地方,才正式解释 这一段经文含义很深 前面最重要的,佛是教我们学它,以它作为一个好榜样 要我们发大心,发一切众生之类 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的灭度者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一段正式解释出来,因为菩萨如果有四相那就错了 一,指我分别,乃凡夫通病,启示菩萨 指我分别,执着我,启分别心 乃凡夫通病,启示菩萨,菩萨决定没有分别心,为什么? 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时莫那时 凡夫才用心意识,佛菩萨转时成智,不用心意识 佛菩萨所用的是大元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四智菩提 我们用的是阿赖耶时,莫那时,第六意识,前五时,搞这个 智就是般若智慧,四种都是般若智慧,我们是将智变成了时,因为有无名,因为有妄想,把这个智慧变成了晴时 现在要想反本还原,没有别的,把智慧再转变成智慧,这就对了 金刚经,上教给我们这些理论,教给我们这些方法,就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工作事业,这些都不爱修行,都是菩萨修行的大好静缘,就在这个静缘当中,力士练心,转时成智,那就成功了 二,我相因我见深,我见因我相显 一表一礼,从来不离 破我相即是破我见 我相因我见深,我相粗,我见就细了 金刚经,前半部讲四相,后半部讲四见,所以后半部的意思比前半部深 但是要晓得,四相要是破了,四剑当然也没有了,因为像是从剑来的,香破了,剑就没有了 如果剑破了,香,当然就没有了,它是有表里的关系,一个是外表,一个是理,一破都破了 因此,金刚经,前半部,可以说意思已经说到圆满了 我见因我相显 一表一礼,从来不离 破我相即是破我见 见,是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就有分别,执着,那就叫我见 三,四相即是一个我相 发心为一切众生,即降伏我相 接度之成佛,即降伏人相 心中不起如何能度尽之念,即降伏受者相 实无众生的灭度者,即降伏众生相 四相即是一个我相 虽然说四相,四相的根就是我相,其他三相是从我相生出来的 我相是根本的根本,四相涵盖了整个宇宙的一切现象 发心为一切众生,即降伏我相,凡夫念念都是有我 佛法讲的善恶标准,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标准就是立在我之上 起心动念有个我,这就是恶 为我还不好吗? 为什么一切为我就是恶? 我要修行,我要行菩萨道,我要成佛,这不很好吗? 不行 佛告诉我们,我,这个念头就是六道轮回的根本 只要有这个念头,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 就从我见,我相来的,这是根 起心动念是个 我,你就增长我值,我值还是牢牢地抓住 越抓越紧,你怎么出得了三界? 你修菩萨道,修六度万行,也出不了三界 念阿弥陀佛也不能往生,什么原因? 我直直住了 这个东西就是三界六道坚固的枷锁,这是恶 所以佛叫你起心动念,不要再想我 不想我怎么办? 想众生 念头转变,观念转变一下,我不再想我,我想众生 我一吃饭,想到众生有没有饭吃,我一穿衣,想到众生有没有衣穿 时时刻刻,点点滴滴想众生,这个样子我直慢慢就淡了,就化掉了,这是善 这是好事 发心为一切众生,吉祥福我乡,就是把我扩大,大而化之,用这个方法 皆度之成佛,吉祥福人像,我要帮助众生,帮助一切众生 人各个都成佛,人像就没有了,都变成佛,人像就没有了 心中不起如何能度尽之念,吉祥福受者像,受者像是什么 是时间的相续 我度众生,我要到哪一年,哪一月才度得完 你有这个念头,这就是受者像,这个念头也没有 所以学佛要记住,我们只有今天,只有此时此刻,不想过去,也不想未来,你这个心才自在 过去已经过去了,纵有好事已经过去了,想它也没用处了 纵然有恶事,也不要后悔,都过去了,都没有了 未来还没有来,你在想,那是打妄想,空想了 过去,未来都不想,认真做现在的,这就对了,这样子受者像就没有了 实无众生的灭度者,吉祥福众生像,连众生也不执着 这个就叫给你怎样去破四相 由此可知,四相的形成,第一个是,我,有我,与我相对的是,人,与人相对的是一切万法 众生,是一切万法,众就是众缘合合而生 友情,我们今天讲动物,众缘合合而生,四大五运合合而生,植物,矿物也是众缘合合而生,所有一切现象都是众缘合合而生的 所以众生像非常广大,包括十法界一阵庄严,都是属于众生像 这些现象相续不断,这叫,受者相 可见的一切现象都从,我,生的,都从我相生的 我相,是尽虚空,便法界一切现象的根源 四,发无上心者,要行菩萨行,普贤行 一切佛法,说到修持上,总不外观照 这是提出行门的总纲领 禅宗是这样说法,教下也是这个说法 这个观照,可以说是大小乘十个宗派里面,共同承认的修行的总纲领 但是那个心要是发不起来,观照确实是有名而无实 观照的条件是要大心,要大行,一定要发无上心 无上心,就是要度一切众生成佛 在静宗里面,要度一切众生同身净土,身净土就是成佛,要发这个大心,发大心那你就是菩萨行 大心是菩萨行,你的行持就是菩萨行 在此的特别提醒你,要修菩萨行,为什么? 一般菩萨行固然是大行,比起菩萨菩萨不够大 也就是说菩萨菩萨的行,才叫究竟圆满的大行,很难做得到 菩萨行还行 咱们勉强勉强还能做到像各样子,菩萨行可能一点都做不到 什么原因? 菩萨行要清净心,要平等心 换句话说,清净心,平等心修菩萨行,那就是菩萨行 譬如,我们举一条来讲,菩萨行门无量无边,归纳为十个项目 第一条是,礼尽诸佛,这一条我们就做不到 诸佛是什么? 除我一个人以外,都是诸佛 我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像对佛那样的恭敬,你能做到吗? 这个人我一看就不顺眼,要我敬他就没有法子了 纵然你不错,对每一个人,冤家队友你也对他很礼敬,也很恭敬 那蚊虫,蚂蚁呢? 蚊虫,蚂蚁也是众生,也是诸佛 蚊子叮你一下,一巴掌打死,把佛打死了,你才晓得难 他平等到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诸佛 不但有情众生是诸佛,无情众生也是诸佛 无情是桌椅,板凳,摆在你面前的,他也是诸佛 你对他也像对佛一样恭敬,决定不能有差等 对桌椅,板凳怎么恭敬? 摆得整齐,擦得干净,这是对他恭敬,不是叫你对桌椅板凳顶礼三拜,那就大错特错 恭敬心 有一点点不干净不如法,就不恭敬,你才晓得这个好难做到 发大心,这是要求我们要修普贤行 我们再看看,古大德何以把,无量寿经,称为第一经 无量寿经,仔细念一遍,你就恍然大悟 因为,无量寿经,上所讲的就是普贤行 经本一展开,贤供尊修普贤大事之德,这一句话就说尽了 西方极乐世界,各个都是修普贤行的 换句话说,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 你不往生则已,你只要往生,即使下下品往生,你就是普贤菩萨 西方极乐世界统统是普贤菩萨 世尊在大成经上所讲的,实性为菩萨是普贤菩萨,实柱普贤菩萨,实行普贤菩萨,实回向普贤菩萨,实的普贤菩萨,等觉普贤菩萨,统统是普贤菩萨,所以极乐世界不可思议,你要想证得普贤菩萨的果位,念佛往生净土,一到那里就证得 没去之前,要认真努力去做,做不到也勉强去做,做到一分,二分也好 不能说我做不到,就算了,就不做了,这个不可以 要认真努力勉励自己去做,往普贤道上去走 一切佛法包括大臣,小臣,包括各宗各派,包括无量法门,讲道修持的总原则,总纲领,就是,观照 什么叫观照? 观照就是思维 为什么不说思维,要换一个名词叫观照? 诸位要晓得,思维,我们很容易错会一丝,落到第六十里去了,那就用的是忘心,错用了心 观照的意思 不用心意识 不用心意识,名字也叫思维修 这大臣经上常有思维修这个名词,思维修不用第六十,不用第七十 不用心识怎么思维修? 不用心识的思维修,才叫做观照 举一个例子,我们眼睛,睁开眼睛看到外面,问问你,是不是看得很清楚? 竖起耳朵听听外面声音,也听得很清楚 没有分别,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起分别心,还没有起执着的念头,你是不是看得清楚,是不是听得清楚,这叫观照 我听声音,一听,这是冷气,这就落到第六意识,这就错了,这就把真的变成忘的 因声是真的,你在因声上起分别,起执着,就是虚忘的,为什么? 真的是不变的,忘的是会变的 你们想想看,你听的声音是真的,你说它是冷气机的声音,别人说是另外一个声音,个人所说的都不一样,是假的,是忘的 你看到我这个人,真的,你说这是净空法师,假的 为什么? 我可以换个名字 洪一大师有一百多个名字,哪一个名字是他? 名字是假的 你要是起分别,起执着,就是假的,不起分别,执着,你看到是真的,真的是不变的,假的是会变的,明会变,相会变 你从这里体会到什么叫观照? 观照,实在讲就是叫你用第一念,不要用第二念 问题是照不住,第二念它就变了,它自自然然就起分别,起执着,没有法子,这才知道用功的难处,太难太难了 第二念忘念起来,就变质了 诸位要晓得,第一念是佛之佛见,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但是第二念就掉到凡夫去了,就掉下来了,掉得好快 就是第一念,保住了,保住了,那你就成佛,成菩萨,你的分别,执着就永远断掉,就没有了 保不住 保不住,所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赞叹净土法门,我们第二念换成阿弥陀佛,这容易太多了 守住第一念太难了,换成阿弥陀佛,这个事情不难 净宗法门妙就妙在此的,好就好在这里,成就也在这里 我们明白他的道理,晓得他的事实真相,才会把所有一切法门舍弃,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有人问,净空法师晚年都在讲净土经典,为什么这次讲,金刚经 你们懂得了吗? 好多不相信净土法门,相信,金刚经,今天到这里来了,我把净土告诉你了,要不然你怎么会听得到? 把你又到这里,给你讲真话 底下这一段讲得非常好,因为姜魏农老居士,他就是一个专修净土的人 五,或云念佛不是观 此语不然,须知即念即观 若妄想分歧,散心念佛,不得受用 必须口念佛号,心想弥陀,如在目前 如此念佛,则妄想无从起,即是观 修观是收设一根 净宗心想佛,口念佛,手持诸 都设六根,净念相继,实为最上乘之妙法也 或云念佛不是观,很多人错会了一丝,以为念佛不是观照,所以排斥念佛法门,小看念佛法门,没有把念佛看在眼里 此语不然,这个说法错了 根本的原因,第一个,教理没有真正搞清楚,才有这个误会,真搞清楚明白了,不可能有误会,第二个,你修行功夫没有抓到要领,也就是你功夫不得力 功夫得力的人,不会有分别,执着,因为功夫得力,破分别,执着了,这是一定的,不论哪一个行门,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一样的 他心清净,心平等,这是功夫得力了 须知即念即观 我们念佛,念旧事观,在静宗里面教念,静念,大事至菩萨教给我们的,静念相继 宗门里面教观,教下也教观,我们这个法门里教念,意思完全相同 若妄想分歧,散心念佛,不得受用,这就不是用观,这个真的念佛不是观,与观的定义相违背 观,保持第一念,那是观 必须口念佛号,心想弥陀,如在目前,如此念佛,则妄想无从起,即是观,这就对了 妄念一起,一句佛号提起,妄念没有了 观,或者是止观,作用就是降伏妄念 金刚经,上讲的,云和降伏其心,要用观来降伏其心 我们念佛,妄念一起来,第二个念头转成阿弥陀佛,妄念没有了,这是观 一面念阿弥陀佛,一面依旧打妄想,那就不是观,那个念佛不是观,一定要辨别清楚 念佛的时候,怕妄念习气太重,一面念佛一面还是会打妄念,所以初步入门,我都叫同修读经 妄念起来了要读经,读经比念佛有效 念佛,一句阿弥陀佛念滑了嘴,妄念照打,佛照念,妄念照起,一点都不得理 但是读经就不一样,读经一打妄念就念错,所以很容易发现妄念 专心一心去读经,我们读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没有妄念,念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没有妄念 哪一天妄念少了,真的没有了,不要念经了,念佛号,那个佛号就很有作用,念头一起来,一个佛号马上就压下去 所以最初妄念扶不住,用读经的方法好 读经的方法,还有一个好处,读经帮助你开智慧,智慧现前,你的信心增长 为什么有人念佛,念到后来退心? 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这句佛号念久了,念得厌烦,不想再念,就退心了 念佛功夫真正得力,得定,不能开智慧,但是读经能得定,专心读经,心里没有妄想就得定,而且又开智慧 这个经的意思,一遍一遍读,自自然然领悟,不需要去研究,不需要去想经理什么意思 许多同修都有这个经验,却确实实没有去想他什么意思,意思自然现前,那就叫做悟处 虽然现前,不要去理会他,也不要欢喜,我悟出来了,这一动念就迷了 不要去理会他,那不是会忘掉吗? 不要去理他,忘掉就忘掉,底下还会有悟处,越悟越深,越悟越广,这才是一个道理 总而言之,不能有分别,不能有执着,有丝毫分别,执着是迷,不是物 要有耐心,要能够坚持,永远不要改变,一直下去,才会得真正的受用 凡是起头难,起头不能坚持,你就别想有成功 讲经是好事情,大家都晓得讲经很有功德,都想修,发心讲经的人很多 讲个一遍,两遍,以后不再想讲了,都退了心 我的同学不少人都退心,什么原因? 不肯坚持,那一关突不破,开头讲经很苦,怎么可能讲得好? 讲得不好,听众都跑掉了,跑掉自己难为情,算了,不讲了 这一关要突破 听众统统跑光了,桌椅,板凳不会跑,我还要讲,这才能成功,要坚持这一点 所以我比别人皮厚,不在乎,你走没有关系 我还有一个聪明处,我开头学讲经的时候不宣传,决定不让人知道,不像现在人到处撒广告,到处去拉人 你要晓得,你拉那么多人来,头一天来那么多人,你讲得不好,第二天人少一半,自己心里多难过,看到人一天一天少 我不宣传,头一天两个人听,第二天他又带两个人来听,增加一倍,我的信心就增长了 懂得这个,这是不给自己泄气 所以不要说听众越多越好,不是好事情,对自己真是很大的打击 所以决定不登报纸,不撒广告,为什么 我讲得不好,你们来是甘心情愿来的,我没找你来,我找你来,讲得不好,我对不起你 投衣冠你要能够突破,这非常重要,这衣冠要是不突破,以后成就就非常困难 我那个时候发心血奖金,讲台上一个小时,我要花40个小时准备 充分准备,这才能够应付得了,否则的话,下不了台,那个很难过 认真努力,十年后才不要准备 你们今天看到我的本子跟你们的本子一样,完全相同,没有任何准备,十年以后才到这地步 一个星期至少要讲三次,多的话一个星期十几次,上午讲,下午讲,晚上讲,38年没有中断过 我常鼓励大家发心讲经,你有方法,有善巧,减少打击,你就不至于退心 念佛想佛,想哪一尊佛 我们画的阿弥陀佛像,素的阿弥陀佛像,都不一样,哪一个像是阿弥陀佛 给诸位说,阿弥陀佛没有像,随众身心,应所知量 你看到哪一尊佛像庄严,你就供养那一尊佛像 你天天拜他,天天看他,天天想他,将来临命中时,阿弥陀佛来接引,就献那个像给你看,一定不错 不要供好多像,供好多像那就不晓得哪一个像是真的,那就比较麻烦 一尊,一心一念,不要三心二意 选择一个佛像,一生供养他,不要再改变,这样最好 你的心是定的,你很容易观想,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像就在面前 这样念佛,妄念就会少,他心专,心移着跟宗门叫下修观完全一样,所以这样念佛就是观 修观是收射一根,一根就是执着,就是第七十 静宗心想佛,口念佛,手持诸 都设六根,静念相继,实为最上尘之妙法 这个方法是大势智菩萨传给我们的 我们大家对观世音菩萨很熟悉,知名度第一 知道大势智菩萨的人不多 实际上大势智菩萨真的是第一智慧,他的智慧在文书,普贤之上,为什么? 因为他专修念佛法门,专宏念佛法门,这才是专家 我们看到下连居老居士边的,静修解药,他老人家说静宗出祖大势智菩萨,我看到这一句,佩服的五体投地,一点都不错 在静虚空,辩法界专修专宏,大势智菩萨第一 在我们娑婆世界专修专宏,普贤菩萨第一 释迦牟尼佛第一部讲,《华严经》,《华严经》,讲到最后,普贤菩萨时大愿亡倒归极乐,他是第一个提倡净土的 所以普贤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尽宗的出祖,大势智菩萨是法界出祖,中国出祖是会远大师 讲到出祖,三个出祖,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 大势智菩萨交给我们,都设六根,敬念相继,这根禅宗的观照,教下的止观,无耳无别 不但是无耳无别,实在讲比他们那个高明太多了 他们修行要具足很多条件,如果不是那个根性,根本无法起修 进宗法门三根普贝,利盾全收,人人都能修,这就高 有的人可以修,有的人不能修,不算高 人人都能修的,这才叫高明 等觉菩萨,文书,普贤能修,在于顿的众生也能修,不但人人能修,物由如此 这个小册子,记载畜生念佛往生,畜生也能修 畜生往生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在台湾我们都见过畜生念佛往生 所以,都设六根,敬念相继,这是最上乘的妙法 哪有在一般观照之下?没有这个说法 凡是有这个说法,念佛不是观照,那是对静宗理论方法境界没有搞清楚,才有这样的误会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十一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九年二月三年一月一 请看,金刚经讲义节要,卷二,经本第二十五页 六,观及思维,照有二,照著照见 照著,由思维而来 星际一处,即照著,此时许多妄念,暂时停止 本有光明,自然发露,此即智慧 照见,只功夫修成,如,心经,知照见五蕴皆空事也 观照虚观无人知心性,所谓消归自信 观,就是思维,有些经论乃至于祖师大德著书当中 用,思维修,这个名词,由此可知,他还是用的心意识 明朝焦光大师注解,冷言经,主张,舍实用根,这一个说法 跟古时候很多家的讲法都不相同 我们知道,冷言经,来到中国,因缘很特殊 古代许多高僧大德到中国来,带了许多的经典 没有,冷言经 中国许多法师到印度去留学,包括玄奘大师 在印度也没有看到,冷言经,什么原因 古印度这些国王,大臣,说老实话 心量狭小,把,冷言经,看作国宝,不传给外人 所以自己家里人出去,不可以带,冷言经,出去 外面来的留学生,这本经是看不到的 所以佛法会在印度消失,这未尝不是个原因 心量太小了,好东西不肯传给人,到最后 和自己同归于尽,你说这个多可惜 天台智者大师实在很了不起 他在,法华经,悟出一个修行的方法,只观三指三观 在当时有印度高僧大德到中国来,也到天台山去访问 看到智者大师三指三观的修法,非常赞叹 就说跟,冷言经,上所讲的一样,这个样子 我们中国人才晓得,佛经里头有一部,冷言经 可是诸位要知道,到印度去取经坛何容易 那个时候是走路去,没有像现在交通这么方便 于是智者大师深不能去,真有这个心,有这个精神,在天台山 他自己住了一个小的台,叫拜经台 每天往印度西方这边礼拜,希望佛菩萨感应,这部经能到中国来 一直拜到他老人家圆祭,拜了十八年,这个心了不起 十八年想,冷言经,拜,冷言经,希望这个经书能到中国来 经是来了,智者大师没看到,智者大师已经往生多年了 这是到唐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印度班拉密帝法师把这部经偷渡到中国来 这个法师也很了不起,因为经书这是禁书,不能出口的 那个时候也有海关,不能通过的,出关的时候都要检查 所以,他投医次带的时候,被海关查出来,查着有这本书,不但书没收,人也不准出国 过了没多久,他老人家又用一个方法,把,冷言经,写成很小很小的字,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写的,写完之后卷藏起来,把手臂剖开,藏在里面, 然后再缝起来,等伤口藏好了,这样子出关到中国来,这就检查不到了 那个时候没有X光,没有这仪器查不到 这次出来了,他是从海陆来的,坐船到中国来的,在广州登陆 到了中国之后,又要把手臂剖开,把经取出来,再不晓得用什么药物洗干净,冷言经,是这样偷渡出来的 偷渡出来之后,经送到中国,法师很负责任,这是我们学佛的了不起的一个精神,经交给中国 在中国,因为天台大失败了18年,大家都知道,今天这个经来到中国,没有一个不欢喜,赶紧翻译 翻出来之后,法师立刻就回国,接受法律的制裁,你说多难得 现在的人出来了,再不回去了,是不是?这就是学佛的好处 冷言经,是这样子传到中国来的 因此,古代大德们注解,冷言经,就用智者大师的,三指三观,来解释,冷言经,上的奢摩他,三摩地,缠纳这三个名词 焦光大师认为不妥当,因为,冷言,上讲的奢摩他,不是用的心意识 天台大师的三指三观,还是用心意识,差别在此地 所以,他老人家主张,舍实用根,符合,冷言经,里面的宗旨,这是心的解释,冷言经,有心,就两种解释 旧的解释依据天台大师的,三指三观,新的解释依照焦光法师的,舍实用根,完全用根中之性 奢摩他,三摩地,缠纳,都用根中之性,这是跟天台大师讲法,稍稍有一点差别 但是,焦光大师讲的是没错,很难修,几个人能舍实用根 而天台大师讲的可以修,中等以上根性的人都能修 焦光大师那个水准太高,的确是相当不容易,但是他说的是对的 观照,用天台家的教义,我们都行,如果用,冷言,焦光大师的标准,就非常困难,很不容易 这个地方还是就天台大师所说的,我们依旧用心意识,前面讲要用的正,不要用邪了,这个就行 照,有两种,有照住,照见,这是功夫浅身层次的不相同 照住,就是得定,我们讲禅定 禅定是佛门无论是大臣,小臣,无论是任何一个法门,禅定是修行的枢纽,这个很重要 大家不要以为参禅的人,才修禅定,那你就错了 凡是学佛的人,统统都是修禅定,离开禅定,那就不是学佛 就不是佛法的修行 可是我们名字用的不一样,譬如净土宗讲,修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禅定 我们讲的名字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这个诸位必须要晓得 你知道一心不乱是禅定,念阿弥陀佛,就是参禅,就是修禅定,就没有两样 照见,是见性了,用观照,照住的功夫,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才能解决问题 诸位要知道,的禅定不能解决问题,要见性才能解决问题 你的禅定,四禅天式的禅定去往生的,四空天也是的禅定去往生的,没出三界,见性,这个问题解决了,见性能够破无名,当然出三界正得法身 所以大臣其他法门,如果不能达到照见这一个标准,就不能算有成就,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 在修行实际的功夫里面来说,照住就很难,也就是说的定就很难,的定尚且这么难,照见就太渺茫了 我们举一个例子,你才晓得这个事情真难,不念佛没路好走 依禅定里面最低的出禅,出禅禅定的功夫到什么程度 五欲六成的念头完全没有了,不是断了,是他定功夫住,才色明实睡,色身香味触法 不会动念头,心里头清净,绝对不会起这个念头,这才能够生出禅天 你打坐能做几个终点,甚至于做几天,做两,三个星期,你才出定,出了定 你还有这个我喜欢的,那个我讨厌的,给诸位说,出禅没分,没资格 你那种禅定,叫做,未到定 你是有修,不够他的标准,好像你念书,你是有念,考试也有几分,不及格,六十分及格,你只考二十分,不能说你没有,你有一点,不到他的标准,这是不管用的 但是有这么一点点禅定,要是能够持戒修福,他在御戒天的地位很高 完全是修福,没有一点定的功夫,靠福报只能够生御戒的四王天,刀利天 超度的佛是回向给他,最多只能帮助他到刀利天,尚免他去不了,尚免一定要有一点定功 有位道定,可以帮助他到夜魔天,兜绿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就是他的定功一层比一层深,但是都没到家 心里面对五欲六成,遇到这个缘还会动念头,你才晓得好难好难 连出禅都这么难,明星见性谈何容易 我们在大乘经上看到很多,想来想去没有法子,还是念佛求生净土,带夜往生 我们这些念头没有断步要紧,可以带夜往生 其他大乘法门,没有听说带夜的,都是要断货正真,只有这一个法门,可以不要断货,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照住,由思维而来,是很细密的思维,这个思维是如理如法的思维 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或者是老师传授给我们的方法,用心意是没错 譬如古时候禅宗的大德,叫人生话头,参什么话头 话头很多,太多了说不尽 每个老师出的题目都不一样,大家一般都知道的,参父母为生前本来面目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的 诸位要晓得,你可不能胡思乱想,父母为生前本来面目是个什么样子的 这就不叫,参禅,这个就错了 他的目的是教你念头集中在一个地方,你别的妄念就没有了 目的是在此的,所以没有答案 一有念头,你就提起这个念头,你就想这个念头,没有答案,所以你也不要胡思乱想 诸位想想看,跟念佛有什么两样 他想的是父母为生前本来面目,我们想的是南无阿弥陀佛,不是一个道理吗? 这个你才晓得,念佛方法比那个妙 那一个完全靠自己力量,真的要得定要开悟才行 我们这个不需要,我们不得定,不开悟 我们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无量寿经,尚讲得很清楚,阿弥陀佛本愿微神就加持我们 所以念佛法门教,二立法门,我们依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帮助我们 参禅完全靠自己,不依赖别人的 所以是用思维,照著由思维而来 心记一处,即照著,参话头 那个话头没有意思,就是教你把心安在一个地方 安久了就定了,安久了,其他一切妄念都没有了 这样就得定,跟念佛的原理,原则是相同的 我们一句佛号,佛菩萨这样教导我们 祖师大德也是这样教导我们,教我们一心称念 一心就是你专注这句佛号,没有杂念 所以念佛秘诀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 说实在话,这一个原则是任何一个法门共同的 哪一个法门可以夹杂,可以间断 任何一个法门都必须要坚持这个原则 不怀疑,你对他有信心,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 不夹杂,专注,不间断,绵绵密密 这样久而久之,妄念就没有了,心就得定,得定就照住了 照住的样子是什么? 底下说,此时许多妄念,暂时停止 诸位要记住,他是暂时停止,停多久 看你定功的浅身 世间禅定分八个等级 我们常讲四禅八定 八定里面包括四禅,四禅不包括八定 八定就是四空定再加上四禅定 色戒天的四禅定,无色戒天的四空定,合起来是八定 诸位要知道,不是说四禅以外,还有一个八定,不是的 一个层次比一个层次定功要来得深,定功深,浮妄想时间就长 定功最深的是非想非非想定,得这个定就深 无色戒天里面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天 佛告诉我们,这个定力能够持续八万大截 也就是说八万大截之内,你的妄想不会起现行 这是很难得,很了不起 但是八万大截要比无量截,那还是个小数字 八根无量比,不是小数字吗? 八万大截过了以后,他那个念头又起来,心又动了,心一动就往下堕落,他不会往上升,他就往下堕落了 俗话讲爬得高,跌得重,就是这个道理,他没能爬出去 如果要出去,那个定功继续不断在修,修到第九定,出去了 第九定是谁? 阿罗汉正的的 你要是修成第九定,你就是阿罗汉,出了三戒,不会再掉下来 八定会掉下来,到第九定不会掉下来,那就得到保障,真的超越三戒了 暂时停止,虽然暂时停止,也升智慧,也就是说,我们的心能够清净一分就升一分智慧,清净二分就升二分智慧,何况他有这样升的定,那个智慧当然我们是比不少 阿罗汉的智慧,能力,能够知道过去五百世,未来五百世 色界天人跟无色界天人,他们的能力比阿罗汉差一点 换句话说,过去二、三百世,未来二、三百世,他们有能力知道 欲界的天人,有宿命通,天眼通,过去,未来他们也都知道,但是不能像高品位的人知道的那么多 鬼神也有智慧,未来二、三个月的事情,或者是半年,一年的事情,他知道,再远他就不知道了 所以伏基请鬼神问世,静的事情很灵,远了他就胡说八道,反正他说了,你也找不到他,你对他也无可奈何 跟你说最近几天的事情,或者几个星期以后的事情,往往很灵验,小事情他知道的很清楚,但是他就糊涂了 那就是说,他的力量很小,不大,比我们人高明一点,也高明的有限就是了 我们了解这些情况,就不会被鬼神欺骗,这个也很要紧 本有光明,自然发露,此即智慧,会用功的人,会帮助定,定在帮助会,定跟会相辅相成 这个修学方法就正确,决定不能把他搞邪,搞歪了 怎么会搞邪,搞歪了 里面加一点烦恼就坏了,他有点智慧,神通,得定一定有这个能力 于是乎就搞明文力养,欺骗众生,贪图五欲六成的享受 最后是堕落,决定堕三恶道,那就坏了,这是用的不正 佛菩萨,阿罗汉,他们用的纯正,一点都不歪,不邪,换句话说,纯正的标准,金刚经,是最好的标准,他不会离开,金刚经,上所讲的这些原理,原则,那就不会走偏差了 定会要等学,定中有会,会中有定,定会到等时的时候,就开悟了,就照见了 照见,只功夫修成,只是功夫成功了,没有圆满,成功也就是说不会再退转了 佛法大乘法讲三不退,这个成功是他正得三不退了,谓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叫成功 在原教,初驻菩萨正得了,在别教,初得菩萨正得这个地位,这都是破一品无名,正义分法身,明心见性,这叫修成 心经,上,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这就是说明他的功夫成就了,他照见了 五蕴,就是代表世间所有一切万法,这个世间一切法都是五蕴和何而生起的 照见五蕴皆空,也就是说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明白了,彻底的了解 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万法皆空,我们一般人听到这句话,害怕了 一切法空了,怎么办? 其实你也不必害怕,你怕也是这个样子,不怕也是这个样子,这是事实真相 空,空,的意思很难懂,佛在经论里面跟我们讲十八种空,二十种空 空不是无,若空是无,都没有了,这还要释迦牟尼佛讲 还要这些大菩萨才懂 两,三岁的小孩告诉他,空了,没有了,他都会懂,他都晓得 所以空不是无,这就难懂了 空是有,我们现在这一回,大家看看,明明是有 有就是空,这个难懂 空,跟,有,是一桩事情 我们最困难的是,空不是有,有不是空,一定要把它分成两桩事情 这是我们迷惑,不知道它是一,说空,说有是一 像是有的,体是空的,这是方便说,没说到究竟处,没说到圆满处 圆满处不是这个意思,圆满处是,有就是空,空就是有,相也是空,体也是有 心经,里面,色不易空,空不易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那是真的明白,这才叫,照见,见到这些事实真相 正如同我们现在科学家发现的,物质是波动的现象,爱因斯坦说是,场,的现象,换句话说,在他们认识里面,根本就不承认有物质的存在,这是科学家观察到的 波动的现象,波为什么会动 为什么会产生现象 这些所以然的道理,它还没搞清楚,它只是看出这是波动的现象,但是这个已经相当了不起 跟佛法所说的相当接近,没有达到佛法的中心,靠近佛法的边缘,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旁证,证明佛经上所讲的真有道理 希望科学不断在进步,能够契入佛法的核心,佛法里面东西都被科学证明了 底下这二句,关西我们现前用功 关照虚关无人之心性,所谓消归自性,心性就是真心,本性,要关这个,你才会有受用 为什么 这是根源,好像我们看一棵树一样,看树根,再大的树都是那个根长出来的 你把这个问题找到,整个问题都解决了,你要是支支叶叶上去关照,麻烦可大了,时间就太长,废的功夫太多,很难收到效果 无论是禅宗,无论是教下,教人修行都是教你从心性上关照 从心性上关照的方法,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可是目的是一样的 譬如我们念佛求清净心,清净心就是心性,用这句阿弥陀佛把清净心念出来,那就见性,所以念佛就是关照 目标要正确,金刚经,任何一句经文,都可以把它拿来关照,都可以关照自己的心性 这个方法刚才讲了,依旧可以用心意识,常常思维,譬如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就关照这一句 当我们六根接触六成境界的时候,眼见色,耳闻声,心里一动心,动了贪爱的心,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贪爱了 动了甜慧心,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也不甜慧了 时时刻刻把这个心拉平,这叫功夫 保持你的清净,平等,不要被外头境界所动,因为晓得一切像是虚妄的,这就不必计较了,不用分别了,心自然就平静下来 像这些句子,随便粘一句,你就用这个功夫,这叫用功,这才叫修行 行就是思想行为,思想行为错了,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 我们成天打妄想,这就是过失,用这个方法把妄想去掉,使心恢复到平静,这叫修行,这就叫,消归自信 真消归自信,我们才得到真实的受用,也就是说得到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这个兴起作用,这就的受用 七,读诵受持大臣经典 受持,即观照也 这句话说明,教下每个宗派修行的方法,没有离开观照 读诵是预备修学的阶段,先要把经读熟 不读熟,从哪里观照起? 没法子观照 所以你要想用功,先要把经念熟 古人修行比我们认真,比我们守法,古人老实,现在人聪明,什么叫聪明? 投机取巧 古人不会投机取巧,老老实实的,所以古人那个功夫比我们好,比我们也快 我们看,高森传,看,居士传,都看到,无论在家,出家,都相当可观,不像现在人 老实从哪里看? 第一个你能观察到的,肯念,这就老实 现在人不肯念,一听说要背书都吓跑了,古人都是从背诵下手 读读,读是看着本子,读读是不要看本子,背熟了,他能背得很熟,能记得很清楚,他才能受持 佛在经中讲的道理,他接受了,佛所讲的方法,他也接受了,持是真正做到 现在有很多人把受持两个字搞错了,认为受持就是把经念一遍,我就受持了,这个完全弄错了,那是读诵,不是受持 每天你把课诵本念一遍,那不叫受持,叫读诵 明达其意,一叫修行,真正做到,就是受持 金刚经,上一再说较量功德很多遍,这我们很熟的,与这个经上,乃至受持四句记 再加上为人演说,那个功德福德,无量无边 四句记是任何四句,四句就是一首记,任何四句 不要说四句,两句都够了,你的一身受用不尽,你就凭这两句,可以照住,可以照见 只要两句,四句常常在心里,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换掉,他就管用,这叫受持 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受持就是此的讲的关照 八,众生之大病根,即是心量狭小 因狭小,即止我 故佛教人将此心放大,潜移默化,大而化之 即是除我见,去烦恼之妙法 心量狭小,修行不能成就 心量狭小的人,能得一点小定,不能开智慧,也不能往生 为什么? 阿弥陀佛的心量是尽虚空,便法界,我们心量跟阿弥陀佛的心量不一样,怎么能往生? 念佛就能往生,这个话似是而非 古人说得很好,纵然一天念十万身佛号,喊破喉咙也枉然,去不了 什么原因? 心量太小 西方世界佛菩萨诸上善人,心量都是那么大,你这个小心量跑到那里去,天天跟人家斗争,你跟人怎么相处? 所以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心量要像阿弥陀佛一样,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才行 才保证这一生,决定往生 我常在静宗讲习里说,我们的心要同佛,愿要同佛,解要同佛,行要同佛,心愿解行都跟佛一样,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这叫保证往生 所以我们定的课诵本,早晨念四十八愿,无量寿经,的第六品,目的何在? 希望我们的心,我们的愿,跟阿弥陀佛一样 念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要用他的愿行,把我们自己本性里的本愿引发出来 四十八愿是我的本愿,依照阿弥陀佛的本愿,把我的本愿给引出来,我的心愿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 晚课念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这一段经文,是持戒念佛,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应魔所著,而身其心,也就像谭虚大师在本经所讲的,离一切相,修一切善,就这个意思 无量寿经,讲得很具体,这一段经文里面,你仔细观察,他的内容就是,五界十善 教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生活,如何办事,如何处事待人皆悟,给我们很具体的原则,只要能遵守,那就是佛菩萨的行持 所以我们的解行,又跟佛菩萨相应,这样念佛功夫才会得理 心量小事很大的毛病,一定要脱开 不要把好事自己都揽在一身,那实在讲很可怜,一天到晚累死了 好事分给别人做,都分完了自己没事,这是最好的事,看到大家都做好事,我们心里多欢喜 阴狭小,即止我,我直坚固,轮回就出不去 故佛叫人将此心放大,你把你的心放大 潜移默化,大而化之,即是处我见,去烦恼之妙法,确实是如此,心要大,量要大,我们俗话也常说量大福大 心量狭小,纵然有福也很有限,纵然有福他也很苦,他的日子过得很辛苦 我们要是冷静观察一下,这世间人不少发大财,亿万财富,一天到晚劳碌的不得了 我们看到那个日子过得好可怜,烦恼多,忧虑多,患得患失多 他亿万财产,还省吃俭用,一生到最后不晓得给谁 这是我们常说,有福报,没有享福的命 还有一些是有享福的命,没福,哪些人 就是那些大富长者家里的庸人 大富长者的别墅很多,自己一年难得去住一次,很漂亮的房子 请几个庸人在那里,供他吃住,每个月还要给他供钱 请他们在那里享福 庸人很有福报,他的主人没有福报 一年难得到别墅住两天度个假 所以诸位冷眼去观察,你就晓得那个主人真可怜,庸人才真正有福 世间人这种颠倒,佛法常讲,迷惑颠倒,迷惑颠倒的人真多 九,因缘聚合,当体皆空 又众生同体 如此观照,则不知不觉,我执自然化去,此乃消归自信之善巧方法 所有一切法,都是因缘聚合而生起的 原生之法没有自体,在佛经上讲无有自信 没有自体,是种种条件聚合而现的现象 所以说,当体皆空 你要是看清楚,看明白,自自然然就不会执着 也就是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你的心常常保持着空,心空就灵了 心里有东西就迷惑,不灵,明完不灵 为什么人搞到这种地步? 心里面东西太多,牵肠挂肚的太多,所以他智慧没有了,明完不灵 心要是空的,心里面什么都没有,那个心生智慧 我们看六祖大师所说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 他见五祖的时候,告诉五祖,弟子心中常生智慧 我们一些同修常常也来找我,说什么? 常生烦恼 为什么生烦恼? 心里面东西太多了 能大师为什么会生智慧? 本来无一物,他无一物,心里什么都没有,就生智慧 所以心不可以有东西,心要有东西,心就坏了 现代教育普及,大家都念过书,都学过几何,几何里面的原,原心有没有东西? 原心要有东西就坏了,就不圆了 心不能有东西,心就健康,心健康身就健康,一定道理 心有东西的时候,大病 病根 不但是我们一生痛苦毛病的病根,也是生死轮回的病根 又众生同体 众生同体,我们对众生特别有一份亲切之感,一切众生不是外人,是自己心性所辨之物,同体 因为同体,慈悲心就生出来了,大慈悲心是从这里生的 清静,平等心是从当体皆空生的,从同体上生大慈悲心 能常常这样观,常常这样照,我执,法执不必刻意去断,自自然然就化掉,这是大而化之 此乃消归自信之善巧方法,的确比小臣高明太多,大臣全教菩萨也望尘莫及,这个方法的确非常巧妙 金刚经,上讲这个原理,原则,而尽宗法门一心执持名号,向大士至菩萨交给我们,都设六根,静念相继,他是实行这个法门 金刚经,上师解释,念佛人真做 他所做的就是,金刚经,所讲的理论与方法 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的确是消归自信的善巧方法 十,一切众生,无不犹豫,色,十 此三者若不转移,则永远轮回三界六道 而转移之最善巧,无过于念佛求生净土 欲,是欲望,我们今天讲的感情,欲里面也讲的烦恼,贪,甜,吃,慢这都是欲 色,身体,任何一个众生,他有身体 十,是分别心,执着心 有分别,执着,有身体,有贪甜吃慢,欲,色,食,这三个字就代表了,这叫做,众生 此三者若不转移,则永远轮回三界六道 这三样东西,这里说的好,转移,不是讲断,为什么 断不掉,不能断,它是从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 它要是断了,那真如本性也断掉了,也没有了 要把它转变,把,欲,转变成智,智慧 贪甜吃即是戒定会,把这个转成戒定会 把,色,转成圆满报身,我们在,无量寿经,四十八院里面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身都是金刚不坏身,不生不灭 把,时,转变成真如本性,叫你转 因为时就是真性,迷了就叫时,悟了,时就是真如,本性,就是真性 转 要会转 如果不能转,就永远在轮回里面受苦受难 你要问为什么 轮回就是这三个东西变现出来的 你在六道里面,永远不能出六道,就是欲,色,时,在那个里面有加减乘除的变化 一念善心,贪图好境界,三善道,一念恶心,造作恶业,就剁三恶道 善恶在那里加减乘除,六道生神,就这么一个现象 这是六道里面的事实真相,唯独佛跟我们说的清楚 古印度有不少宗教家,他们的功夫的确相当高明 要以现在的宗教来看,他们的确超过基督教,天主教 他们能在定中观察到六道轮回的现象 他统统看到,他可以上面看到飞响飞飞响天,下面可以看到地狱,这是定功 但是他不能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他见到这些事实了,不晓得这些事实怎么来的,这些事相的 所以然他不明白,他没有这个智慧 我们知道佛教出现在印度,并不是很早,在佛教之前,印度的宗教就相当发达 对于六道里面情况,他们就说的很多,而且说的没错 所以六道轮回不是佛最先说的,婆罗门教,印度的数论派,瑜伽派 他们比佛教都早,他们都说的很清楚,但是他们没有解决的方法 一直到佛出现于世,才把六道轮回来龙去脉,以及怎样才能超越六道轮回 跟我们说清楚了 而转移之最善巧,无过于念佛求生净土 这个话是真的,实实在在的 因为用这个方法来转移,几乎每个人都做得到 就像善导大师所讲的,万修万人去,没有一个不成功 这时才说的是善巧到极处了 如果我们对于其他的大小成佛法,有浓厚的兴趣,又非常的喜爱,你要觉悟 如果我们在这个世间去研究,去探讨,我们的寿命有限,时间太短,又没有善知识,又没有良好的设备 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要想研究个究竟,那是很难的事情 何不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首先,我们的无量的寿命,唯有无量的寿命 换句话说,我就有足够的时间 第二,西方世界环境好 阿弥陀佛是老师,诸上善人那些等觉菩萨无量无边,是我们的同参道友,随时随地都帮得上忙 何况每天你一定还会到十方诸佛那里去拜访,听诸佛讲经说法,怎么不开智慧 供养诸佛菩萨修大福报,那是福会双修 我们深深世事比不上人家一天,你想想看对不对 无量节来所修的,比不上人家一天 因为人家一天,有能力去供养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我们没有能力 一天当中能听无量无边诸佛说法,怎么能比得上人家 也许大家要怀疑,无量无边诸佛菩萨,一天怎么能访问,怎么来得及 一个地方一分钟,也没办法,也来不及 你这个想法完全想错了 西方世界菩萨去拜访诸佛,供养,听法,分身去的,不是一个一个去拜访,那不累死了 分身去的,同时去的,也就是说一切诸佛如来面前都有他 他都在做,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他也没有离开,有这个本领 你要是真晓得这个事实,我相信你一定什么都放下,赶紧到极乐世界去,这个利益好处太大了,没有办法说得出,实实在在说不出来的 所以福会双修,到那个地方才圆满 因此,他方世界修行要修无量节,要修三大阿僧止节,才有个成就 西方世界三节,四节就成佛,什么原因 他修一天,我们无量节都比不上人家,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一切菩萨没有一个不愿意往生西方净土 十一,化处我见,即转第七十位平等性制 不起分别,即转第六十位妙观察制 此二即转,则五,八亦随转位成所作制,大圆境制 修行要再转时成制 转移的理论,方法晓得了,这说出转移的效果 转移的结果 画出我见,即转第七十位平等性制 转第七十,第七十是执着 一切都不执着了,平等性制现前 为什么叫,平等性制? 这个智慧是从平等心里面生起来的,就叫做平等性制 换句话说,你不平等,你这个智慧就现不出来 四智 不是人人皆有,不是说佛有我们没有,我们有为什么不能现前 烦恼盖付诸 因为我们不平等,平等性制不能现前 不起分别,即转第六十位妙观察制 我们偏偏要分别,因为分别,我们的妙观察制不能现前 没有了,道理在此地 为什么我们还要分别? 为什么我们还要执着? 真正会用功的人,在一切境界里面,无论是人事环境,物质环境,不用分别心,也不用执着心,换句话说,绝对不用第六十,不用第七十,他不用,用的是什么? 妙观察制,平等性制 四智这两条是因地上转,这两个一转,八十跟前五十连带就转了,所以真正用功就在这上面 我们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转了 一切境远之中,我们不会起心动念,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你的分别心转掉,把你的执着也转掉 这一句阿弥陀佛念熟了,分别,执着没有了,四智菩提就现前,这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给诸位说,十报庄严土上上品往生 前面说过了,大修行人发大心,修大行 历世练心,历世,就在环境当中,就在生活当中,练什么? 不分别,不执着 不分别,不执着 如果你真在这上用功,那你是真会用功,你是修大行 所以你正的果大,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十报庄严土是大果 此二纪转,则五,八亿随转,前五十变成,成所作至,成是成就,所作就是你所作的,这个智慧 穿衣吃饭,穿衣吃饭的智慧,那是,成所作至 你每天生活,每天工作,每天交际应酬,充满了智慧,这个智慧就是对事的智慧 对人,对事都应付得很圆满,恰到好处,这个智慧叫,成所作至,成就你所作的智慧,不会生烦恼 第八十转变成,大圆境至,圆世圆满,摩索不知,向大圆境照虚空法界,摩索不知,摩索不能 转八十臣四臣 修行要再转实成智,这个要是重要,书要,是关键的所在 你要不能转实成智,那你修个什么行? 纵然这一句佛号念得很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过是凡圣同居土而已 凡圣同居土修行,在西方世界正果要三,四节,三,四节时间就长了,如果你转实成智,到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升,经上讲的一去就划开见佛,这才是一身成就就尽圆满的佛果,这才叫真正不可思议 一切诸佛没有一个不佩服的,礼赞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种赞叹不是没有道理,真有道理 所以真正会修行,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口边的口头禅,放下身心世界,提起正念,放下身心世界就是放下分别,执着,提起正念就是这一句佛号,马上就转实成智了 你之所以转不过来,没放下,那就转不过来 分别障碍了妙观察智,执着障碍了平等性智,放下分别,执着,自信里面的智慧就现前 华言经,云,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正的 这是释迦牧尼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都是佛,现在省伦堕落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你有妄想,执着,你不能恢复自信 妄想是分别,执着是第七十,就是这个东西作祟 所以叫你妄想舍掉,分别舍掉,不分别了,执着也舍掉 难舍 想舍舍不掉 为什么舍不掉 认为身心世界都是真的,就因为这个舍不掉,这就叫做没看破,事实真相没搞清楚 佛在此的跟你讲,当体皆空 如果你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未法,如梦幻泡影,是问问,你能不能放下 能不能不执着 能不能不分别 自然就不分别,不执着了 因为分别,执着毫无意义,假的,空的,一场空 如梦 有什么好执着的 这样就转时晨智,不难 放下之难,是因为没看破 金刚经,是开智慧,智慧是教你看破,念佛教你放下,只取西方极乐世界,其他统统都不要了 十二,佛法看似广大无边,实则亲切有味 看似高深,本是平实 佛法看似广大无边,广大无边也是真的,也不是假的 实则亲切有味,我想这几天诸未能体会到,他真亲切,真有味 佛法,你要是能够体会到亲切有味,就欲罢不能 可是这个地方又怕麻烦,你又贪着佛法,那就又糟糕了,又坏了 其他的不分别了,分别佛法,其他的不执着了,又执着佛法 这就是,金刚经,后半部,须菩提尊者在发问,就是怕有这个毛病,所以后半部不是没有道理 怕的是前半部明白了,什么都不执着,执着佛法,所以后半部是彻底把我们破得干干净净 后半部讲的是三心不可得,能执着的心没有,所执着的法 已经讲清楚了,一切法是空的,当体皆空 能执着的,所执着的都没有,你还搞什么 就没得搞了 那个心才叫真的空了,真正叫究竟圆满,一丝毫都不能够有的,不可以有的 看似高深,本是平时,平是平常,实实在在,这是佛法 十二,明不住于相及实证住证明无住标示 上面这一大段,都是为我们解释为什么要无住 佛给我们讲,从胎卵诗话,十二类声说起,把这些事实真相为我们说出 说出之后,才能够像他那个样子无住身心 这一段证明无住 父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摩锁住,行于不失 须菩提,经文上有这一句,表示底下有重要的开示,叫着他的名字提醒他 菩萨于法,应摩锁住,行于不失,这句话非常重要 你不能不做,做不得,但是不做也不行,不做就落空了,要积极去做 做就是无住,做是,有,无住是,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假如色没有了,空也没有了,行于不失,也没有了 应摩锁住,也没有了,这个道理很难懂 真正的无住,是在行上正的的 无住,像圆里面圆心,行动就像圆周一样 圆周没有了,心也没有了,圆心没有了,周也没有了 它是一体,一个东西 所以诸佛菩萨度众生,从来没有一天休息过,不疲不厌 一,不失,该一切法,佛法要行不要住 应当摩锁住而行一切法 不失包括一切法,不失有三大类,第一个是,才不失,才里面有内才,有外才 外才是我们身外之物,不失就是放下,就是舍,你要能舍,不失就是没有执着 我对于身外之物,心里头不执着,没有牵挂 内才是身体,内才怎么不失 譬如这个佛堂今天有事,许多同修发心来做义工,做义工帮忙做事,内才不失,我出力 力不是外财,不是我的金钱,你出力是内才不失,你帮忙策划再用头脑,也是内才不失 虽然不失,不着不失之相,能舍,这都是属于才不失 第二种,法不失,凡是属于智慧,技能的,都是属于法,包罗万象 不一定指的是佛法,所有一切世间法都包括在其中 第三种叫,无谓不失,无谓不失是保障一切众生安全,这是属于无谓不失 国家保障老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是国家的功德,国家对国民无谓不失,何况里面也有才,法不失,但是无谓不失是最重要的 这三种不失,就包括所有的行法,行为 菩萨修六度万行,也就是菩萨的行门真的是无量无边,就在这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哪能说得尽 佛把无量的行法,归纳为六大类,叫六度,六波罗蜜 六度就是无量无边行法的归类,六大类 虽然说六大类,实在讲一个不失全都包括了,为什么? 持戒,忍辱,在不失里头属于无谓不失 诸位想想看,无谓是叫别人心里得到安全感,没有恐怖 我们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现在一般社会风气很不好,新加坡比较起来是最好的,很难得 社会治安相当之好 在外面旅行最怕的是钱财露白,就怕人来抢劫,你是一个持戒的,我钱再多,你看到了,不要紧,他持不偷盗戒 不要说我钱财被他看到,我放在这里不动,人走远了,他也不会拿,他不偷盗 持戒叫人心里的安全感,所以持戒是无谓不失 忍辱也是无谓不失,平常交际应酬,喜欢说话开开玩笑,说的人无心,听的人有意,那麻烦大了,引起很多误会 如果这个人是学佛的,修忍辱波罗蜜,没关系,我说话得罪他,他不会报复,他不会介意,他忍辱 这叫人的安全感,所以属于无谓不失 精进,禅定,般若,是法不失 由此可知,六波罗蜜一个不失包括静了 六度包括一切的菩萨行门,不失包括六度,岂不是不失该一切法,包括一切法,说一个就够了 金刚经,上布施说得多,不是偏重在布施上,是用它来代表一切法 一切法要行不要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要行,换句话说,要做出来 佛菩萨做什么,就是为一切众生做一个大彻大悟的榜样 我们学佛也要学佛这一招,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切众生大彻大悟的好榜样,好样子,这叫做学佛 无论你是哪一种生活方式,无论你做什么工作,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都一样,就在你自己本分之中,做出一个好样子来 这个好样子是与彻底觉悟相应,这叫做学佛,佛是这个学法的 如果我们表现的,还是分别,还是妄想,还是执着 你就是把大臣经说的天花乱坠,也与佛法不相干,不是佛法,这我们要懂的 二,前发大愿,此起大行 愿与行不能相离,有愿必有行,有行必有愿 大愿是什么? 要记住不能忘记,令一切众生,皆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发这个大愿 这个愿跟一切诸佛的愿一样,实在讲这个大愿就是的藏菩萨所讲的,地狱不空,是不成佛 的藏菩萨举一个例子地狱 世尊这个讲法,叫我们一看就晓得,涵盖九法界一切众生,我皆令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发这样的大愿 你怎么样去度这些众生? 其大行,大行就是钻石成智,换句话说,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世待人接物当中,离一切分别,执着,献起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 智慧显现在生活当中,智慧显现在工作里面,离开工作,你的智慧从哪里表现? 智慧显现在生活,表现在工作,表现在应酬,表现在处世待人接物,这叫菩萨 所以不能离开这些事,离开事,你的智慧落空了,你从哪里显示出来? 这就是佛法要行不要住,这就是起大行 大行就在穿衣吃饭上,不是离开我们生活,去找一个大行,那到哪里去找? 你就弄错了 离开分别,执着就大,为什么? 与星性,与如来果地上的四至菩提相应,叫大行 我穿衣不分别穿衣的香,不执着穿衣的香,吃饭不执着吃饭的香,不分别吃饭的香,这是大行 穿衣天天挑剔这个款式,那个样子,怎么配色? 那就完了,那就是六道反复 吃饭挑口味,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那就不会吃饭了 佛菩萨穿衣,吃饭跟我们不一样,没有分别,执着,所以佛菩萨心清净 我们吃饭心不清净,穿衣服心不清净,睡觉心不清净,干什么都不清净,糟透了 里面是贪甜吃慢,搞这个东西,你说你怎么能离开六道轮回 你怎么不可怜,你怎么不苦 打扮得再漂亮,可怜人 苦,苦不堪言 读了,金刚经,要开悟,读了,金刚经,知道怎么过好日子,这个真的是非常现实 愿与行不能相离,有愿必有行,有行必有愿,这是告诉我们 前面发的愿一定要兑现,一定要认真努力去把它做到 如果有愿没有行,愿会落空,有行没有愿,凡夫行,你这个行事搞六道轮回,增长贪甜吃慢 所以愿更行,永远不能分离,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 我们时时刻刻,念念之中,有这个愿,有这个行,念念都在行,就是一个不分别,不执着 三,菩萨行六度,不外戒,定,会三学,对治贪,甜,吃三毒病根 稍稍有一点佛学尝试的人都懂得,佛法就像药一样,药是治病的 凡夫的病根就是贪,甜,吃,佛开了三副药,专门对治贪,甜吃 用戒学对治贪病,用定学对治甜会的病,用般若智会对治鱼吃的病,这就是佛法,这就是佛所以出现在世间 我们凡夫不能解决的问题,不知道这三个东西是病根,都认为贪甜吃是很正常的,这不是坏事,好像是理所当然,人没有贪甜吃还行吗? 好像是当然的,不知道这是病根,或根 不但是我们一生病痛的根源,前面讲过了,生死轮回的根源,障碍我们明心见性的根源,这个东西多可怕 佛要不详细为我们开导,我们怎么会认识? 怎么会晓得? 四,不失有才,法,无畏三类 是对治无始根本之谦贪毒害 财,法,无畏这三种不失,就是对治贪,甜,吃的良药 财师对治贪 如果我们贪心很重,怎样把贪心治掉? 修财不失 我有财富让大家共享,不要一个人独享,甚至于我不享福,我的福让大家享,给诸位说,那个人叫真正会享福,他的心情之快乐,没有人能知道 他穿破衣服,吃很简单的食物,他的福让别人想,最快乐了,世间没有比他更快乐的,那个快乐叫真享福 不是高等智慧的人,他不知道,他不会想 真正高等智慧的人,他是真正在享福,他真的是很快乐 法不失对治贪甜吃,法里头对治贪甜吃的东西都有,无畏不失也是对治甜慧的 三种失里面,法不失最广,法不失的力量最深 因此,佛在,华言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畏罪 而世尊在本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不失当中,法不失畏罪 大千世界无量七宝不失,比不赏为人演说四句记的福报大,四句记是法不失,法不失功德不是财不失能够比较的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十二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九年二月三年一月二 请看,金刚经讲义节要,卷二,经本第二十七页 五,持戒为学佛知基使,有止,做二类 只持及诸恶莫作,做持及众善奉行 戒杀多至甜,戒道多至贪,戒赢多至贪,吃,戒旺语亦多至贪,吃,戒酒则至贪,甜,吃三毒事也 最初持戒,重在世时不犯 若为菩萨,则动念疾犯 持戒是学佛的基础,这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 经人学佛比古人多,经人学佛的机缘也比古人要来的方便 为什么成就不如古人,实在就是现代人对于戒律疏忽了 本经世尊发起,是从持戒发起的 这一持波,入舍为大臣起时都是持戒 这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不从戒行上认真去做 佛法再好的理论也都落空了 这就是为什么世尊在此的,特别强调要行于不失 诸位听这个话,要知道里头的含义 不是只有不失,六度都要行不能住 住就是不行,不行是不可以的 一定要行,要做不失,要持戒,忍辱,精进,禅定 统统都要认真的去做 我在初学佛的时候,也犯了一般知识分子的通病 知识分子对于佛学很羡慕 佛法的理论说得很高,说得很圆 研究读诵都非常有兴趣 可是对于戒律就疏忽,认为时代不同 何必还要守那些戒条 尤其是读书的人,稍稍涉猎到一点现代科学 他一定会想到,释迦牟尼佛是三千年前的人 三千年前定下来的那些戒律,现在怎么适用 国家的法律,连宪法过个几年都要修订一次 佛的戒律三千年都没有修订过,这个怎么好用 同时又会联想到他是印度人,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的意识形态不相同,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 那些戒条现在怎么能行得通 自自然然对戒律不感兴趣,通病 善知识,老师,真正好老师也晓得,现在一般年轻人的想法,看法,做法,清楚得很 反正这些事情劝你也没有用处,你也不会接受,说多了你还厌烦,还起反感,干脆不说了,真不说那也对不起学生 我最初学佛的三年,亲近张家大师,我每个星期跟他见一次面,大概有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这三年当中,他老人家有的时候,轻描淡写,不经意的会说一句,戒律很重要 他老人家缘济之后,我想一想我跟他三年,学了些什么东西,这一句话的印象最深,因为至少听了差不多有三,四十遍都不止,每一次他也不啰嗦,就是这么一句戒律很重要 第一次讲的时候,讲得比较详细,戒律他用一个比喻,他说 譬如我们从台北到高雄坐火车,坐火车先要买火车票,持戒就像你手上拿着这一张车票,你拿着车票才能上车 中途还要拿着,车上还要查票的,决定不能丢掉,到战之后还要收回,戒律就像这样的,自始至终 这就说明持戒非常重要,决定不能够疏忽 因此,我们对于戒律才重新去肯定,重新去认识 大小城经上,世尊都说过,应戒申定,应定开会 我们要求的是定会,戒行式定会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定会决定不能成就的,这也就说明现代人学佛,何以不如古人,原因在此地 戒律有止,做两种方式,止,是禁止,决定不能做的,做了就破戒 第二种是,做持,你一定要做,你不做就犯戒,所以有止,做二持 这个地方所举的例子都是止持,像五戒,十戒都是属于止持,决定要禁止的 他的精神我们要记住,诸恶莫做,众善奉行,只是诸恶莫做,行是众善奉行 凡是有利益于众生的,那就一定要做,不做那就犯戒,这在大小城戒律里面都有例子 我们今天读戒本,戒本上只是举例而已 戒条是不是有修正的必要 有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除了根本界之外,那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不需要修订 譬如不杀身,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条界超越时空,三千年以前这样做正确的,三千年以后的今天还是不能改变 这叫根本大界 除根本大界之外,戒律当中多分都是生活规范,生活规范当然因时,因地就不一样了 所以戒律传到中国来之后,我们中国的祖师大德,唐朝时候的百丈大师,我们晓得中国佛教的特色是丛林,印度没有,丛林就相当于佛教大学,正式办大学,办学校,学校当然有学校的制度,有学校的规� 百丈大师制定清规 清规就是戒律的现代化,本土化,依照我们自己国家人民生活的状况,取法佛教的精神,也就是把戒条条文重新修订,这称之为清规 清规就是戒律的本土化,现代化 我们讲现代,本土,都是唐朝那个时候,唐朝到今天有1300年,这1300年当中,在中国几乎每一个省市,每一个丛林,都有他自己的清规 这些清规都是依照百丈大师的本子做根本,他那个是母法,是根本法,依照那个斟酌情形来修订,必须叫他适合于此地,此时大众在一起熏修 所以每一个寺庙,都有他寺庙的规矩,都有他的常驻公约,这个就对了,这就正确了 此的举几个例子,我们一定要从例子里面去反省,去思维,了解他的用意,而后晓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要怎样去做 戒杀,佛为什么制定这条解 制定这条解的因缘很多,诸位看,杀弥律一增注,就知道,杀弥律一增注,写得很详细 戒杀的重点是对治田会,凡夫病根是贪田吃三毒烦恼,三毒不除,就没有法子脱离六道轮回,不出轮回非常之苦 戒杀杀对治田会,培养慈悲心,目的在此地 戒道士对治千贪,特别对治贪欲 戒银,对治贪,鱼吃 换句话说,佛这五条根本戒,就是五铁药,治我们三毒烦恼的 戒旺语,旺语也是有贪,甜 戒酒,那是贪甜吃三毒统统都有 可见每一条戒有它的对象 最初持戒,我们学佛入门着重在事实上不犯,也就是在事上持,这是属于小成戒 小成戒论是不论心,结罪完全是从事上来判断 大成比小成就高得太多了,大成菩萨是论心不论是,大成菩萨持戒在起心动念之间 他看到一个众生不喜欢要杀他,动个念头要杀他,没有杀,但他破戒了 小成人,小成阿罗汉发个狠心要杀他,但没有杀不破戒,他论事 像现在法律上判刑一样,他论事的,他不论心,心里头怎么想的没有罪,大成菩萨起心动念就结罪 由此可知,大成戒难持,小成戒好吃,大成比小成高,从持戒也能够看得出来 至于坐持里面,也非常之多 譬如佛教给我们要修六度万行,你要真做,你不做就犯了,教你不施,不肯不施,你就犯戒了 这是一定要晓得的,对自己,对众生都有很大的利益 六,忍辱,是安忍,顺受之意 安心顺受也 辱而能忍,则无是不能忍 若闻佛法,遵照实行,不怀疑,不夹杂,为法忍 又如身本无身之理,无人能明了,能实行,为无身法忍 对治田慧 忍辱,这也是世尊在,金刚经,里面特别强调的 六度,其他的佛都说得很少,不施,忍辱这两条说得最多 由此可知,忍辱重要 忍辱,是安忍,顺受之意 安心顺受也 这是很难做到的,可是非要做不可,为什么 你要是不能忍,诸位想想,我们修行关键是在定 禅定,我们念佛求的是一心不乱,什么事情不能忍,你还想得定 得不到 所以忍是定的预备功夫,必须能忍,他才会得定,他才能得一心不乱 换句话说,我们要想得一心,要想得定开会,那就非修忍辱不可,离开忍辱没有第二个方法,非常重要 辱而能忍,本来这个忍是安忍的意思,翻经的法师把它翻成忍辱,这里面有特别的意思 中国古时候的念书人很有气节,所谓是,是可杀,不可辱,读书人杀头没有关系,不能够侮辱 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辱是决定不能忍受的,看得很严重,杀头都不在乎,侮辱不可以的 翻经的法师看到中国人这么执着,忍辱,辱都能忍,那就没话说,那一切都能忍,把这个看得这么重,所以特别翻成忍辱 辱而能忍,则无是不能忍,忍得波罗蜜才真正能有成就 这种翻译,是专门对付我们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读书人 若闻佛法,遵照实行,不怀疑,不夹杂,为法忍,安忍,顺受范围非常广大 在日常生活当中,大概最难忍的是人事环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要忍耐 忍下面一定有个让,要忍让,要能够保持着自己心地的清静平等 我们修持的功夫,才天天有进步,不至于退转 其次物质环境,还有自然的灾害,都要能够忍受 在这个环境里面,无论是顺境,逆境,要真正能够不为境界所转 你的忍辱有了功夫 求学,学佛也不例外,也要能忍 譬如学生在学校念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十几年,十几年他要没有耐心,忍受不了,他就避不了业,学业就不能完成 佛法的修学时间很长,不是一生,二生就能成功的,佛在经上常说,凡夫从初发心到圆满成佛,要经历三大阿森止节,要经历无量节,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想想他是经过多少事舍身受身,要是没有耐心,怎么能成就? 我们在做的同修,本经佛为我们大家都受了祭,世尊说得很好,这个经是为谁说的? 为哪些人说的? 为发大心者说,为发无上尘者说 我们在做的,我还看到有很多小朋友,他两个终点也乖乖地坐在那里,那不简单 那也是发大心,发无上尘心,他才能坐得住 都是过去身中多生多结,非常深厚的善根福德 我们在末法时期能够遇到这不经典,能够在一起研究讨论,绝不是偶然的,世间没有偶然之事,都是有很深的因缘 学佛要有耐心,没有耐心决定不能成功 要用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坚忍之心,要坚持,要忍耐,我们才能成功,这个真的是成大功 所以闻佛法要遵照实行,前面说过佛法要行不要住,也就是一定要实行,要去做,学了之后马上就用得上,就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不怀疑,不夹杂 不怀疑,两种人不怀疑,一种人是把道理都搞清楚明白了,他不怀疑,死心他的去照做 另外一种人是福德大的人,不是讲福报大,是福德大,比福报还殊胜 他虽然理论不通,他也不想研究,但是他就肯老实做,这个人福德不可思议 我们看到有一些老太婆念阿弥陀佛,你问他,阿弥陀佛什么意思 不知道 念了将来佛就接引我往生,他就懂这个,其他什么都不懂 他就老实念,念了两,三年,真的站着往生,坐着往生 我们一般人都比不赏他,他不怀疑,这是福德深厚 弥陀经,上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他福德大,这是我们一般人比不赏的 这两种人不怀疑,除这两种人之外,那个疑问就很多 没有法子,避免不了的 我也曾经说过,疑问多的都是不老实,老实人就是善根,福德后 他没有疑问,他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 疑问多了,就是不老实,当然越多越不老实,这是一定道理 不夹杂也很难,要有高度的智慧 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要多善根,多福德,多福德的人不怀疑,多善根的人不夹杂,他专经 将居士在,讲义,里也说到这桩事情,固然佛法要广学多文,广学多文看什么对象,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他具出几个例子,像中国历史上,清凉大师是了不起的人,是华严宗的祖师,智者是天台大师 古代这些大德,我们仔细去观察他们一生,大概弘扬的只是一,二不惊而已 是不是他故意做各样子给后人看 将居士说,不是的 以一般人的能力来讲,一生修一,二个法门就很了不起 何况我们在,华严经,上所看到的,五十三位法僧大师,他们实现的都是学艺们 正如同中国古代的这些大德们,一生当中只红阳一,二不惊,这不是谦虚,这是事实 只有这样,功夫才真正得力,才能够彻底通达,什么原因 他心定,心静,清静心就生智慧 智慧现前,是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不通达的 虽然一切都通达,他还是守住他自己的一门,什么原因 他虽然通达,没到就近,没有成佛,成佛才就近 因此,他一门深入,要一直到正的就近圆满的佛果 实在说,最好的榜样是大师智菩萨,我们读,冷言经,他老人家说的最清楚,最明白,我与五十二同轮 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一门深入,同轮今天讲智同道合的五十二个人,都是一门深入 五十二个人是指实性,实柱,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是讲这个 专修净土,一门深入,大师智菩萨代表的,这的确是无比的智慧 一般人只晓得佛门里面,菩萨智慧第一的是文书施力,不知道大师智菩萨 文书施力菩萨是广学多闻,大师智菩萨是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的智慧比广学多闻的人高,高明很多 文书菩萨到最后,还是要念佛求生净土,还是要向大师智菩萨看齐 我们读经,这些地方决定不能够疏忽,里面含藏的东西太丰富了,太微妙了 夹杂是严重的障碍,我们今天修持很难成就,就是心里夹杂 不但夹杂许多佛法,还夹杂着世间五欲六成,成就当然难了 所以念佛为什么不能的一心? 念佛人听说,金刚经,不错,也想念念 谱门品,也不错,要诗经,也不错 不念,要诗经,生病了没人志 每一尊佛菩萨都想拜,每一不经都想念,这就叫做夹杂 你的功夫不纯,你很难得清净心 诸位要晓得,学佛目的在哪里? 目的就是要得清净心,搞那么多,得清净心就难了,一样就容易 所以你从一门上,你清净得到了,所有一切诸佛菩萨都欢喜 没有一个不欢喜,你成就了 大家都祝福你 你天天拜这么多佛,拜那么多菩萨,念那么多经,这些诸佛菩萨看到都摇头,你搞错了,真的是可惜,真是搞错了 所以千万不要拿我们凡夫心去测量佛菩萨,我不拜他对不起他,他怪我了,他怪你他就不是菩萨,他是凡夫 所以你用这个念头对待佛菩萨罪过很重,你把佛菩萨当作凡夫看待,你这个最多重 佛菩萨的心都是清净的,都是平等的,都是希望我们早一点成就 所以,佛菩萨是决定要不得 这是法人 我们要从一本经里投入,其他的都不要去看,这个要忍,忍得住才行 你要是忍不住,偷偷地去看别的,那就不行,一定要能够忍耐,一门深入 又如,深本无深,之理,这个班若经上说的很多,大臣经上也常说 无人能明了,能实行,为无深法人 对治田会 这个对治及维系的田会 正的无深法人,那就是法深大事 所以那个田会及其维系,不但我们没有法字发现,即使阿罗汉,辟知佛,全教菩萨,也看不出他还有田会 七,精进,精有精细,精密二义 进步而不盲从,是精细 进步而不劣等,是精密 对治懈怠 精进,精有精细,精密这两个意思 进步而不盲从,是精细 我们讲那个人很细心 这里头也有谨慎的意思 小心谨慎 对于自己的修学很慎重的去思维 去选择,绝不盲从 他的路子就纯正 不会走上歧途 不会堕落在邪见 这个很重要 进步而不劣等,是精密 循序渐进 换句话说,守规矩 依照次第去修学,不贪图快速 这是精密的意思 精进对治懈怠 懈怠是我们无始劫来的大烦恼 是初世间法 一般人之所以不能成就 都是懈怠懒障碍了 由此可知 精进就是勤奋 但是勤奋没有精进两个字的意思圆满 精是唇而不杂 也就是前面讲的一门深入 这样进步不但快速而且稳等 然而世人出学很难见到 所以他大意了 疏忽了 没有依照这个方法去做 八 禅定是寄心一处 久后的定 得定即称三昧 对治散乱 昏审 调局 禅定的修法 起初把心安在一处 时间久了就得定 得到定就叫 三昧三昧是泛语 中国意思叫正定 也叫正受 正常的享受 我们凡夫享受不正常 凡夫的享受 佛在经上讲五类 苦 乐 忧 喜 舍 这种享受不正常 大家一定要知道 心有忧喜两种享受 身有苦乐两种享受 不苦不乐 无忧无喜叫作舍 统统都放下了 舍 舍不是很好吗 是好 但是他时间太短了 不能永远保持 永远保持就叫定 我们舍的时间很短暂 一遇到境界 苦乐忧喜又现前 由此可知 寄心一处是很高明的方法 古大德的教学 为什么教给我们一门深入 一门 心安住在一处 久了就得定 方法很多 有用参禅的方法 有用念佛的方法 有用持咒的方法 有用读经的方法 读经 读一部经 才能得定 每天都读 不要去换第二本 我们在 谭经 里面看到 法达禅师读 法华经 读了三千多遍 法华经 是相当大的分量 有七卷 大概一天念一遍 三千多遍 就是十年 十年念 法华经 他心定了 相当的定功 所以到六祖会下 六祖几句话一说 他就开悟了 我们为什么开不了悟 我们心不定 道理就在此地 真正高明的善知识 看到你定到相当程度 几句话给你一个启示 你就恍然大悟 明心见性 特别是在禅宗里 禅宗这些古大德 他们的手法妙极了 真正是成就人的 教下也不例外 一部经上下功夫 选择读经 最好像 法华经 冷言经 这么大部的 一天念一遍 念的时候要注意 要用真诚心 清净心 恭敬心去念 要极其恭敬 你才能得定 经卷展开 从如是我闻念到信受奉行 不许打一个妄想 那叫修定 经里面有很多意思 不能想 一想就把你的定破坏掉 不要去想经意 一直去念 这一种是很高明的修行方法 给诸位说 不仅是修定 里面有戒有会 戒定会三学一次完成 一部经要念三 四小时 你三 四小时就在那里修戒定会 戒是诸恶末做 众善奉行 你读经就像面对佛菩萨 听佛菩萨的教会 恭恭敬敬 一念不生 专心在地听 一个妄念都不起 那就是诸恶末做 不但生不作恶 口不作恶 心里面恶念都没有 诸恶末做 大臣经典是如来 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真言 是初世间法第一善 读经就是众善奉行 戒具足了 不要一条一条去学 大小陈戒律统统都具足了 都在其中 专心去读 这就是修订 念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没有念错字 没有念漏字 没有念错行 那是会 你才晓得念经是 戒定会 三学一次完成 真修行 如果你一面念经 一面想经里面 什么意思 那就完了 戒定会 全部破坏掉了 所以读经跟读世间那些课本不一样 世间学生读课本是可以去想的 里头没有戒定会 读佛经我们的目的是修戒定会 所以读诵的时候不可以想意思 我要修定 用这个方法来修定 修戒 修定 修会 这个法子妙得很 我们现在为什么不选大布经 去选 无量寿经 现在人没有耐心 你叫他坐在那里念三个终点 要他命 这怎么得了 他受不了 所以没有法子 才选择一个适当的 小布经 心经 经文很少 时间太短了 不管用 无量寿经 分量恰到好处 这布经 如果你念熟 念到可以背诵 念一遍大概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不长也不短 一个人的心能定下来半个小时很难得 一天当中能够把心轻松 一切妄念放下 让自己的心定半个终点 很有受用 对于你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读经的好处 读经的方法一定要懂 就是决定不要去想经里的意思 想经里面的教训 你读完了以后再去想 那个可以 想想经上怎么讲的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当怎么做 那个行 读经的时候 我是修定 读完之后 我要把佛的教训在我这一天生活当中用上 这个可以想 这叫 记心一处 久后就得定 对质散乱 昏沉 调剧 可以对质这些烦恼 散乱 心散乱 昏沉 提不起精神来 特别是打佛七的时候 大家能够见到 打佛七一止境 有不少人打瞌睡 打呼 那就是昏沉 精神提不起来 还有一种人一坐下来 不坐还好 一坐下来 心里头七上八下 妄念特别多 那叫 调局 这是我们一般人的通病 如果有不要怕 很平常 自古以来学佛的人多多少少都有 要用方法来对质 如果是昏沉很严重 你就不坐 别人只静坐在那里 你到旁边去拜佛 用这个方法对质昏沉 如果是调局 你就把精神集中起来修订 像前面讲的观照功夫 那个功夫很得力 不要去打妄想 想佛经上或者是一段 或者是一句的教训 你就观想这些 能够把妄念收射住 九 般若 是性体上发生的正智 不同是智变聪 对智于吃 能破无名毒害 实行一切法之功夫 能不着相 即是般若 佛法最重定 会 般若 是性体上发生的正智 也就是我们自信里面 本来具足的智慧 不是外头来的 不同是智变聪 跟世间聪明智慧 变才不相干 世间这些东西 不是般若智慧 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 要清楚的 简单的说 自信真实的智慧 先要晓得自信是什么 自信是真心 真心就是清净心 就是平等心 真心起作用 就是般若智慧 前面说过 我们的真心不起作用 原因在哪里 我们有分别 把我们的妙观察至障碍了 我们有执着 把我们的平等性智障碍了 所以修定 妄想 分别 执着统统放下 统统舍弃了 心恢复到清净 恢复到平等 清净 平等起作用 就是平等性智 妙观察智 这两种智现前 你处事 待人皆悟 办事就是成所作智 内心里面就是大元净智 就这么一桩事情 这才晓得 清净 平等的重要性 无量寿经 好 古人称他为第一经 有道理 经题上就标示清楚 清净 平等 觉 就修这三个东西 这三样是一而三 三而一 一个得到了 三个都得到 所以我们进宗法门修行的重点 这三个里面着重在清净心 对智鱼吃 智慧开了 鱼吃就没有了 能破无名毒害 六波罗蜜里头 唯有班若波罗蜜能破无名 换句话说 就能正法身 实行一切法治功夫 能不着相 即是班若 佛法最重定 会 不但大臣 小臣也不例外 没有定 会 就不能够成就 本经世尊就是教导 我们要开班若智慧 不但要开班若智慧 而且要开最殊胜的金刚班若智慧 佛在这部经上 把这些道理、方法、境界 都跟我们源源满满地说出来了 要从哪个地方去开 也就是从哪里下手 从哪里去做 不着相 行一切法 所以经上有两句很有名的话 六祖在这开悟的 应摩锁住 而生其心 实在讲 这一句经文里面 应摩锁住 行于不失 应摩锁住就是 应摩锁住 行于不失就是 而生其心 实 不修一切法 如何能度众生 修一切法 而这相者 亦不能度众生 修一切法 究竟从何修起 则先行不失 不失为四色法之手 不修一切法 如何能度众生 这一句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 度众生先度自己 自己是众生 众生这一个名词 它的定义是众源和何而生起的现象 就叫做众生 我们这一个人 四大五运众源和何而生的 这叫众生 佛用了很多巧妙的术语 目的无非是叫我们念念觉悟 不要迷 佛教团体里面 称住众 不称住人 这个道场里面 住多少众 而不说住多少人 说住多少人 增长我值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增长这个 住多少众 住多少众源和何县的假乡 就这个意思 它叫你觉悟 众源和何的假乡 不是真的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它的名词 术语的含义很深 这就是字字句句提起你观照的功夫 让你在境界里头不至于迷惑 所以我们一看到佛度众生 自己这个是众生 这一个众生度了 才能度别的众生 这一个众生都度不了 要度别的众生 没有这个道理 怎么讲也讲不通的 哪有迷人会度悟人的 哪有这种道理 不可能的事情 觉悟的人才能度迷惑的人 迷惑的人怎么能度人 迷惑的人度迷人是越度越迷 越迷越深 那怎么行 修一切法 而这乡者 亦不能度众生 这地方的话真的是非常重要 含义无尽的声广 修一切法 譬如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修一切法 修一切法 你还这乡 你不能度众生 众生怎样的度 破四相 破四见 金刚经 前面讲得很好 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非菩萨 菩萨才是一个已经的度的众生 即非菩萨就是没的度 还是凡夫 凡夫跟菩萨的差别 凡夫者相 菩萨不着相 差别就在这里 我们修一切法 还者相 那个不是修佛法 是修世间有漏的善法 是修世间有漏的福报 你持五戒 修六度 你这相 将来的果报在三善道 不能出三戒 乐生死 不能明心见性 不能成佛 因为你这相 所以 要离想 菩萨的修行 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他在持戒修六度万行里面练不着相 在这里面锻炼不分别 不起心 不动念 不执着 他练这个 这是真正般若 与清净心相应 永远保持着清净心 不为外境所转 外面境界样样都做 没有一样他离开的 样样都做 在做的当中保持着清净心 修一切法 究竟从何修起 则先行不施 不施为四舍法之手 这是佛教导我们 修行从哪里修起 从不施修起 不施是放下 是舍 真干才行 不是真干 这里头的功德利益 你得不到 因此 我们学佛成败的关键 的确是在与自己有缘的善知识 我们常讲好老师 老师要跟自己有缘 实在讲是出世间法 离不开缘字 缘太重要了 与自己有缘的善知识 你肯听他的话 没有缘的善知识 虽然讲同样的话 不听 不接受 我自己学佛 缘就非常殊胜 所以我没有走冤网路 我接触佛法不到一个月 就认识张家大师 跟他很投缘 我非常尊重他 他也很爱护我 很有缘 那个时候对佛法根本不懂 刚刚接触什么都不知道 他讲的话我肯听 我肯照做 这很不容易 没搞清楚就做 头一天跟他见面 我就向他老人家提出一个问题 我说 我知道佛法很好 非常难得 有没有很快的方法 能叫我们一下子就入进去 这我们很着急 我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 他不着急 他老人家入定了 不过他那个定 不是眼睛闭着的 不是眼观鼻 鼻观心 不是的 他眼睛看我 一句话不说 坐在那个地方 看了半个钟点 入定了 他入定了 我也入定了 那个教学法高明 太高明了 所以以后我们晓得 必须整个心定下来之后 然后那个话才有用处 否则的话 讲太多了 没有用 那个力量不够 必须定到相当程度 我们也具精会神 等着他老人家怎么说的 那个时候还不懂什么叫开示 对佛法一窍不通 老人很慈悲就是了 等到半个钟点 他才好不容易说了一个字 有 一个字说出来之后 又没有了 又入定了 不过这一次定的 没有那么长 就是了 大概五分钟 所以跟那个老人在一起 非常有味道 虽然一句话不说 现在人讲磁场不一样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身心舒畅 真的是烦恼 杂念都没有了 都被他收射住了 那个力量很强很强 过了五六分钟 讲了六个字 看得破 放得下 他讲没有我这么快 他的字讲得很慢 一个字一个字很重 好像字吐出来千金之力 这两句话我听了明白意思 要看破 要放下 其实我们理解的意思 也是似是而非 不够精密 但是懂一点意思 我接着就向他老人家请教 从哪里下手 这大概又等了十几分钟 等到两个字 不失 所以第一次跟他老人家全部的谈话就这么多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我向他告辞 他老人家非常慈悲 送我到大门口 送到门口 拍拍我肩膀告诉我 我今天教你六个字 你好好的去做六年 我就很老实 我就真的去照做 做六年 做什么 不失 舍 很难舍 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非常辛苦 待遇很微薄 我自己的生活 的确非常简单 我喜欢读书 所有的收入都买书 所以我一年的收入 那个书架上一看都在上面 很喜欢书 人家要向我借书看 我不会借的 为什么 他把我的书搞脏了 搞坏了 我不肯借给人家看 好 张家大师教我不失了 这个心放宽一点了 书人家来借的时候 我肯借给人家了 再过几时又大一点了 可以送给人家了 当然最初是我看过的 可以送给人 旧书可以送给人了 新的好的自己留到 不能割爱 过一个时候 知道自己用旧的 把新的送给人家 慢慢进步 不失了六年 就不失的干干净净 什么都没有了 我的书是不少 那时学佛也六年了 台中理老师办了一个 慈光图书馆 我知道了 我把我所有的书 都捐给图书馆 他在那个时候 刚刚创办的时候 我捐去的书 占他全管五分之一 你去想我的藏书有多少 占他图书馆的五分之一 全部捐光了 到捐完了的时候 心很清静 有一些将要发生的事情 预先就知道 清静心起作用 张家大师讲 要舍 要真干 不干不行 不干到不了这个境界 许多事情都能够有预知 舍要紧 不舍不行 不舍是烦恼 你心里有了东西 有牵挂 有忧虑 有烦恼 统统把它舍得干干净净 那多自在 多痛快 不舍的人不知道 这个舒服痛快 你们想都想不到 一定要真正去做 从不施下手 张家大师教给我 我也就从这里做起 不施为四舍法之手 四舍 舍是舍受众生 佛舍受众生 四个方法 第一个是不施 第二个是爱语 第三个是立行 第四个是同事 用这四种方法 接引众生 舍受众生 我们今天说法缘殊胜 法缘从哪里来的 结缘 不结缘 你的法缘怎么来 结缘用什么东西结缘 不施 不不施还行吗 先要付出去 有不少法师 我们见面常常问我 你的法缘为什么那么好 可不可以教教我们 我说可以 你是怎么做的 不施 你肯不施就行了 我没有到新加坡来 都送了几万册的经书 到这儿来跟大家结缘 人还没来的时候 书都来了 录音带也来了 录影带也来了 这部结缘怎么行 不施第一 我们为了成就自己 成就大家 必须要晓得 钱没有用处 钱最害人 钱有毒 赶紧把它散出去 不要留在身上 散得干干净净 旧的大自在 世间人不晓得 第二 爱语 爱语出自于真诚心 真正爱护一切众生 所有一切语言 都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 都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真实爱护一切众生 佛在经典里面所有的言语 都是爱语 第三 立行 立事立意 一切所做 对于众生 对于社会决定是有利益的 决定没有害处 众生才愿意接近你 才愿意听你的 第四 同事 同事必得要发生大事 没有正德法身 同事这一条不能学 法身大事行 他的定功够了 智慧也够了 譬如那些大菩萨 他看你有缘 他也来度你 你喜欢打麻将 菩萨天天陪你打麻将 而且每一场必赢 他比你高明多了 你就向他请教 他就说修定 修会 这就高明了 他用这个方法 他来先跟你同事 你喜欢什么 他可以跟你一样 这个就很欢喜了 很容易了 但是没有这个定力不行 没有定力的时候 这些人喜欢五欲六成 你跟他去了 被他肚跑了 麻烦就大了 所以定力不够 智慧不够 用前面三个 布施 爱语 力行 真正到功夫得力 才可以用最后 这个同事 这是佛射受一切众生 四种方法 布施是其中之一 十一 布施即一切佛法 佛法自始至终 不外义舍自 不施即舍即放下 推广之 持戒舍贪 甜 吃 忍辱舍甜慧 精进舍懈怠 昏尘 调矩 禅定舍散乱 昏尘 般若舍二边 即我法二执 实在讲 佛法自始至终 始始开始 初发心 终是成佛 从初发心到成佛 修什么 没有别的 放下而已 放下之后 再放下 再放下 到什么都没有了 放下也放下 那就成佛了 佛教导我们 如果我们把见思烦恼 八十八品见货放下 你就正需托还果 再将三戒八十一品 私货放下 你就正阿罗汉果 你把成沙烦恼再放下 你就是三贤菩萨 再能够把无名破了 放下几品 你就是法身大士 到等觉菩萨 他还有一品身香无名没破 再把那一品身香无名放下 再舍掉 就成佛了 所以佛法你问修什么 不失而已 就是要把他舍掉 舍掉才能够成菩萨 成佛 我舍一点 还留一点 不行 那还是凡夫 要舍得干干净净 凡夫之人 没有智慧 因为烦恼忧 忧虑很多 害怕 我统统都舍掉 我明天怎么生活 我的钱财 统统舍掉了 那明天我活不了 你说他放下没有 没放下 为什么没放下 钱财放下了 身没放下 生死放下了 那就没生死 那多痛快 还要把生死牢牢地抓住 放不下 身外之物放下了 身放不下 那怎么行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印光大师教现代人念 勒凡四训 他老人家教人学佛从哪里下手 勒凡四训 下手 也是高明的了不起 我也得这个力 我初学佛的时候 认识了诸敬咒老居士 那个时候老居士七十岁 我大概是二十六岁 他送我一本 勒凡四训 我读了好几遍 很有道理 我很相信 勒凡四训 是讲因缘果报 你要是真正读了 相信他 就知道 一饮一浊 莫非前定 你命里有多少财 你统统舍光 舍不光的 你这里舍了 他过几天自然就来了 命里有的 而且越舍越多 可是你要记住 越多要越舍 你不能说多了就不舍了 不舍就完了 不舍就会得病 越多越舍 是越舍越多 你怕什么 一般人读了 小的这个道理 不敢做 就是恐惧 怕自己生活过不下去 就害怕这个 这是错误观念 大错特错 不但障碍你一生幸福 你真的念佛想求生净土都不可能 彻底放下 放下之后 你才晓得自在 你才晓得一样都不缺乏 佛法自始自至终就是舍 就是放下 再放下 常常念着不失 常常念着舍 念着放下 用这个做观照也不错 也很得力 勉励自己要放下 多多的帮助人 帮助人帮什么 这一点一定要晓得 要帮他开智慧 因为智慧开了 所有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他今天没得吃 送点吃的给他 明天没得穿 送几件衣服给他穿 这个实在讲太有限了 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要帮助他明了因果的道理 要帮助他这个 帮助他知道佛法的好处 教他如何修学正法 怎样破迷开悟 这个利益就大了 要在这上面去帮助人 所以过去应光老法师 一生所有一切的供养 全部拿去应经不失 应经就是帮助人开智慧 他的红画社 就是佛经流通处 应送 了凡四讯 感应篇 安世全书 这三种 我概略估计一下 至少有三百万册 其他的这些经论数量都没这么多 几千册 一万册就不得了 唯独这个书 应那么多 1977年 我在香港讲经 住在中华佛教图书馆 谈虚老法师的道场 那里面收集的书很多 红画社的书不少 我没有事在那里面看书 看版全页 一本书印了几十版 每一版少的三万册 多的十万册 我吓一跳 老法师为什么这样大量的流通这三种书 这三种书不是佛经 如果是佛经 我们还不奇怪 不是佛经 不但流通 还有一篇传记里面记载 清朝末年的时候 老法师在普陀山 他都住藏金楼 定海的支线 请他老人家到定海弘法 他没去 派了一个代表到定海去讲经 讲 文昌帝君英志文 这是道教的东西 大法师不去讲一部佛经 去讲道教的东西干什么 我们才晓得 老法师是真智慧 真能关机 讲佛法对他没有用处 文昌帝君英志文 跟感应篇 一样 讲因果报应 这是学佛基础的基础 他在打根机 你才晓得这个东西重要 人知道自己的命运 知道因果报应 起心动念 不敢存坏心 不敢有妄念 心好他的言语造作 自然就收敛 这才是好人 经上讲的善男子 善女人 先要把他提升到这个标准 然后才能接受佛法 老法师的作为 跟一般人不一样 这是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的 所以 了凡四讯 这三样书 就非常非常重要 我七七年从香港回到台湾 看到老法师这样做 我们在台湾也大力提倡 回到台湾就印了五六万册 而且这几样东西 我都讲过 在看末后这段 举很具体的例子 十二 如听经 舍世间于乐而来学佛 天人舍欲界即身色界 舍色界即身无色界 舍我执即正阿罗汉 舍法执即为菩萨 舍娑婆即身即乐净土 并舍亦舍即成佛 由此可知 只要一面行去 一面不放在心里 即两边不着已 处世 待人 接物 必然功而无私 国而妄家 可知不失一切法 包括一切 如听经 舍世间于乐而来学佛 这都是叫你舍 叫你放下 你每天晚上到这儿来听经 大概家里面都有电视 有很多娱乐场所 也有朋友跟你约会 你都不去 都放下 都舍了 你不舍怎么行 所以 你舍那个你才能学佛 天人舍欲界即身色界 天有二十八层 分位三界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欲界天人要是不能把欲统统舍得干干净净 色界天他去不了 舍色界则身无色界 这才能到四空天 舍我之急证阿罗汉 我们今天证不了阿罗汉 为什么 我 我 抓得很牢 决定不肯舍 这就没法子了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 只要执着我 你就有六道轮回 你要是不想再搞六道轮回 我 舍掉就没事了 六道就没有了 超越六道 所以要有智慧 要有胆量 敢把 我 舍掉 舍掉之后 真痛快 真自在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不但烦恼没有了 生死没有了 六道没有了 生死六道没有了 是不是这个生马上就没有了 不一定 生还在这个世间 生虽在这个世间 没有生死 没有轮回了 因为你把 我 舍掉了 前面讲的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真舍掉了 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快乐 快乐无比 在这世间时间的长短 随缘 随什么缘 众生还需要这个身体 多住几天 佛菩萨需要这个身体 多住几天 多住几天 干什么 弘法立身 给众生做一个了 生死 出三界的好样子 如此而已 若是自己 毫无理由再多住一天 没有理由了 完全是为众生 为佛法 这叫随缘 不是攀缘 舍法之极为菩萨 不但是 见法不执着 佛法也不执着 那你就是菩萨 世间法舍掉了 还执着佛法 还是不行 你那个心还不清净 舍苏婆极生极乐净土 你要想到极乐世界去清净阿弥陀佛 苏婆世界要舍掉 苏婆这是讲苏婆的六道 苏婆的大千世界 有一丝毫的贪念 西方极乐世界就去不了 必须毫无牵挂 真的舍得干干净净 日用寻常之中 一切随缘 纵然是自行化它 也是水月道场 梦中佛事 这样才真正做到丝毫牵挂都没有 这才能深净土 才能够清净阿弥陀佛 并舍一舍 舍到最后没有了 连舍也舍掉了 没得舍了 那就成佛了 圆满菩提 由此可知 只要一面行去 一面不放在心里 即两边不着已 这是把布施波罗密 把菩萨六度万行 具体教给我们 教我们落实在生活当中 如何像诸佛菩萨一样的行法 这才叫真正的学佛 学佛的生活 学佛的行持 不是在文字里面学 不是在言语里面学 在日常生活当中学 一面行去 行什么 有这个身哪有不行 像释迦牟尼佛表现 早晨起来穿衣服 脱波 吃饭 这是行 我们早晨起来穿衣服 这都是行 在家里面做家事 上班的时候你去做工 样样都在行 这就叫一面行去 我们是天天这样行 佛菩萨天天也是这么行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佛菩萨不放在心里 心里面干干净净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我们凡夫有分别 有执着 不一样就在此地 我们学佛菩萨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学一个不分别 不执着 一切时 一切处 一切静缘之中 静是物质环境 缘是人事环境 学一个不起心 不动念 跟大家应酬的时候 学随缘 不攀缘 随缘就是自己不起心 不动念 我这个行相随缘 心里头如如不动 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这叫学佛 己两边不着 因为有行 不着空 心地干净 一尘不染 不着有 空有两边不着 处事 你办事 你工作 你每天去做工 每天都有你自己需要做的事情 处事就是你去做事 不妨碍 做什么事情都不妨碍 各行各业 男女老少 什么事都不妨碍 带人 与别人往来应酬 接物 处理一切物质上的事情 你能够像佛菩萨一样心地清净 亦丝毫不沾染 你无论办什么事 必然工而无私 国而妄家 这就是在社会上地义等人物 也是我们前面一再讲的 给社会 给大众做一个好样子 我们所做所为都是利益众生 利益社会 利益国家的 为什么 没有私心 没有我 没有贪甜吃了 可知不失一法 包括一切 不失这一法 一切世间法 包括在其中 一切佛法也在其中 你要问大臣佛法修什么 不失而已 所以大善知识叫人看破 放下 放下就是不失 看破是般若 般若是智慧 智慧开了 看破了 看破当然放下了 看破没有不肯放下的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十三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一月三 请先开经本第二十八页 十三 指示 所谓不住色不失 不住身相畏触法不失 在前面世尊告诉菩萨 也就是修学大臣者 与法 应摩所住 行于不失 这一句是讲了一个大原则 今天我们念的这两句 略为具体一点 为我们指示出来 相色 身 相 畏触 法 其实说这六桩事情 已经是将外面境界上 全部都说尽了 色 是眼根所对的 身是耳根所对的 也就我们眼功能的范围 统统叫做色 你所能够见得到的 譬如在夜暗当中 见不到那个黑暗也是色 色里面有明 有暗 有显色 有不显的无表色 这里面的范围 包括的非常广大 耳所听的是音声 用一个声做代表 鼻所闻的 用一个香 字做代表 舌长的 用一个胃 做代表 身体所接触的 包括寒暑 我们感觉的很热 感觉的很冷 这都是 处 都是用这个字来做代表 法 里面的意思就更广泛 包括我们 起心动念 也就是念头涵盖的范围 用这一个法字来代表 不失 是放下 是舍 所以这一句里面 实际上就是说 外面的境界统统要放下 一 举 色 等六成 射尽一切法 成有众多意 有染污意 亦有瞻惹 即为所污 举色等六成 这六个字在佛经里面 叫做六成 我们六根起作用 总不出这六大类 为什么叫做成 成是染污的意思 像桌椅如果一天不把它擦干净 就有灰尘污染 佛用这个来做比喻 这六样东西能污染我们的清净心 污染我们的本性 所以把它比喻做成 射尽一切法 它这个范围非常非常广大 是初世间一切法 都包括在其中 成有众多意 有染污意 亦有瞻惹 即为所污 这个瞻惹就是执着 分别 执着 亦有分别 执着 就被它污染了 如果对六成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它不爱是 它对于清净心 对于真如本性 都没有妨碍 二 不住 即不执着 亦无所住 方位波罗密 其实是尊不但是二十二年讲的般若 乃至于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甚至于说十方三是一切诸佛如来 为九法界众生说无量无边的法门 也不出 无助 两个字 这两个字 我们要深深明了 它的意趣 它的意义 只去 要认真去修学 能得到就叫做佛菩萨 由此可知 佛菩萨跟凡夫差别在哪里 佛菩萨在一切境界当中 他无助 除佛之外 九法界都叫有情众生 也就是说对于静缘还是有助 不过助的程度上有浅深不同 凡夫深重的执着 深闻那个执着比我们要浅 要薄 菩萨的执着就更为薄 他还是有 我们常讲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名 他为什么有 有就是他有执着 其他的都不执着 都放下了 还有一品身相无名 他还没有放下 所以他是等觉菩萨 他不能称为如来 道理就在此地 一无所住 就成佛了 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名 没破 就是他还有所住 真的到一无所住 菩萨蜜就圆满 功德圆满了 三 财师即前五臣 法师即法臣 皆是原身之法 当体即空 又何必住 财师即前五臣 这是蒋布施 财布施 有内财 有外财 这一段里面含的意思非常之深 要细细的去体会 要细细的去体会 佛叫我们不失 教我们放下 我们知道了 我们懂了 我们也很认真来学了 如果你心里面还有念头 我学佛了 我听佛的教会 我每天都在修不失 我有财不失 有法不失 你这个念头还没断 你还没舍掉 换句话说 你虽不失 你住相 住相不失 不是佛的意思 不是佛教导我们的 佛教给我们 应魔所住 而行不失 要紧的是不住相 为什么不能住相 佛把这个道理 为我们说清楚了 我们才知道 不住相的所以然 因为一切法事 原生之法 我们修一切不失 也是原生之法 原生性空 当体即空 你住就错了 不住就对了 这是事实的真相 所以佛说法 都是依据事实真相 为我们说明的 不是随便说的 也不是佛的意思 完全依据事实真相 底下这一段是总结 这一段经文的总结 十四 结成 须菩提 菩萨应如是不失 不住于想 金刚经 上 讲 不住 这个意思 重负许多遍 句句都在提醒我们 这是佛的真实慈悲 实在是因为我们凡夫 助相执着这个病根深蒂固 可以讲是太深太深了 绝不是几句话能够真正提醒我们 真正叫我们觉悟 那是不可能的 虽然在听讲的时候一时觉悟 听完之后一出门 又迷惑了 老毛病又现前 这才晓得习气之深 回头之难 劳累世尊四十九年不断在提醒 我们对佛的恩德 从这个地方多少能够体会到一些 一 华言 分舍为多种 最后说究竟舍 虚心中些为不着 不落二边 方位究竟 舍就是不失 要义无所住 那才是波罗蜜 才是究竟圆满 华言经 因为经文长 所以讲这些事情讲得很多 举的例子也很多 理事都讲得很透彻 二 应摩所住 视不住法相 行于不失 视不住非法相 学佛者 六成故不可住 然若断灭 即不能渡众生 众生正住六成境界 故应从此处渡知 应摩所住 视不住法相 这个地方的 法 是广义的 包括非法相 非法相也是法 法与非法统统都不能住 行于不失 视不住非法相 学佛者 六成故不可住 六成是外面境界 然若断灭 即不能渡众生 断灭就是底下讲的非法相 断灭是空 这一切六成不要 统统把它空掉了 行不行 不行 在世上讲 空掉了就不能渡众生 诸位要知道 不能渡众生 这个众生包括自己 也许说不渡身 不要紧 与我无关 只要我得渡就行了 哪里晓得 众生里头 第一个就包括你自己 你自己就是众生 所以不能渡自己 也不能渡别人 这就是说六成的事项是要的 不能执着 执着就错了 众生正住六成境界 故应从此处渡之 首先要渡自己 如何渡法 不住 不住就渡了 譬如我们眼见色 如果我们在色相上分别 执着 这就住了 这个色染污我们的清净心 这是凡夫 这不是佛菩萨 佛菩萨怎样 我们要怎样跟他学 佛菩萨眼也见色 但是他不分别 不执着 色不染污 他的清净心 与他的清净心毫无关设 没有关系 没有交涉 那他旧的度 也跟在色尘里面的度了 同样一个道理 耳听阴声 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阴声也不能染污清净心 阴声与清净心也没有交涉 耳根在阴声里面的度了 其余珠根 亦附如是 这叫做度众生 这叫做的度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你自己有没有的度 时时刻刻关照自己 我们六根在六成境界里面 从早到晚起这些作用 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经的度了 真正的度了 清净心线前 到这个时候 这六样东西就不叫六成 为什么 成是染污清净心 他不能染污清净心了 那这六样东西叫什么 叫六性 眼见色性 耳闻声性 乃至于一支法性 禅宗里面说的明星见性 这就见了性 性在哪里 色 身 香 味 处 法 所以古德开悟的时候 求老师印证 老师往往问他 在哪里 他在地上粘一把小草 或拿一个小石头 比一比 就是这个 对不对 对的 一点都没错 只要不分别 不执着 这六成都是真如本性的相分 这个事情如果诸位听了 还不能够体会的话 我们再举一个比喻说 譬如做梦 梦中有境界 做梦当然有自己 不可能你做一个梦 梦中没有自己 这是决定不可能的事情 梦中第一个有自己 还有别人 也有山和大地 梦从哪里来的 梦就是你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境界 整个梦中的境界 就是你的心变现的 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是觉悟了 你反问自己 我的心在哪里 整个梦境就是你的心 要问心是什么样子 那你在梦中随便捏一物都可以代表 那就是心的样子 所谓是全忘即真 忘是什么 梦中境界是虚忘的 整个梦中的境界 虚忘的境界 就是你的心 全真即忘 心在哪里 真心变成了虚忘的境界 真忘不二 虚忘的境界就是真心 真心就是虚忘的境界 真忘是一不是二 这就是诸佛菩萨的境界 我们在这个境界里迷了 把真 忘分做两桩事情 真不是忘 忘不是真 不晓得它是一桩事情 虚忘境界里面 我不是它 它不是我 不断的辗转在分别 执着 越分别越多 越执着越严重 并更是这样发生的 这样发展的 无始劫来一直到今天 我们迷在忘境之中 不知道事实真相 所以处处执着 牵肠挂肚 永远放不下 这亏吃大了 放不下造成了六道轮回的现象 所以六道轮回那真的是自作自受 本来没有 就是妄想 分别 执着变现出来的 佛教给我们破迷开悟 从虚妄当中超越出来 金刚般若的方法非常巧妙 教给我们就在世相当中 恢复自己的本性 恢复自己本来面目 用什么方法 补助 诸位要晓得 补助不是没有受用 补助的受用才叫真受用 为什么 没有副作用 我们助相受用 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如果不助相 受用就跟诸佛如来的受用完全相同 你彻底明了事实真相 就像佛在经上讲 大做梦中佛是 自己知道自己在做梦 梦中一切境界可以享受 怎么不能享受 千万不要执着 执着自身烦恼 自找轮回 那才叫真正的错了 所以悟了之后 决定与信德相应 不但度自己也度了别人 三 修行本指示不住 下手又不能灭境 如念佛 观想佛像 色敬也 天乐水鸟 身敬也 莲花相结 相敬也 饭食精行 未敬也 但受诸乐 处敬也 意念弥陀 法敬也 顾不住 二字须认清 绝非断灭 断灭即空 亦即非法 不失设一切法相 亦设非法相 修行本指示不住 修行总纲领 总原则就是不住 不住就是不执着 说实在话 分别还不要紧 就怕执着 分别的过失浅 执着的过失重 执着有六道轮回 执着没有了 单有分别 六道超越了 阿罗汉 菩萨 有分别 没有执着 所以叫做四圣法界 有分别 有执着是六反法界 下手又不能灭境 不能离开境界 六成境界不能离开 如念佛 这举一个例子 观想佛像 色敬也 今天我们修念佛法门 许多同修来告诉我 念了几年 心还是定不下来 妄想 杂念还是那么多 功夫不得力 有没有方法帮助我们一把 行 观想是个好方法 我们念佛看佛像 念阿弥陀佛 看阿弥陀佛的佛像 这里面有观想 有观想 这个地方讲观想 观想佛像 我们塑造一尊佛像 或者是彩画的佛像都行 我平常也贡献给诸位同修 选择我们最喜欢的佛像 因为你最喜欢的 就与自己有缘 有缘成就比较容易 我喜欢这尊佛像 我供养他 我常常看他 常常想他 因为你常常看就不看别的 常常想就不打妄想了 这是很好的方法 对于初学来讲 能帮很大的忙 这是色境 天乐水鸟 深境也 修净土的人 一般读 弥陀经 的人比较多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讲的都很详细 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 世尊在经上给我们描绘着 西方世界天乐银空 水鸟说法 我们读经想这个境界 放下经本 我们看到水 就想到西方世界的水会往上面流 流水的阴声会说法 我们看到小鸟飞 想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变化 所作这些情鸟 都能够说法 我们想听什么法门 他就为我们宣说什么法门 这是深境 莲花相结 相敬也 饭食精行 未敬也 但受诸乐 处敬也 意念弥陀 法敬也 可见得静宗的修学 六成境界全都用上 一样也没有把他舍弃 一样都没有把他断灭 样样都用上 静宗跟其他法门不一样 其他法门一定要做到不住才能成就 这个成就就是超越六道轮回 如果不能超越六道轮回 纵然你有甚深的禅定 都不能算成就 这是我们同修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 为什么 实在讲我们每一个人 无量节到今天没出轮回 我们绝不是这一生才修行 这一生才闻到佛法 不是的 要查查我们修行的经历 无量节之前 我们就闻到佛法 就在修行了 生生世世 这中间曾经供养无量 无边诸佛如来 所以善根 福德 因缘无比的深厚 到今天还落到如此地步 成就在哪里 这就是说明 不出轮回 来生来世 顶多还跟现在一样 这个问题严重 明了事实真相 我们才知道非超越不可 有没有办法超越 有 静踪这个方法 叫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超越 好处在此地 所以这个法门 一切诸佛都赞叹 诸佛为什么赞叹 诸佛希望我们早一天超越六道轮回 早一天得到成就 不住二字须认清 绝非断灭 不是舍弃这些境界 就在境界里面去修行 就在境界里面去超越 方法就是不执着就超越了 我们一般常说 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这就超越了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心上没有这个东西 为什么没有 它本来没有 断灭即空 亦即非法 不诗舍一切法相 亦舍非法相 我们讲不诗 讲舍 一切法我们要舍 要不执着 非法也不能够执着 也要舍 非法是空 法相是有 空有都要舍 这叫两边都不执着 两边都舍 是这个意思 四 修行不得受用 不外二病 一不得恶药 二道理不明 离修说性 则空谈 离性而修 则盲境 这一条也很要紧 也是我们迫切 需要知道的 正是说的 我们自己的毛病 我们修行 为什么不得受用 我们先要了解 修行怎样才叫的受用 受用什么 这个不能不清楚 修行最要紧的 清静心 第一 我们的心有没有清静 果然妄念少了 烦恼少了 忧虑牵挂少了 你就得受用 你的心清静 心清静一定智慧增长 烦恼清 智慧长 这是受用 烦恼清 智慧长了 这是说你里面的 里面一定会表现在外面 表里是一致的 外面怎么样 看向算命的都会说 相随心转 现在人时髦化叫改变体质 你的体质改变了 心清静了 生理一切的组织恢复到正常 正常就是没毛病 所以诸位要晓得 我们身体常常有病痛 所有一切病痛都是从妄想 分别 执着 烦恼里面生的 这是病根 修行人的受用就是这病根拿掉了 没有了 所以他的生理恢复正常 恢复到自然 今天科学家说我们现在地球病了 地球怎么病了 自然生态被破坏了 不自然 不平衡了 所以常有许许多多的自然灾害 我们身体是一个小型的宇宙 这个宇宙里面的复杂状况 跟太空 太虚空 大宇宙一模一样 不要看这个小身体 就是大宇宙的缩小 大宇宙怎么复杂 我们身体里面小宇宙同样复杂 真的是不增不减 我们今天晓得大的环境里面 自然生态破坏 后果严重不堪设想 你就晓得 我们自己的烦恼 忧虑 牵挂 破坏我们自己生理的组织 让它也不平衡了 那个后果也是严重不堪设想 这就是你要得病 严重的病 命就保不住了 一样道理 真正你修行的受用 心清静 身体健康 法系充满 一般人的生活 活得很苦 学佛的受用 生活很快乐 无论什么环境 你的环境好很快乐 物质环境不好也很快乐 确实是法系充满 换句话说 与我们物质环境不相干 再贫穷他也快乐 我们读儒家的书 孔老夫子有一个学生严回 家境清寒 贫苦 吃饭一个饭碗都没有 喝水连茶杯都没有 你看夫子说的 他喝水用瓢 咬水的瓢 一瓢饮 吃饭用竹子编的篓子 一单食 一瓢饮 别的人过这个生活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严回快乐的不得了 什么原因 他修行的受用 身心清净 对于人生 人生是自己 宇宙是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他不迷 不邪 不染 他怎么不快乐 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的 我们学佛 不是求佛菩萨保佑我们升官发财 不是 那个错了 升官发财 不能断你的烦恼 不能破你的执着 那有什么用处 地位再高 财富再多 你的心态 你的生理一样被破坏 一样要受痛苦 那个富贵没有用处 不能解决问题 这是说真实话 富贵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唯有不住相 能解决我们真正的问题 能带给我们这一生真实的幸福 不得受用 不外二病 这是将居是他老人家说的 一不得二要 也就是说你修行不如法 你不懂的方法 二道理不明 理论不清楚 这也就是平常讲的 你的修行不如理 不如法 如理如法的修行 一定得受用 而且的受用还非常快 非常明显 离修说性则空谈 离性而修则盲境 性是讲的理 修是讲的是 要用本经世尊的话来说 性就是不住 修就是不失 修在世上讲的 离修说性 我不肯在世上做 单单讲理论 诸位要晓得 这个理论会落空 所谓是弹玄说妙 无济于事 讲得再好 你自己不得受用 换句话说 你的业障消不了 你的烦恼断不了 你的生死不能解决 空洞的理论没有用处 离性而修 在世相上肯修 不明道理 也就是讲这相而修 尽是进步 这相去修 盲尽 盲目在走 虽有进步 他依旧迷惑颠倒 所修的只是福报而已 所谓是六道里面的福报 修的有漏的福报 不能出三界 不能了生死 所以叫他做盲境 由此可知 理一定要明了 世上一定要认真去做 这样才能够解决问题 五 发大愿行大行 方能入佛门 前云 降伏即发大愿 此云 行于不失即行大行 必摸所住行于不失 方式大行 一般的同修 尤其是初学的同修们 一看到经上讲的大愿 大行 他就莫名其妙 什么叫大 我发的这个愿够不够大 我修的这个行大不大 大的标准到底在哪里 这要是搞不清楚 就是前面讲的盲境 纵然认真努力在修行 自己以为是精进 其实是盲境 什么叫做大 给诸位说 无助就大 不执着就大 你要问为什么 你想想看 你一有分别就有界限 就画圈圈了 一有执着这个圈圈就牢固 就不大了 离开分别 执着就大了 没有界限了 那个大事这个意思 大愿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度众生 要度无量 无边 无数众生 尽虚空 便法界 这就大了 真能做得到吗 真做到 现在就做到 没有分别 执着 就做到了 起一点点分别 执着 小了 就做不到 口里说发大愿 我要像佛一样 灭度无量 无边 无数众生 实际上自己有分别 有执着 心量很宅小 那个不是大愿 离相 离一切相 愿就大 一切不执着 行就大了 什么行 释迦牟尼佛在此的表现 给我们看的 穿衣 没有分别 执着 大行 普度一切众生 做出这个样子 叫一切众生看 给一切众生做示范 不要分别 不要执着 吃饭也没有分别 执着 吃饭是大行 修大行 你以为大愿 大行是什么 就是这个 由此可知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 你要明道理 你要得法 桩桩渐渐都是大愿 大行 诸佛如来之行 法身大事之行 就在此的 这个道理不能不明 不明你的修行 无下手之处 这也是我们在前面 不断的提醒 同修们 必须念念都要想着 我们要为一切众生 做一个好样子 好样子 世上固然重要 理上更重要 理是实质 事是外表 实质重于外表 实质是什么 实质就是不分别 不执着 这个真的是大愿 大行 这就是入佛门了 入大臣之门 前云 降伏即发大愿 此云 行于不施即行大行 不施是舍 是放下 把一切分别放下 把一切执着放下 这叫真的放下了 闭魔所住行于不施 方式大行 这个话的一丝细心去体会 这句话里面意义声广 无量无边 无限的声广 包括我们起心动念 一切的行为 都在其中 六 能不执着即大智 行于不施即大悲 悲至愿行无不大 方式菩萨摩赫萨 小成人对于世间法不执着了 对于佛法还执着 所以他没有大智 大臣菩萨不但我踏破了 不执着了 于一切法也不执着了 法执也放下 这叫做大菩萨 大智慧 行于不施 在世上说 就是我们一举一动 一切的作为 都给众生做一个好榜样 这是大悲 这样度众生跟诸佛如来 没有两样 言教 说法是言教 身体做出来的是身教 念念要帮助一切众生 是一教 身与一三叶都在那里 教化众生 度托一切众生 这跟诸佛如来 有什么两样 我们学佛要在这些地方学习 悲至愿行无不大 样样都大 这不但是菩萨 大菩萨 大菩萨我们称为摩赫萨 摩赫萨是梵语 摩赫是大的意思 大菩萨 世尊说 金刚经的对象 就是大菩萨 为大菩萨所说的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人 凡夫 如果我们念头一转过来 想学菩萨 依照金刚经 上所讲的原则真的去做 那就恭喜你 你不但是菩萨 你已经是大菩萨 虽然你还没见性 但是你的的确 却走的是大菩萨走的路径 这个是没错的 七发心要广大 非广大不能化我见 修行则要细密 先观一切众生是原生 同体 本计 知自己习气之众 而前一知 方能修行 修行先除病根 此佛说行于不失之今一也 发心要广大 非广大不能化我见 心量越大 我直自然就化解 我直不要破 自己就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 心量大 心量狭小 那就是坚固的执着 那才叫做真正的病根 佛这个方法是把我们的毛病 习气 从根拔除 修行则要细密 要细心 要绵绵密密 先观一切众生是原生 同体 本计 能这样去想 这样去观察 这是智慧 是大智慧 观察外面境界比较容易 人要反省 找自己的毛病 不太容易 这很难 想想自己没有毛病 找不到 看别人的时候都是毛病 看别人的毛病 再回来反省自己 那就容易多了 不看别人 单找自己 找不到 佛教给我们这个方法 观察外面境界 然后回来反省自己 教给我们用这个方法 知自己习气之重 而前一知 方能修行 修行先除病根 此佛说行于不失之经 以 班若经上交给我们的 的确却是从根本修 不从之业 知之业业太难了 太烦 太琐碎了 直结了当从根本修 之业上修 从是上修 是之业上修 从理上修 还算是比之业强一点 还不是根本 从心性上修 那才是根本 金刚经 是直结了 当教我们从心性上去修 虽然说的是 虽然说得尽 到后来都归到心性上 决定是以心性做主 但是一定要先知道 自己习气之重 怎么知道 常常想着 佛在大成经上说 一切众生无量节来 我们不想别的 只想佛说 我们曾经供养 无量无边诸佛如来 你只想这个 这个话 无量寿经 上讲得很详细 金刚经 上也讲得很明显 这不是假的 多生多节 这个因缘 我们都错过了 佛不是不慈悲 不是不教导 我们 我们怎样错过了 因缘 没放下 虽然跟着佛学 依旧执着 依旧分别 这就是习气之重 这是根本的习气 要在根本上着手 这一生因为过去 身中的善根 福德 我们这个殊胜的因缘 又现前 绝非偶然 一定要珍重 一定要重视 这才能潜移 才能够修行 修行先除病根 病根就是在分别 执着 所以 佛教给我们无助 不失要放下 要舍 佛说法的真正的用意 在此的 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 八 无人事事依照佛说去行 心中却亦无其事 方式不住法相 心中虽无其事 依旧精进去行 方式不住非法相 无人事事依照佛说去行 照佛讲的方法去行 就是而行不失 心中却亦无其事 方式不住法相 心中虽无其事 依旧精进去行 方式不住非法相 金刚经 上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 这几句已经说得很透彻 很清楚 佛教给我们的应当要做的 同学们当中有不少念过 无量寿经 第32品到第37品 这六品经里面所说的就是五戒十善 佛讲的很详细 事理 因果都说到了 说得好 哪些我们要断的 哪些我们要修的 要做的 不能不知道 不能不认真去做 这都是讲的事 非常具体 而在行法的大根大本 无过于 观经 上讲的三福 世尊说得很好 这三条事 三是诸佛 敬业正因 敬业就是清静心 如何能够在世修上的清静 还是 金刚经 上讲的原理 应摩锁住 而身其心 也就是此的讲的 心中虽无其事 依旧精进去行 这才是 三福里面第一条 孝养父母 不仅是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之身 许多畜生都会养父母 人为万物之灵 除养父母之身之外 养父母之智 养父母之心 这个重要 养父母什么心 清静心 欢喜心 让他一生当中没有忧虑 没有烦恼 生活过得欢欢喜喜 这样是不是就能尽孝了 没有 一定要帮助父母 了生死出轮回 不要再搞生死轮回 那才行 这个事情太大了 这不是我能办得到的 其实不然 你可以做得到 劝父母念佛求生净土 父母真的往生极乐世界了 你才算是尽了孝道 孝养父母算是你有了成就 你要是没有把父母真的送到西方极乐世界 孝养父母没做到 这是真的 第二 我自己这一生当中 决定要脱离三界 决定要超越轮回 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我自己做不到 不笑 我父母希望我也脱离轮回 他到西方 你怎么还在轮回当中 你这怎么能算笑 你才晓得 你要真正懂得笑道 那个人怎么不做好人 怎么他不做菩萨 他一定要做好人 要做菩萨 他才算是尽孝 他要不做好人 要不做菩萨 他就不笑 所以笑这一个字 不可思议 在佛法里面讲 可以说这一个字是整个佛法的大总持法门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整个佛法 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三福第一句 根据孝养父母 就是建立在孝道基础上 菩萨界 大臣界 孝名为界 世尊讲得这么清楚 什么是菩萨界 孝就是菩萨界 菩萨的界条都是根据孝道建立的 我们要问 什么人把这个孝字做得圆满 成佛 成佛才做得圆满 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香无名霉段 父母看起来还有忧虑 你还有一品无名霉段 还让父母忧心 你还是不笑 成了佛 父母没话说了 一点忧虑都没有了 笑到才做到圆满 所以诸位要晓得 这是佛教给我们的 我们要想做佛的学生 你要不依教奉行 那哪里是佛弟子 在孝道上讲 样样都做得圆满 样样都做得没有遗憾 自己做人品得要紧 生活不必求奢侈 也不必求丰厚 能过得去就行了 职业一定要震荡 不能够做伤天害理之事 譬如说佛法里面讲杀身的事业决定不做 纵然赚钱 但是你要晓得 你要残害多少生命 违背理的事情 妨害众生的事业决定不做 这是选择职业不可以不顾虑的 不能不知道的 在家庭当中 一家要和睦 我们举很简单的 现在这个社会上 我们所看到的夫妻不和 父母忧虑操心 不笑 兄弟不和 不笑 如果你家族大 还有表兄弟 堂兄弟 家庭不和 不笑 朋友无性 不笑 你踏进社会 无论是工甲机构 私人公司 办事不利 不笑 不能处众 不笑 不敬你的上司 不笑 你看这一个字 是初世间法 全部都包括在其中 你在学校念书成绩不好 不笑 身体不好 不笑 哪一桩事情 最后都归结到 笑到 谁来教 笑 老师 所以老师的恩德 跟父母是一样大 父母 小孩 小孩好 长大 你就不能教了 你要对我孝顺 说不出口 谁说 老师说 第三者叫 老师对学生 也不能要求 你是我的学生 你应该尊师重道 这个话也说不出口 谁教 父母教 父母教儿女要尊敬老师 尊师重道 老师教学生要孝顺父母 所以那一个小孩是两方面把他教成的 现在这个社会麻烦了 老师不教校 父母不教尊师重道 你说那怎么办 这天下怎么不乱 佛门里头要不从这上认真着手去修行 佛道就衰微了 佛法不但不能跟佛注视那个时候相比 跟古时候的佛教也比不少 原因在哪里 教育丧失掉了 连孝字都不认识了 这才是严重的问题 中国的文字 我常说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里都没有的 我们的祖先造这些文字 高度的智慧 教导后世的子孙 文字是符号 符号里面充满了智慧 这个孝字是会议 教你看到这个符号 体会其中的道理 上面是老 下面是子 合起来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明 上一代跟底下一代是一体的 不能分 上一代还有上一代 过去无始 下一代还有下一代 未来无中 无始无中是一个整体 这是孝的意义 所以我们中国人在外国还有一些过年的时候记祖先 外国人感觉到奇怪 祖先几百年 几千年了 你根本认都不认识 你为什么还要纪念他 这是孝道 这就是要念者是一个整体 这就是要念者是一个整体 诸位想想 古代元祖我们还念念不忘 还要纪念他 眼前父母哪有不孝顺的道理 夫子所谓 圣中追远 明德归后 你能够纪念元祖 现前这个父母尊长 一定是尊敬 一定是孝顺 你能够纪念孔子 这是古代的老师 你对他都尊敬 对他都纪念 现在教导你的老师 你怎么会忘掉 不可能的 你会念者老师的恩德 会记住老师的教会 会认真去做 这是孝养父母 奉是师长 中国儒家 道家 可以说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学术 都是建立在孝道 师道的基础上 佛法传道中国 为什么被中国朝野这样热烈的接受 欢迎 正因为佛法也是建立在孝道 师道的基础上 而比我们中国古圣先贤 讲得更详细 更明白 我们中国老祖宗 留下来这些典籍 我们展开来读一读 他只讲的刚领 原理 原则 没有佛经讲的那么细密 两个合起来 真的是相辅相成 从这个基础上 把我们的心量扩大 孝字就是尽虚空 变法界 心量就扩大了 从这里面生慈悲心 这个慈悲 佛法里面讲大词大悲 为什么 没有分别 没有界限 知道尽虚空 变法界是一体 过去无始 未来无中 是一个整体 佛法里面讲述穷三计 横变十方 这是一个自信 从这里面生起慈悲 慈心不杀 不杀 举一条式来说明 慈心是从心上讲的 从理上讲的 不杀是从事上讲的 有理有事 修实善业 实善 理事具体 为我们说出来了 这是第一符 四句 从这个基础上 在建立佛法 佛法是超越世间 第二符 三句 受持三规 具足重界 不犯威瑜 这三句 就是我在此的常常讲的 为一切众生 做一个好榜样 三句话 总而言之 就是这一个意思 然后再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臣 劝进行者 佛的大愿大行 这样建立的 这样圆满的 这就是我们应当事事 依照佛说去行 这是佛给我们讲的根本法 九 静与心 法与非法 对待之见未旺 尚未能出世间 故出世法 必须离开分别心 转凡夫观念 正信需要无念 心中若有 无念 二字 人是有念 必并无念之念亦无 静与心 法与非法 对待之见未旺 尚未能出世间 对待旧事相对的 静跟心相对的 法跟非法相对的 像 心经 里面讲的 我们人一般把色跟空相对 本经里面四相也都是相对建立的 我跟人相对 人跟众生相对 只要这个观念还存在 还没有忘掉 就不能超越世间 诸位想想 这个道理在哪里 因为他还有分别 还有执着 所有一切相对的 都是从分别 执着里面产生的 离开分别 执着 相对就没有了 才是一个整体 离开一切分别 执着 诸位要知道 法界原本是一真 一真法界 才有分别执着 一真法界就变成了十法界 我们的执着特别重 落在十法界里面的六道里 十法界分染 近 四甚是清净法界 六道是污染的法界 我们的执着非常非常的严重 堕落在六道轮回 这是未能出世间 不能超越六道轮回 顾出世法 必须离开分别心 真正想在这一生脱离生死轮回 脱离生死苦海 你要常常提高警觉 不分别 分别心才起 就知道错了 我又搞轮回业了 天天在做轮回业 怎么能出得了轮回 那怎么办 分别的念头才起 执着这个意念才动 立刻警觉到 高度的警觉心 他警觉到了 念头马上转过来 阿弥陀佛 一句阿弥陀佛 把这个念头换掉 给诸位说 这叫真功夫 古德常讲 不怕念起 只怕绝持 那个分别 执着念头起来不怕 怕的是你能不能 第二念就把它换成 阿弥陀佛 只要你真的能换成 阿弥陀佛 这叫功夫德利 那就管用了 所以第一个觉悟 就是觉悟生死轮回 可怕 我决定不干这个事情了 不但是我来生不干 诸位要晓得 现在就不干 现在有分别 执着 现在你就做轮回业 我现在没有分别 执着 我现在就不做轮回业了 所以不要说 我来生不干 我来生不干 还是继续要干 你自己做不了主 由不得你 真的来生不干的人 现在就不干 那才可以说他来生 再不干了 现在就不干 这个要紧 转凡夫观念 什么叫凡夫观念 就是一味的分别 执着 在此的 已经不给你讲贪甜吃 不给你讲五欲六成 那是支支叶叶 给你讲不分别 不执着 这是根本 人离一切分别 执着了 那还谈什么贪甜吃 还谈什么五欲六成 那都不要谈了 那些是支叶 这是根本 像一棵树一样 要砍树连根 把它拔掉 那个支叶还管它 不必管它了 从根本上下手 念佛这个方法非常有效 就是用一句阿弥陀佛 把它转过来 把它换过来 观照就观照这个 修行就修这个 用功就用这个 就成了 实际上说 这是 华言经 地上菩萨用功的方法 我们读 华言 看到了 时的菩萨始终不离念佛 就这个办法 时的菩萨是从初第 二第 一直到等觉 一共有十一个位次 他们用什么方法 就是用这个 世尊在班若会上 把这个方法传授给我们 华言经 上常说的 行步不爱圆融 圆融不爱行步 这是 华言经 上的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说明了地上菩萨用功 那个方法 我们初学的人也能用 等觉 菩萨用功的方法 这个初学的方法 他也用得上 譬如佛教给我们初学 校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 修实善业 等觉 菩萨还是要学 还是不能够离开 这就是讲 这就是讲圆融当中有次第 次第里头有圆融 跟我们世间教学不一样 世间教学只有次第没有圆融 大学生不会念小学课本 小学生也不能念大学课本 佛法里头不一样 他里面有次第有圆融 要转凡夫观念 先要认识什么叫凡夫观念 正性需要无念 正性就是明心见性 我们一般讲得到 正果 成佛 都是这个意思 需要无念 心中若有 无念 二字 人是有念 无念 什么念头都没有了 你是不是真的无念了 不是 你还有念 因为你觉得你现在无念 你还分别无念 你还执着无念 你还有一念 有一个无念 那还不行 无念这个念头也没有 那才叫真无念 无念 诸位要知道 这个意思的确很难体会 是无妄念 不是没有正念 我们现在的凡夫叫颠倒 哪个地方颠倒了 我们现在有妄念 磨正念 这叫颠倒了 诸佛菩萨有正念 无妄念 我们要问 什么叫正念 什么叫妄念 譬如 佛在 观无量寿佛经 教给我们三福 校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一直到 劝进行者 这时一句 这是正念 佛在此的教给我们 要行于不失 这是正念 如果这里面 再加上分别 执着 就变成妄念了 你们明不明白了 无妄念 就是没有分别念 没有执着念 不是连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这个念 利益众生 这个念都没有了 那还得了吗 那就变成魔 不是佛了 那还有什么慈悲 正念跟妄念 要清楚 佛纵然是大慈大悲 孝亲尊师 利益一切众生 天天在做 从来没有放松过 认真努力的在做 但是心里面干干净净 决定没有一丝毫的分别 执着 那个念就叫正念 如果做这些事情 有分别 有执着 不叫正念 正是没错 跟佛菩萨讲的没错 里头掺杂着忘 分别 执着是忘 那就不叫纯真 是世间的一个好人 不能出世间 因为有分别 有执着 尚未能出世间 他是三界六道里面的好人 好事 不能出三界 他里头带着忘 带着忘就不能叫真 佛法里头常有比喻 比喻 比喻 提狐 古时代食品里面最好的是提狐 提狐是奶制品里面精炼提炼出来的 佛在经上常讲 奶经过提炼就是烙 烙在提炼就变成酥 酥里头有生酥 熟酥 然后在提炼就是提狐 所以提狐是奶品里面最好的食品 佛常常用这个来做比喻 提狐里面要是掺杂一点毒药 整个提狐都变成毒药 一丝毫都掺杂不得 佛法掺杂一点分别 执着在里面 所有的佛法都变成世间法了 那就是说 哪一法是佛法 一法都不是 因为你里面掺杂分别 执着 就都不是了 如果我们心地清净 亦丝毫的分别 执着都没有 给诸位说 所有一切世间法都是佛法 哪一法不是佛法 这你就懂得 佛法跟释法差别在哪里 一个有执着 一个没有执着 在 金刚经 上完全显露出来 释迦牟尼佛穿衣是佛法 持播 吃饭是佛法 走路是佛法 没有一样不是佛法 哪一法不是佛法 为什么是佛法 释迦牟尼佛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法法皆是 我们有分别 有执着 今天在这里念的 金刚班若波罗密经 不是佛法 是间法了 诸位要懂的这一个真正的道理 是法 佛法不是在外头分 在念头里头分 转凡夫观念重要 这一转就是佛菩萨的观念 也就是转一切法 成佛法 这个不可思议 在一念之间 看我们能不能转得过来 所以无念的分别都没有 执着都没有 如果自己修定 定功即身 所有一切妄念都没有了 他很欢喜 一个妄念都没有了 其实他还有一个妄念 我一个妄念都没有了 我什么都不想了 他也了不起 他升天 升到四禅教 无想天 他分别无想 执着无想 他到无想天去了 还在六道轮回之中 还出不了三界 那个维系的念头 维系的分别 执着都要不得 还是有念 必并无念之念 亦无 这才成功 你的心才真干净 那个时候 你的清静心现前 清静心里头智慧现前 才照见一切法 心经 上讲的 照见五蕴皆空 照见五蕴 世事 皆空 世理 世体 对于一切法的相 体 相 作用没有一样不清楚 没有一样不明白 什么能力 分别 执着统统没有了 可见得这个能力 不是从外面来的 不是修的的 是我们自己真心 本性里面本来有的能力 这个能力现前了 恢复了 如此而已 我们现在的状况 是这些能力被障碍了 并没有失掉 自信本具的德能 怎么会失掉 没有失掉 没有失掉 佛经上常讲失掉了 那个失掉是迷失 是你迷了 不知道 不起作用 虽然没有失掉 等于失掉 是这个意思 而不是真正的失掉 真正失掉 那哪里能够叫做真 真就是永远不变 永远不会失掉的 真性 真智慧 现在这个失事迷失 怎么迷了 就是分别 执着 华言经 上讲 但以妄想 执着而不能正的 妄想是分别 是遵在华言会上 在华言出现品 上讲的 把我们众生迷失的根源 一句话说破了 我们看大臣 所有一切的教会 无论从理上 还是从方法上 都不离开 华言经 上讲的这个原理 就是要除妄想 要除执着 妄想 就是分别 分别 执着 转 转过来 除掉很难 难就是难在习气太深 无量劫来就是搞这些事情 习惯成自然 想断也断不了 所以最妙的方法是转 转时承治 这是大臣所有宗派修学的原则 转时承治 当然也不是容易事情 进宗之妙 教我们转 统统转成阿弥陀佛 这就容易太多了 把这个念头转求西方净土 这就成功了 纵然我们妄想 执着还不甘不尽 也不怕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就有办法了 这是阿弥陀佛 一切诸佛统统帮上忙 为什么 我们跟佛的障碍没有了 我们今天在六道 习气 烦恼深重 我们求佛求不应 不是佛不慈悲 我们本身有障碍 严重的障碍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障碍没有了 换句话说 随时随地都能够跟十方一切诸佛见面 都能够接受一切诸佛亲自指点 的这个好处 的这个利益 所以首先 要把这一众的障碍突破 能够相信的人有福 在基督教传福音说有福了 你能相信 你能依教奉行 你有福了 你这一生决定成就 所以 所以念佛第一要紧是转念头 其分别 执着这个念头 心移动马上转成阿弥陀佛 这是我们最要紧的一桩大事 对于经交的研究随分 有这个机缘多听听 好 心地更踏实 道理愈来愈清楚 明白 更踏实 疑惑渐渐统统都没有了 这个好 实在没有机会听经教也不怕 一句阿弥陀佛老师念到底 自自然然会念到心开意解 会念到得定 会念到开悟 因为心一清净就开悟了 开悟的秘诀就是清净心 心清净到一定的程度 本性里面般若智慧光明现前 那就叫开悟 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 好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金刚般若研习报告 第十四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一月四 请看 金刚经讲义节要卷二 经本第三十页 十念即是观 观即是念 当起心动念时 除去分别心 依佛之方法 向内思维 此为念无念 念佛亦然 久久相应 即能无念 即是觉 正 静 这一段里面有很深的境界 要细心去体会 宗门教下修行的总纲领 叫做官 也就是观照 用这个观照的功夫 静宗是用念念佛 静宗的念跟宗门教下的观 实在讲是无二无别 名词不一样 功夫境界实在讲是相同的 无论是观照 无论是念佛 都要在起心动念时 除去分别心 这是最高的原则 观照跟念佛都不例外 分别都没有了 当然就没有执着了 先有分别 后才会有执着 不分别哪来的执着 如何去分别执着 这是修行的关键 我们都想离分别执着 因为离分别执着 就离生死轮回 生死轮回就是从分别执着 里面生的现象 所以分别执着没有了 生死轮回就没有了 真正想修行的人 真正想成就的人 我想对这个问题 一定非常关心 也非常重视 底下教给我们 依佛之方法 向内思维 佛什么方法 就在金刚经 上依开端表现的方法 也就是说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平常想的东西太多 太杂 都是向外攀圆 想外面的财色明石碎 色身香味触法 想这些东西 这叫打妄想 想了以后就执着 就生烦恼 我们搞这个 佛不是这样的 佛想什么 佛向内思维 内是真心本性 真心没有妄念 换句话说 他们的本事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能够照顾真心 也就是他念这个 他念清静心 念平等心 念真诚心 这个心里头没有杂念 没有妄念 他念这个 这叫念而无念 这个地方的 无念 要记住 无妄念 不是没有正念 他有正念 无妄念 什么是妄念 分别是妄念 执着是妄念 分别 执着是无量 无边妄念的根本 我们在这个经上学到的 我们要想修 从根本修 不要搞这些支支叶叶 支支叶叶就太多 太烦烦了 像根本上去用功 就是不分别 不执着 这就没有妄念了 无量无边的妄念 统统都没有了 他从根本上 把它拔除了 妄念去了之后 就是正念现前 静宗好 静宗这个正念很具体 很明显 正念是什么 西方世界一正庄严 我们念佛的名号 念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念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 这使正念 念这个 这个也叫念无念 无念是对我们梭婆世界 五欲六成这个念头没有了 无这个念 我们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念 好办 比宗门教下用功夫 的确是方便太多了 我们念这个 念佛亦然 念佛也是这个意思 久久相应 这种功夫 要记得三个条件 第一 决定不能怀疑 怀疑你的功夫就破掉了 什么破掉 信心破掉了 怨心破掉了 所以不可以怀疑 第二 不能掺杂 不掺杂才专精 那个力量就大 产生的效果也就显著 第三 不能间断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只要坚持这三个条件 时间久了 自自然然就相应 相应的样子是什么 分别执着没有了 二六十中正念现前 那就是相应的样子 念佛人相应 可以说念念都与西方极乐世界相应 古德所谓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功夫到这样的程度 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自己会有信心 不但有信心 而且你很有把握 这就是功夫相应了 在其他大乘法门 这就是无念 无念显示出他的正念 就是觉 正 静 宗门里面讲大彻大悟 大彻大悟是静 教下里面讲大开元解 这使正 正知正见 静宗里面清静心线前 静而不染 这是真实的受用 真实的利益 心不迷了 不邪不染 不染是静 不邪使证 不迷是绝 这与诸佛菩萨在九法界度众生 生活状况完全相同 十五 显示其故真事 何以故 若菩萨不住相不失 其福得不可思量 世尊说话的意思很深 从他措辞这方面 我们能够体会到 前面是交给我们菩萨 映如是不失 不住于相 接着说菩萨不住相不失 其福得不可思量 福得明明是有 不是没有 由此可知 佛法决定是不取非法相 决定不落空 这有福得 福得大了 不可思量 我们看住解 一 住于静则心不清静 须亦无所为方可 何故处处言 不住 又处处言 福得 呼 修行即有境界 不是不要境界 拖近方能起修 方能下手 住于静则心不清静 住就是这项 执着 你修不失 你修一切善法 你有分别 有执着 你的心就不清静 心不清静 有没有果报 有 也有福报 有福报 不是福德 是福报 福报跟福德 不一样 福德不可思量 福报是很有限的 所以这相修福 福报是很有限的 并不很大 离相修福 那个福德 就不可思量 须亦无所为方可 亦无所为 就是不着相 心里面没这回事 若无其事 世上很认真 很努力的在做 不是不做 虽然认真努力 不疲不厌 在做 心里头若无其事 根本就没有想这回事情 诸佛菩萨跟凡夫 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此地 我们想学佛 要记住就学他这一点 这一下学 学不来 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总是起心动念 不可能心里若无其事 还认真努力把事情都做好了 这是我们很难想象得到的这种境界 要慢慢的学 慢慢去体会 去学习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从穿衣 吃饭 工作 处事 待人 接物 就在这些地方学 生活当中学 事情要做 天天穿衣服 天天吃饭 学着不着相 学着若无其事 学这个 这才是真正的本事 何故处处言不住 金刚经 讲不住 讲了很多很多遍 处处都讲不住 又处处言福德 福德也讲的很多 讲不住 又讲福德 好像是矛盾 好像这个意思是抵触 其实它是相辅相成的 不住 从哪里见 从福德里面见 福德从哪里见 从不住里面见 两边如果说离开一边 那一边也没有了 这个意思很深很深 要很冷静地去思维 去领会 修行即有境界 不是不要境界 像释迦牟尼佛显示给我们看的 这一 持播这是境界 不是没有境界 我们从早起床 一直到晚上休息 这一天的活动是境界 离开这些境界到哪里修 脱进方能起修 脱是依靠 依靠境界我们才能够修 方能下手 像华严经 上善财同子力 是练心 是旧是境界 就要在境界里面去练 练心 练什么心 真心 从境界里面把旺心除掉 真心显露 那就成功了 所以不能不要境界 诸佛菩萨为我们视线种种的行门 没有一门是离开世乡 就在世乡上下手 就在世乡上转换境界 二 本经说不住六成 而 净土三经 全说六成 看似相反 实则相同 且正可见净土境界之高 本经说不住六成 而 净土三经 全说六成 讲西方世界一正庄严 看似相反 实则相同 初看 浅看好像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什么都不执着 一个是教你什么都执着 好像完全不一样 其实你要生关系丝 它是相同的 且正可见净土境界之高 实实在在高明 高在哪里 高在他极相理想 这个地方关键字研究高 我们能不能看出他的高 我们看不出来 我们看得浅 没有往深处去看 深处去看 才晓得人家真高明 本经世尊说不住六成 目的在哪里 在断贪甜吃 叫你不要执着 不要分别六成 是为了断贪甜吃 净宗教你一切都执着 目的在哪里 也是断贪甜吃的 这个高明 我们这个世间执着 成香 特别是稀有的物质 物以稀未贵 黄金稀有 大家都宝贵的不得了 用黄金做成首饰 戴在身上 觉得很美 贪而无厌 起贪心 西方极乐世界 黄金位地 铺马路的 铺马路的东西 你把它挂在身上 那有什么好看 西方世界用这个方法来断你的贪心 教你不用贪 太多太多了 一点都不稀奇 还贪什么 我们这里的宝石 那就更名贵 更宝贵了 人家七宝 宝石做什么用 建筑材料 盖房子用的 西方世界的物质 样样都太丰富了 没人要 那边经营七宝就像泥土一样 没人要 无论什么东西 都非常丰富 丰富满足 所以你在那个境界里 什么样的贪的念头起不来 贪的念头没有了 甜恨当然就断掉了 甜恨心从哪里来 贪不到才生甜恨 贪到了他就欢喜 怎么会生甜恨 甜恨心也没有了 鱼吃也没有了 样样清楚 样样明了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用六成来教你断贪甜吃 佛在此的教你离五欲六成断贪甜吃 目的不是一样吗 实在是非常高明 一切得其受用 而不起贪甜吃 贪甜吃慢 所有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统统没有了 这一个修行环境 十方一切诸佛 差土里面没有 所以诸佛赞叹阿弥陀佛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把阿弥陀佛赞叹到极处 这才见到净土境界之高 高明在这里 我们世间人真的是非常愚痴 对于事实的真相 完全不了解 幻得幻失 没有得到的 天天在打妄想 在追求 在等待 得到的时候又怕丢掉 那个心真是操劳 幻得幻失 实际上 一样也没得到 一场空而已 却确实实一样都得不到 不要说是我们人生短暂几十年 这几十年当中我得到了 那是你的妄想 其实就是宝石戴在你手指上 也没得到 那你就是个聪明人 你真的觉悟了 为什么 身都得不到 何况身外之物 现在科学发达 人人都晓得 诸位从进到这个讲堂 这两个小时 你离开的时候 绝对不是你进来时候的那个你 不一样 你还以为进来是这个身体 出去还是这个身体 你迷惑颠倒 没搞清楚 进来的我 出去的时候 里头不晓得多少变化 细胞新陈代谢患了好多 不是那么回事情 这就说明 你这个身都不可得 何况身外之物 这是真正了解一切法不可得 佛给我们说的是真话 因为一切法不可得 才教给你不要贪着 不要分别 不要执着 三 观想极乐世界之六成 即不住空 由此而脱离五着之六成 即不住有 故佛法至心 不重降伏而重转移 使众身心转向佛境之六成 即脱离五着之六成 二边不着之下手方法 即在此 降伏 怎么能降得住 降不住的 懂得转变 懂得转换 转烦恼为菩提 转食成智 转身死为涅槃 转缩婆为极乐 你会转那就行了 这是真的 硬是想压 压不住 没有那个道理的 静宗的法门 就是教我们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 一报就是此的讲的六成 西方极乐世界的物质环境 正报是教我们观想阿弥陀佛 观想观音 是智 这是观正报 你有观 观就是前面讲的正念 净土宗你这样的观想 心里面常常念着 这时正念 这是 不住空 因为念念都念西方世界一正庄严 梭婆世界就忘掉了 不再念了 这场讲我们这个地方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脱离五卓之六成 我们这个世间是五卓恶事 现在我们的环境卓恶到了极处 今天联合早报里有一段报道 这个报道我们看了 真的是寒毛植树 说明地球这个环境严重的污染 举出十大条 科学家说明 科学家说明地球上每天有一百多种生物绝迹 在地球上消失了 为什么会断绝 生态环境破坏了 没有法子生存 将来我们人类会不会在这世界上灭绝 实在讲很有可能 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在喊环保 谁肯认真去做 都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顾别人的死活 工业的污染 他赚他的钱 钱是赚了 要从佛法因果上来说 他造的罪业就很重 什么罪业 破坏地球的生态均衡 让整个地球上的生物都不能得到正常的生活 你说你这个罪重不重 我没害人 我也没杀人 可是你叫人家生活上 有形无形统统受到伤害 谁肯停止 没有人肯停止 所以这个问题没有法子制止 再不断地发展下去 科学家提出警告 地球上环保要是不能改善 50年之后 这个地球上不适合人类生存 意思就是说人类也跟其他的动物一样 要从地球上 要从地球上掘击了 50年不长 我们在做很多同修 你们都见得到的 50年我见不到了 你们还见得到 这个真的叫要命的问题 没法子解决 共业所感 佛经上的警惕 如旧投然 从前我们念这句话是比喻 现在不是比喻 真的是如旧投然 怎么个旧法 除了念佛求生净土 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诸位想想看 你有什么本事 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没法子 所以许许多多大乘佛法 很令人羡慕 我们很想学习 时间来不及了 不是不想学 没时间 科学家这个警告 50年他有根据的 他不是随便说的 我们的光阴只有50年 哪有时间再去修这些代经大论 老师念佛一门深入 那这段时间是足够用了 求生净土足够用了 念佛 读诵净土三经 使众身心转向佛境之六成 这就是一个大的转移 我们现在讲移民 我们向西方极乐世界移民 静宗学会就是西方世界住在这里的大使馆 帮助你们办移民手续的 即脱离五卓之六成 二边不着之下守方法 即在此 这是静宗古大德常讲圣庙方便 最殊胜 最巧妙的方便法 四将为农居士极赞净土 见地精确令人起敬 语在讲义卷二九十三页第二行 金刚经讲义分量很大 供给专门研究的同修们用的 诸位如果想参考 可以看讲义的原文 你就知道将居士虽然一身的功力都用在 金刚经上 他对于净土法门深信不疑 一身的功夫是念佛求生净土 这桩事情可以说是当然的现象 为什么 静宗法门他的当机 实在是上至于下于最容易成就 将居士四十年在班若上用功夫 的确有超越常人的智慧 因为他有智慧 所以才看出净土宗的殊胜 没有高度的智慧见不到 文殊菩萨智慧第一 在华言会上 文殊菩萨选择念佛求生净土 高度的智慧 选择这个法门 所以他赞叹净宗 我们看到是一点都不感到奇怪 是很正常的现象 十六 玉明 须菩提 于亿云和 东方须空 可思量部 不也 世尊 须菩提 南西北方四围上下须空 可思量部 不也 世尊 这是两番的问答 佛问 须菩提答 须菩提 两个答复都是 不也 世尊 一 不也 含有唯唯否否之意 不完全作否定解 这个意思很深 因为前面说 菩萨不住相不失 那个福德不可思量 世尊在此的举一个比喻 用虚空做比喻 这里说的是十方 东南西北 四围上下 十方虚空就是平常讲的近虚空 辩法界 就这个意思 用虚空法界来做比喻 恰不恰当 非常恰当 为什么 因为它不住 那个心量没有界限 它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心量没有界限 它的范围就是虚空法界 一有分别 一有执着 那就有限 那个圈子就很小 所以这个比喻非用虚空不可 唯有虚空法界才能够相比 佛问 虚空可不可以思量 能不能想象 不也 这个 不也 不是说不能 不是说不可思量 不是这个意思 它不是一个肯定的答复词 它的意思是 不能这样说法 不可以这样说法 含有这个意思 还有这个意思在 不是肯定也没有否定 二 佛说经 随举一法 皆该十方 盖佛法皆从无量无边性海中流出 故重重无尽 该事包含 盖佛法皆从无量无边性海中流出 故重重无尽 这就是为什么不能用虚空比 道理在此的 虚空的确是大 尽虚空 便法界的确是大 但是还不能比 因为真性比虚空还要大 佛在 冷言经 上有一个比喻 佛把真如本性比作虚空 把十方虚空比作一片云彩 诸位想想看 云彩大还是虚空大 十方虚空在我们真如本性里面 就像一片云彩在太空当中一样 所以虚空也不是真的 它也是原生之法 也是当体极空 禅家有所谓粉碎虚空 这个口气好大 是不是真的 真的 一点也不假 永家禅师讲 绝后空空无大千 大千世界就没有了 由此可知 粉碎虚空是地上菩萨的境界 不是普通人的境界 三 十方非定法 可知一切法均是假名 无有定法可得 所以不可住 道理就在此地 佛所说的一切法不能执着 我们可以用它来帮助我们 决定不能执着它 正是所谓 法上映舍 何况非法 那个法就是佛所说的一切法 也要把它放下 也不能够放在心里 何况一些不是佛所说的法 怎么可以执着 佛所说的法 也都是假名 没有定法可得 无有法可得 所以不可住 譬如佛说的菩提 佛说的涅槃 佛说的佛果 都不能执着 执着就错了 不但如来果地上没有执着 后娘举的例子好 出果症的虚陀还了 她又没有执着症的虚陀还 没有 如果有 她就没有正的 她还这像 佛举出这个例子 从小成开始一直到如来的 没有一个是有执着的 为正法身以前 分别是有 执着没有 正得法身之后 虽有分别 非常的微薄 我们晓得这个事实 自己才晓得应该如何用功 什么叫真正的功夫 要搞清楚 真正功夫绝对不是我一天念佛两万声 三万声 不是这个 谈经 里面讲 法达禅师念 法华经 三千遍 她自己认为别人比不少 见到六祖 给六句顶礼的时候 头没有着地 六祖看到了 就问她 你礼拜的时候 头没有着地 你一定有感到骄傲之处 法达感觉的 她有骄傲的地方 六祖问她 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我念 法华经 三千遍 那不是功夫 三千遍念下去 一窍也不通 什么是真正功夫 真正功夫是离开分别 执着 心清静了 这是真正功夫 这就说明法达三千遍的 法华经 她有执着 她有分别 虽然经念的很熟 经意不通 但是不能说她没有好处 因为她有这个基础 六祖给她一喝翅一指点 她就觉悟了 她就明了 就通达 三千步要有耐心 没有耐心念不完 那就是修订 有这个基础 一指点 智慧就开了 金刚经 很高明 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 都不要分别 不要执着 一切是要认真 要好好去做 尽心尽力 把它做得很圆满 心里面若无其事 没有分别 执着 这叫做功夫 两边不着 念佛也不例外 如果你有定课 我早晨早课定了哪些课程 晚课定了哪些课程 要认真去做 一天不能缺 除定课之外 散课 散课或者是诵经 或者是念佛 有时间就做 没有时间就放下 不要紧 也就是当我们有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把读经 念佛放下 好好去做事 事情做完了 佛号又提起来了 这就叫不间断 与不间断那个意思相应 所以不间断不是叫你在世上一天到晚都不间断 那你就不能办事了 我们在工作当中 许多工作是需要思考的 思考当中不能夹杂着佛号 不能夹杂着佛经 不可能的 只有把佛号放下 这是正确的 功夫要纯 要熟 你就会的受用 四 一切法皆是同体 在性体上 原是一个 若领会的 方知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这句话 大乘经论里面说的很多 一般同修也都能记得 也都能说得出 但是它真正的意思很深 很广 心是本体 是能变 佛与众生 是现象 是所变 能变是一个 所变的纵然再多 都是从一个能变里面 生出来的 所以它同体 同一个心 这个地方讲的 众生 意思很广 不能搞错了 众生是九法界的众生 是这个意思 佛是圆满觉悟的人 九法界众生都是迷 没有完全觉悟 菩萨比我们是觉悟 比佛他就迷了 他就没有觉悟 九法界都叫众生 死的讲的众生 除佛之外 统统包括在其中 不但九法界 有情包括在其中 无情的众生 也包括在其中 无情就是我们讲的 依报的环境 九法界有情众生 它的生活环境 佛法里面叫无情 我们现在的名词叫植物 矿物 这是无情的 动物是有情的 我们现在这样的分法 这些都是众生 众缘和和而生起的现象 全是从自性里面变现出来的 所以同体 这就说明了 十法界一阵庄严 同一个本体 所以这三样没有差别 一而三 三而一 譬如以经做气 气气皆经 我们用黄金做体 我们用同样一个黄金造十法界 我们把它造一个佛像 造一个菩萨像 造一个罗汉像 乃至于做一个小狗 小猫 做各处身像 精的成分一样的 重量一样的 价值也一样的 哪有差别 没有差别 不能说这个佛像 就特别贵一点 那个小狗 小猫就便宜一点 没有那回事情 橙色一样 重量一样 价钱相等 不可能因为这是佛像 价钱就高一点 没有这个道理 三无差别 从这个比喻当中 诸位细细地去体会 体用不二 性相亦如 这些话跟心 佛 众生三无差别 意思完全相同 佛说法 许许多多这些话 可以拿来互相解释 它的意思 你才真正能够明了 才能够体会到 佛用这种方法来说 它的妙处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 怎么说都行 性相亦如 行 体用不二 也行 三无差别 也行 怎么说都行 不要执着言语 不要执着名词 这就对了 所以一切方式 无非是叫我们离分别 离执着 否则的话 讲一个名词就好了 何必讲那么多 它有它的用意在 这些都是 金刚经 里面重要的宗旨 五 十方皆在虚空中 使之十法界 同在无人一念心中 因果森然 而不爱同一性空 此险虚空虽无相 而不具诸相发挥之理 十方皆在虚空中 方位没有一定 这是众生假设的一个现象 没有事实 所谓是抽象的概念 空间的概念 时间的概念 都是抽象的 都不是实在的 但是都没有离开虚空 十方没有离开虚空 时间也没有离开虚空 使之十法界 同在无人一念心中 使法界一正庄严 从哪里变现出来的 从自性里面变现出来的 怎么会变现出来的 一念当中变现出来的 一念就是有念 就现相 无念现象就没有了 有念就现相 因果森然 而不爱同一性空 为什么会有十种不同的法界 这里面有因有果 因缘果报清清楚楚 一丝毫都不会错乱 善因得善果 恶因有恶报 这是真理 是定律 潜而言之 成佛之因是平等心 那个心怎样平等 没有分别就平等 心还有分别 哪里会平等 平等是佛心 也就是平等心是因 成佛是果 六度心是菩萨 菩萨 我们在 金刚经 里面看到了 金刚经 就是叫菩萨的 菩萨不住于香 而行不失 不住于香 执着没有了 而身其心 身心难免还有分别 不过它的分别很薄 很淡 没有我们那个界限化的 这么清楚 这么严重 没有 它很轻 很淡 所以它是菩萨 也就是说 菩萨所修的 我们金虽然还没读完 读了十六段 大致上情形 我们了解一些 布施 布施就是舍 放下 菩萨是一切都舍 都放下了 那个舍还没舍 放下还没放下 那就是维系的分别 所以它是菩萨 菩萨 菩萨 修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是阴 果报是菩萨 菩萨 菩萨 在三圣佛法里面是忠臣 二臣法里面它是小臣 它比身文智慧高 身文断是 烦恼是相断了 贪甜吃 确实没有了 习气还在 还有贪甜吃 那个样子在 可是辟之佛习气都没有了 这就是它比阿罗汉高明之处 身文修四地苦极灭道 什么因 什么果 哪里错得了 错不了的 身文用四地法苦极灭道 把三界剑丝烦恼断掉了 这才了生死出三界 超越六道轮回 六道里面 天道 天有二十八层 不是含糊笼统讲一个天 那不行 二十八层里面分三界 玉界 色界 无色界 无色界天人的条件 完全修的禅定 在我们一般讲 世间禅定里面高段的 果报道无色界天 这是我们讲凡夫 高级的凡夫 他知道身体不是个好东西 身体是色相 他连这个东西也不要了 不要这个身体 高级凡夫 在我们中国 老子体会到这个意思 老子常说 无有大患 唯无有深 他说 我有很大的忧患 因为我有个身体 身体是大的忧患 没有身体多好 无色界里面没有身体 我们一般人称灵界 在佛法里面讲有神时 住在那个境界里面 他不要身体 是高级凡夫 第一级 色界有十八层天 这十八层天里面有身体 当然有身体就有身体生活的环境 这个身体要住 要房子住 要居住的环境 遇他没有了 色他有 他有衣服 他不要饮食 色界天人禅月喂食 他不需要饮食 由此可知 我们要饮食来维持我们的生命 其实这也是个错误的观念 不吃饭 照样可以活下去 活得很好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你看看 虚云老和尚年谱 虚云老和尚距离我们不太远 年谱里面记载老和尚 常常入定 一定就十天半个月 有的时候他一入定 二十多天 出了定精神饱满 一般人十几二十天不吃饭 饿死了 他没死 他一出定精神饱满 证明佛讲色界天人禅月喂食 有道理 色界天人有很深的禅定 不要饮食 色界 玉没有了 玉是五玉 财 色 明 食 睡 这五样东西他没有了 玉界有六层天 玉界六层天人才色明石碎 统统有 不过越往上面去越淡薄 但是他还有需要 只是很淡薄就是了 不像我们人间五玉那样的浓厚 他淡了 他还有 色界跟无色界要修禅定 佛跟我们讲 还要修四无量心词 悲 喜 舍 才能够到色界 无色界 欲界天要修十善夜道 修十善升天 升欲界 四王天 刀利天 欲界往上面去还有四层 夜魔天 都绿天 画乐天 他画自在天 单靠十善不行 单靠十善顶高的只能到刀利天 再往上要加上禅定 他的禅定功夫不够 不到家 所以叫未到定 他有一点禅定的功夫 真正的出禅他没有得到 他得到出禅 那就到色界 不再欲界了 未到定 加上十善夜道 才能够升在欲界上四层天 人的夜应是五戒十善 中国儒家讲五常 儒家教学是以伦常为教学的宗旨 伦式伦理 就是教给你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天地的关系 人与万物的关系 这叫伦理的教育 常是讲品德的修养 常到决定不能离开的 五常是人 义 理 智 性 仁慈 道义 智慧 礼节 信用 要讲这五条 这才算是人 人跟禽兽不一样的地方 人讲究这五种德行 具足这五德 来生可以得人生 如果没有这五样 来生人生就得不到 在佛法里面讲究是五戒 五戒的意思跟儒家讲的五常是一样的 只是名相不一样 意思完全相同 譬如儒家讲仁慈 佛法讲不杀身 不杀身就是仁慈 不偷盗就是意 不邪淫就是理 不饮酒是智慧 不忘与世信用 都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五戒 五常真正做到 来生才能得人生 我们自己要冷静想一想 这五条我做到了没有 如果没有 来生人生得不到 人生得不到的什么 再往下去看 畜生 畜生的也应是愚痴 愚痴多畜生 什么叫愚痴 哪是真的 哪是假的 你搞不清楚 把真的当做假的 假的看做真的 这是愚痴 我们今天讲修行 佛法是正法 把正法当做邪法 邪法当做正法 这是愚痴 像这一类的颠倒 善恶颠倒了 看错了 善的看做恶的 恶的看做善的 邪正颠倒了 邪的看做正的 正的看做邪的 是非颠倒了 这叫愚痴 糊里糊涂 搞不清楚 这个因来生是畜生 恶鬼道 恶鬼的夜音是贪 不管贪什么 贪是恶鬼的夜音 贪财 贪色 贪明 乃至于贪佛法 也要变恶鬼 不是讲你贪的对象 是你有贪心 贪心是恶鬼心 一个人贪心很重 鬼头鬼脑 贪心就是鬼心 鬼就是贪 始法界夜音 我们到底是哪一条重 就想到将来我们会到哪一道去 这都不必问人 地狱是田会心 田会极度心重 果报就在地狱 贪甜吃三毒烦恼 果报在地狱 恶鬼 畜生 非常可怕 佛教我们要离贪甜吃 用布施来对质贪毒 用忍辱来对质甜毒 用智慧来对质鱼吃 这就是此的讲的 因果森然 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说 细说说不尽的 每一个众生因果都不会完全相同的 都不一样 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事实真相 才知道 一饮一浊 莫非前定 谁定的 自己做自己受 不是别人给我们定的 与别人毫不相关 道理清楚了 真相搞清楚了 我们知道自己的命运是自己造的 自己有能力造命 当然有能力改命 而改的最彻底的 最圆满的 无过于佛法 世间种种改造命运 纵然能改 改的很有限 不够彻底 不圆满 唯独佛法能够彻底把我们改正过来 改凡成圣 改九法界成佛道 这才是真正究竟圆满 所以要想改造命运 不能不学佛 而不爱同一性空 十方皆在虚空之中 十法界一正庄严都在我们自信之中 不爱同一性空 自信没有一物 它的像是空相 就是六祖所讲的 本来无一物 它的像是这个样子 虽然它空 它是虚空 它不爱诸相发挥 十法界一正庄严这个箱 显在它里面不妨碍 这些事实我们也要很用心的去体会 《楞严经》实在是一部很好的经典 中国古人常讲 成佛的 法华 开智慧的 《楞严》 真的是令人开智慧 《楞严经》 上就有很多好的比喻 说明虚空跟我们一切的现象不相妨碍 正如同我们现在看电视的荧幕 荧幕里头什么都没有 但是什么样的现象都可以在那里现 不相妨碍 彼此都不妨碍 就这个道理 性空 不具诸相发挥 佛说了这么多的比喻 比喻的主题在哪里 底下这一句 要把它的主题给我们说出来 主题就是福德不可思量 十七 法和 虚菩提 菩萨无助相不失 福德义父如是不可思量 就像前面讲的虚空法界一样 不可思量 一 虚空无相不爱诸相发挥 正四 不失不助相 不助相不失 正四 虚空不可思量 菩萨能如此有而不有 空而不空 方式被称何绝 虚空没有相 心性没有相 心性没有相 但是能现实法界 这就好像不失不着相 不助相不失就像虚空 像法界一样不可思量 菩萨能如此有而不有 空而不空 方式被称何绝 称是迷的 是污染 被是舍弃 远离他 破迷开悟 去染污的清净 菩萨必须要这样做 为什么 如果你无助了 你不不失 你就被无助污染 无助是空 你就被空污染 假如你不失这香 你就被不失污染 所以要不住相不失 不住相 不被 有 污染 不失 不被 空 污染 两边都离了 所以 这是有而不有 空而不空 怎么是有而不有 不失是有 不着相是没有 是不有 怎么是空而不空 不执着是空 但是不执着而行不失 行不失就不空了 这叫两边不着 这才真的被称和觉 有体有用 体是空 像是有 空也不着 有也不着 空有二边都不着 但是体相都能发挥它圆满就近的德用 它的待用大德 完全都明显的显示出来 这才是佛法 才是真正的大臣佛法 绝对不是消极 不是有体无用 一般人讲积极 那个积极里头都有弊病 唯独佛法是真实积极 二 善男女 既发菩提心 故教以不住相不失 此处教之用功 必须达到真能无助 无一丝一毫之未尽方可 金刚经 将居士说 这是极圆 极顿的大教 他就是肯定这一个意思 上半部是为发菩提心人所说的 经上讲的善男子 善女人 他发了菩提心 什么叫发菩提心 发学佛之心 以佛做榜样 我向他看齐 我向他学习 我要学习的跟他一模一样 这叫学佛 而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学佛 学一点经典 学各念佛 甚至于学各法器 这不是金刚经 上所说的发心学佛 本经是释迦牟尼佛 作为一切诸佛的代表 像释迦牟尼佛学习 就是向一切诸佛学习 是这个意思 我们修净土的同修 是以阿弥陀佛为代表 我们一切都要向阿弥陀佛学习 这才是真的发菩提心 你一发菩提心 佛一定要交给你 怎样能够满你的愿 帮助你成佛 帮助你正的就近的佛果 教你用功 教你不住相不失 一切诸佛如来都是用这个方法成就的 佛把这个方法教给我们 不住相不失 用功从哪里下手 也交给我们 交给我们用功 必须 这两个字是全程肯定 一丝毫犹豫怀疑都没有 也就是必定要这么做法 要达到真能无助 真的不执着 不分别 如果分别 执着 还有一丝一毫没有干净的话 都不行 因为你发心要成佛 你不是成菩萨 不是成阿罗汉 成菩萨 成阿罗汉 你这个分别 执着断了很多 还有一点 那还讲得过去 你是要成佛 成佛就是丝毫未尽都不可以 要断得干干净净 像等觉菩萨那一品生香无名都不行 都不能够存在的 都要把它断干净 十八 结是正住 须菩提 菩萨但应如所交住 这一句是这一大段的总结 但 就是只要的意思 应当如佛所交的 你问 云和应住 这样住就行了 这是归结到住无住就对了 不可以有一个住处 一 归结到无住乃是正住 正只应我所住 亦为但依我所交之二边不住去修行 本以不住为主 否则非大成佛法 归结到无住乃是正住 就像一切诸佛如来一样 正只应我所住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应我所住 你住什么地方 住应我所住 那就对了 亦为但依我所交之二边不住去修行 本以不住为主 否则非大成佛法 这一句话就肯定了 大成佛法就是建立在无住的基础上 如果你有住就不是大成佛法 无住才是大成佛法 我们再说得清楚一点 说得明白一点 住就是执着 大成佛法不执着 不但是间一切法不执着 佛法也不执着 这叫大成法 稍有执着就不是大成佛法 从这个地方 我们也明白了 有分别 有执着的不是佛法 离一切分别 执着 那叫做佛法 谈经 里面记载 六祖遇到应宗 应宗法师难得 很不容易 不是普通人 应宗当年在广东一带是最有名的 罪得大众敬仰的一位大法师 六祖在猎人队里住了15年 离开猎人队到广州 碰到应宗法师在讲 涅槃经 这么一个机缘碰了头 以后应宗法师知道他是五祖人和尚的传人 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师 对他立刻就加以恭敬 旁人做不到 听六祖说法佩服的五体头地 他问了一句 你在黄梅的时候 除了五祖传法给你 五祖平常有没有讲禅定解脱 六祖回答 禅定 解脱是恶法 恶法不是佛法 恶法就有分别 有执着 有分别 有执着 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恶法 不恶法没有分别 执着 应宗给他剃度 所以六祖的剃度师是应宗 应宗把他剃度之后 再反过来拜他做老师 难得 稀有 你说这个心量多大 你说他的心多清净 在别人心量小的 我收你做徒弟 就很难得了 我再回过头拜你做老师 他这一拜他做老师 诸位想想看 把六祖马上就捧上去了 他本来是第一 现在六祖捧上去了 他在第一之第一 六祖的法缘那么样的殊胜 有那么样的成就 这个功德全是应宗的 六祖是非常人 应宗也是非常人 六祖遇不到应宗很难出头 他要想在那边弘法力深 达到相当的知名度 能够接引大众 你要晓得要用多少年的时间 遇到应宗不费力了 应宗把他一下子就抬起来了 等于说应宗几十年都给他做基础了 这是非常人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六祖一生的成就 就是应宗的成就 实在讲应宗比六祖还要高明 六祖成就还要一生度化众生 还要一生教化应宗的成就 等于说他是董事长 请一个总经理替他办 他不要管事 他就成就了 你才晓得那叫真正高人 所以应宗 实在说应当是佛菩萨再来的 因为凡夫没有这么大的度量 没有这么高的智慧 又答应摩锁住 这是正式答复他 说了这么多 前面须菩提尊者问 应云合住 云合降伏其心 到这个地方才总结 才正式答复他 亦为但依我所交之二边不住去修行 这就是摩锁住 二 降伏即不住 两世即一世 修行下手 即是一舍字 舍即破我直 就近舍 我直方破境 降伏即不住 两世即一世 尊者请教两个问题 应云合住 云合降伏其心 世尊把两个问题合起来答复 两个问题实在讲一个意思 降伏跟不住两世 实在讲就是一桩事情 修行下手 即是一舍字 舍即破我直 究竟舍 我直方破境 舍要舍的究竟 这是一句实话 所以道如来果的 真的无我了 我 舍境了 诸位想象 等觉菩萨 还有一品身香无名 没破 谁没破 我 没破 还有我 通常我们讲 阿罗汉 我直已经破了 已经不再有我了 不再把这个身当作我 不再把一切法当作我 维系的我念还是在 不过他不以身为我 不以无运为我 那就能出三界 就脱离轮回了 必须那个我的意念都没有 那才行 最后一品身香无名 才能破得掉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般若研习报告 第十五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 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一月五 请看 金刚经讲义节要 卷二 经本第三十四面 三 等觉菩萨 上有一分法 直未破 必至佛果 方就尽舍 故佛法自始至终 直一舍字 舍着 正是不住空 不住有 这是为我们说明 大乘佛法的修学总纲领 就是本经里面所讲的行于不失 行于不失要紧的是要不执着 也就是世尊所说的印模所著 这就是舍 空有两边都舍 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 没有别的 唯有 舍 而已 舍 也就是平常讲的放下 到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香无名 没破 这是最维系的无名 也就是执着 因为这个执着 没破 所以实法界一正庄严 这个香现前 所以这品无名叫 身香无名 实法界这些现象从哪里来的 人类的起源 宇宙的起源 怎么发生出来的 怎么样发展变到 现前这个境界 现在很多科学家 哲学家都不断的在研究探讨 而这个问题 大成经上跟我们说的很清楚 就是一念身香无名 只要有这个存在 实法界一正庄严的现象就存在 这一点点执着没有了 这个现象全都不存在 所以叫它做 身香无名 身起实法界一正庄严的现象 就是从这个一念身的 也有大成经上说一念不绝 就是最初那个一念 都是只等觉菩萨最维系的 这一分法值 它没有破 破了之后就成佛 而实际上 每一尊佛到这个境界 它这一品身香无名都不破 保留着 它有没有能力破 有 随时都有能力破 但是它不破 为什么不破 为了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它要一破了 它就完全走了 那还有什么众生好度 没有了 勇家大师讲 绝后空空无大千 那个大千都空了 还有什么众生好度 度众生时在讲 佛经上讲的比喻 梦中佛事 很有道理 梦里面觉悟了 梦里面还有众生在颠倒错乱 自己晓得我是在做梦 不妨在梦中说法 帮助那些没物的众生觉悟 干这个事情 如果它一下醒过来 梦中境界就没有了 梦里面众生就没人度 这是真正慈悲到了极处 在佛法里面 这叫流或润身 流这一品身香无名 其他的都不保留 统统放下了 唯独这一品保留 因为保留这一品 它才能够在实法界 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 应以什么身的度 它就能示现什么身 这一品身香无名破了 那就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它要留着一品 我们看佛 佛也留一品 佛要不留一品 怎么能到这个世间来示现 只要来示现的 都留一品 最后的一品身香无名都保留 但是我们要晓得 它不是没有能力断 有能力而不断 这不断是为一切众生 这叫大慈大悲 所以到果的 方式就尽舍 四 心量带到无量无边 方式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名字 这个名词 我们在大乘经里面看的很多 翻成中文的意思是 无上正等正觉 为什么不翻 这一句叫做尊重不翻 大乘佛法 在法上讲就是这一句 如果你得到无上正等正觉 你得到这个法 就成佛了 你就正得佛果 所以佛是果地上的名称 这是果法的名称 好像一个是学位 一个是你所修的学分 是这么一个意思 要用现代的话来讲 大家更容易体会 这一句就是 究竟圆满的智慧 智慧到究竟圆满 那就是摩索不知 过去 现在 未来 此界他方 摩索不知 摩索不能 就是这个意思 佛告诉我们 究竟圆满的智慧 不是诸佛如来独有 而是一切众生 人人人具足 各个不无 统统都有 为什么我们现在感觉当中 完全没有智慧 这原因是什么 心量小 心量不大 所以你的智慧不能现前 智慧是随着心量扩大的 你的心量越大 智慧就越大 天人比我们人道智慧就大 道理在哪里 他的心量比我们大 色界天人 他们除了修禅定之外 还要修四无量心词 悲喜舍 他的心量比我们大 智慧比我们大 身文的心量比色界 无色界天要大 辟知佛的心量比阿罗汉大 菩萨的心量大过二甚 心量越大 你本性里面的智慧就透得多 所以心量小不行 小心量是迷 道等觉菩萨 还有一分法值没破 所以他的心量比不上佛 佛的心量才真正达到究竟圆满 我们要是明白这一个事实 就晓得把心量拓开很要紧 菩萨修行叫我们舍 叫我们放下 舍什么 实在讲就是舍这个小心量 舍分别 执着 分别 执着心量就不大 舍尽了 那就是圆满菩提 就达到无上 十九 更明所以问答是明 所以 是所以然的道理 前面可以说是说的相当明白了 世尊先用虚空来说 说明无助相不失 福德不可思量 唯恐我们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不够彻底就有疑问 疑 那个障碍很大 在烦恼里面 贪甜吃慢下面就是疑 疑能障胜道 是菩萨修行过程当中重大的障碍 必须把疑情断尽才可以 世尊很慈悲 唯恐我们的疑惑还没有能断尽 更明所以 再进一步说明所以然的道理 虚菩提 余意云合 可以身相见如来不 用问答的方式 叫着虚菩提 问他 余意云合 你以为如何 你的意思以为如何 可以身相见如来不 这里头字字句句 我们都要注意 每一个字含义都非常的深广 读到后面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金刚经》 《文字之美》 《文字简洁》 实在是非常好的文章 1. 佛意若为 如等众生 能就身相见如之本性 亦 假如将居士要没有这么说法 我们对这一句 就很可能把意思错会了 是不是可以身相见佛 会误会到这个意思 其实 佛的这个意思很深 《金刚经》 上凡是讲如来 都是指本性 指真如本性 从性上说的 凡是说佛 都是从相上讲的 所以经上有的时候讲佛 有的时候说如来 所以这个意思是 可不可以就在身相上 见到自己的本性 因为这个身没有说佛身 没有说佛身 就是指一切万法 也就是一切万法相分上 能不能再相上见性 实在讲就是这个意思 可不可以再相上见性 这是一句问话 二 此刻是将上来所说之理 再说明其所以然 上文所说种种道理 最要紧着 即反复成名不住于乡 而均归结道 可以身相见如来 一句 此刻就是这一小段 上来所说之理 前面所讲的道理 前面是反复的说 实际上往后还要继续说 不仅是尊在 金刚般若 这一分里头这样重负说 一步六百卷 大般若 不知道反复多少次 我们想想 如此重负反复 有这个必要吗 确实有这个必要 为什么 再多次的反复 你还没放下 你还没有舍掉 换句话说 必须到我们真正放下了 真正到舍魔所舍 佛就一句话也没得说了 只要还有一分法质存在 纵然我们是等觉菩萨 佛对我们还有话说 因为还有病 还没有完全好 还需要代夫 还需要治疗 等到一切尽舍 舍魔所舍 你的病就完全恢复 也不需要代夫 也不需要治疗 就无法可说了 由此可知 反复对我们是好的 因为我们无量劫来 在六道里头 贪甜吃慢一天 反复多少遍 比这个经上多 一年反复多少遍 深深世事反复多少遍 所以烦恼 习气根深蒂固 诸佛如来帮助我们 都没有办法拔得干净 佛用同样的方法 让我们在觉悟这一方面 不断重负加深印象 如果这一个印象 能够超越我们旧的那些习气 那就有办法了 这就是古人讲 要把深处变成熟处 把熟处变成深处 我们就成功了 熟处就是指贪甜吃 贪甜吃太熟了 我们要远离 要把它放下 要把它舍弃 疏远它 把它变成深 深疏 把无助身心来好好的培养 我们静踪就是培养这一句佛号 老念这句佛号 不断重负在念 培养这句佛号 希望佛号变得很熟 誓缘变得很淡 你往深就决定成功 这就是深 手把它交换一下 我们在 金刚经 里面 这个经 不长 这一部经文总共只有五千多字 能够看到是尊教化众生的手段 看到它所用的方法 从里面体会到它的巧妙处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它的归结 归结到 可以生相见如来 这一句 三 不住于相 要再正性也 直相急着有 不直急着空 是一切凡夫通病 小陈与凡夫相反 了知身相是幻 正的偏空 而了生死 出三界 然又的一病 并在这空 此空人是相 不住于相 要再正性 学佛的目的没有别的 就是要见性 不仅仅是禅宗标榜着明星见性 大小陈无论哪一个宗派 没有例外的 若不见性 那就不是佛法 什么叫见性 自性是宇宙万法的本体 见性的意思 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见到了 彻底明白了 究竟明了了 这就叫见性 这才能解决问题 直相急着有 执着在现象上 就着了 有 心里头有了 不直急着空 叫你一切不执着 不执着空了 什么都没有了 其实你已经执着空了 都在执着 不可能不执着 是一切凡夫通病 小陈与凡夫相反 了知身相是患 正的偏空 而了身死 出三界 然佑的一病 病在这空 此空人是相 六道凡夫者有 小陈仁见思烦恼断了 知道身是 原身之法 四大五运众缘和和而生起 这个身相 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 那个身不是我 是什么 是我所 我所有的 不是我 是我所有的 我所有的 关系就比较输了 譬如这衣服 我所有的衣服 把身体看跟衣服一样 衣服脏了 你可以换一件新的 很容易换一件 身体坏了 马上再换一个新的身体 就像换衣服一样 没有恐惧 没有痛苦 身是我所有的 不是我 而我们凡夫执着 这个身就是我 所以你要叫他换个身体 那痛苦的 不得了 死去活来 舍不得 执着了 这叫迷惑 执着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阿罗汉比我们凡夫高明 不执着这个身 他正得空 什么叫 偏空 偏是对缘讲的 不缘满 偏在一边 执着空 执着空那也是错 就是前面讲的 执相急着有 不执急着空 小成人执着空 他比我们好一些 他出三界六道轮回了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他不能见性 前面讲 要再正性 他没有办法正的自信 原因在哪里 因为他执着空 空还是一个项 世尊在 《冷言经》里面 讲得很详细 小成人也是有病 四 须知有体必有用 有性必有相 只须知相知虚妄即可 如幼执着空 即堕于断灭 性与相是不易 相及性之表现 性及相知根本 性是相 现象的本体 这一桩事情 说难似乎不难 说不难 好像也很不容易 原因在哪里 我们无量解以来 在这个迷惑颠倒错乱的境界里面生活 已经养成习惯 佛虽然为我们说明 虽然为我们点破 可是离开佛堂之后 还是过得老样子 还是在老习惯里面生活 这个问题就麻烦了 也就是说 大乘佛法真实的受用 你就很难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兑现了 所以一定要再认识 再肯定 也就是像前面所讲的 不断的去重负 不断的去肯定 使事实真相能逐渐为我们觉察 这就叫功夫 首先认识事实真相的三方面体 相用 体是心性 本经里面讲性 有的时候也讲心 体是心性 作用它就现相 有体必有用 如果体要不起作用 体毫无意义 也不能称之为体 体必有用 起作用一定现相 现实法界依正庄严之相 体能现 相所现 能现是一个 所现的无量无边 能现的永远不变 所现的千变万化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会变的我们就叫它虚妄 不变的就是真实 说到这个地方 诸位要是略略能够领略到一点 你就晓得佛为什么要我们正信 正信就是不变 变里面苦 生老病死苦 不变就不苦了 不变的话 我们世间人常讲青春永住 那多好 多自在 叫你正信 就是找到不变的 就是找到不变的 我们现在变的 箱里头有不变的性 你真能把这个性找到之后 说老实话 那个箱也就不再变了 好处多 好处不可思议 晓得像是虚妄的 箱不重要 性重要 箱既然是虚妄的 不是重要的 你何必去执着他 可以用他 不要去执着他 这就对了 如又执着空 这空是哪些人 四空天人者空 无想定人者空 这两种人的确很悲哀 因为升到无想天 升到四空天 时间很长很长 最长的飞想飞飞想天 寿命八万大劫 换句话说 八万大劫 它就毫无作用 毫无进步可言 完全只在那个地方 不能再进一步 这是佛常讲的 堕无畏坑 掉到无畏坑里头去了 不但是四空天人 连小成人也不例外 但是小成人毕竟是善根深厚 他有其限的 不像无想天 无想天很麻烦 出不了三界 佛告诉我们 阿罗汉他堕在偏真涅盘里面 也就是住在偏空里头 时间是两万劫 两万劫之后他会回头 他会觉悟 辟之佛也是堕在偏真涅盘里面 时间是一万劫 他比阿罗汉聪明 一万劫他就会觉悟 他就会回头 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回小向大 他能够从小成里面觉悟去修菩萨法 修大成法 不像四空天人 四空天人最长的寿命八万大劫 比阿罗汉要加上四倍 而且八万大劫到了之后还要堕落 出不了轮回 由此可知 佛法里面的禅定跟世间禅定 因与果都不相同 这是我们不能不晓得的 同时要知道 性像是一不是二 性是体 像是体之表现 表里不二 由此可知 佛问 可不可以身相见如来 如果不执着的话可以 相就是性 性就是相 一有执着那就不是了 一有执着 性是性 像是相 性不是相 相不是性 全教菩萨以下都有分别 执着 金刚经 的对象是法身大事 不是全小菩萨 佛是未发大臣者说 未发最上臣者说 所以那个不一样 五 佛教人修行 原为度众生 若者空无畏 如何能度 故般若要二边不住 必不住有 不住空 方能称性 千经万论 无非说明此理 发挥此理 佛教人修行 原为度众生 度众生的意思很广 最重要的要度自己 自己是众生 第一个要度的 若这空无畏 如何能度 这有不必讲了 这有事决定不能度 当凡夫了 直空也不能的度 故般若要二边不住 必不住有 不住空 方能称性 空有两边都不住 不住如何修法 都在日常生活之中 穿衣 吃饭 工作 处事 待人 接物 就在这些地方 你去修 修不住 空有两边不住 你就是修金刚般若法门 千经万论 无非说明此理 发挥此理 越是在大成经上说的越透彻 不但把理论讲的透彻 同时讲心性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作用 也讲的非常透彻 像华严经 不但说的那么样清楚 末后一品经文 入法戒品 世尊以53位法生大事 跟善才童子表演给我们看 所以 华严经 好 有理论 有方法 还代表演 这种教科书到哪里去找 代表演的 非常难得 我们晓得 中国古时候读书人 最重要的一部书是 四书 现代的人几乎把它忘掉了 四书 是宋朝朱熹编的 我们读 华严 之后 回头再看 四书 可能是朱熹看 华严经 得到的灵感 因为他编的方法跟 华严经 一样 有理论 有方法 有表演 他是曲 礼记 里面的两篇 大学 中庸 大学 讲方法 过日子的方法 生活的方法 非常亲切 中庸 是讲道理的 他有理论 有方法 论语 跟 孟子 是表演的 做出来给我们看 孔子如何将这些理论方法 应用在他的生活上 论语 里面的理论方法就是大学 中庸 孟夫子如何能将这个理论方法 应用在他的生活上 表演给我们看 表演给我们看 论语 孟子 就很类似 《华严经》上的五十三餐 真正是高级的教科书 编撰的方法非常圆满 代表演 这是给我们学佛的人 特别是初学的人 真正有一个入门下手之处 六 此处 身相 只上自诸佛 下至一切众生 皆是此相 隐身其一则可便设一切法相 身相 只上自诸佛 下至一切众生 皆是此相 一切众生 包括无情的众生 隐身其一则可便设一切法相 是初世间所有一切法的现象 身相 这一句统统都包括了 佛的意思 可不可以就在相上见性 佛问话重要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 二十 达双明 下面是尊者的答复 答得很妙 双明 答复的这句话是双关语 不也 世尊 不可以身相的见如来 一 不也 世尊 之不 是唯唯否否 不可作否绝解 既答不可 复说可以 故是双明 句子要这样念法 不也 世尊 不可以身相的见如来 底下那个不可以的 不 是两个讲法 一个是不 可以身相的见如来 一个是不可以身相的见如来 所以这一句是两个意思 为什么是两个意思 这是在两种状况之下 二 不可以相作性 就身相见如来 然相由性献 性相不二 亦得以身相见如来 显示 性相无碍 相不障性 不可以相作性 你要是把相当作性 那就错了 不可以相作性 就身相见如来 这是不可以的 然相由性献 性相不二 亦得以身相见如来 显示性相无碍 相不障性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不可以身相的见如来 这一句话是双关语 这个答复是双关的 这种答复一般人很难明了 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在班若会上 法会里面有大菩萨 他们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参与这个法会的也有凡夫 当时舍为国大臣这些凡俗的佛弟子 他们得空也会到 紫园经舍听佛讲经 这些人就难懂了 所以必须要加以解释 底下是解释 二一 事成 何以故 如来所说 身相即非身相 一 性即相之体 相即性之用 相非性不容 性非相不显 离相即无性 离性亦无相 但看执着不执着 这相即为障碍 不得见性 不执着 即不落二边 般若之理 全在于此 需要关照 仔细用功 性即相之体 相即性之用 这个前面都曾经说过 相非性不容 性非相不显 这两句话很要紧 性是摩索不在的 摩索不容的 任何现象都融在性中 像水乳交融一样 离了性决定没有相 所以从相上能见性 性要是没有相 性在哪里 我们六根源不到 真如本性虽然是尽虚空 变法界 摩索不在 我们眼看不见 耳也听不见 不但五根接触不到 我们的心也接触不到 心是念头 念头接触不到 法相为石家所讲 第六意识的功能很大 第六意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思想 它的功能 从内去源 能够愿到阿赖耶时 对外它能够愿虚空法界 有这么大的功能 它愿不到自信 没有办法见性 这就是说明 性要是没有相 性就显示不出来 幸亏性献了这么多相 使那个真正明白人 性在哪里 相就是 所有一切万象就是 正如同我们晚上做梦 我们晓得梦是心变现的 心是能做梦 梦是所做的 心是能做 梦是所做 没有做梦的时候 你心在哪里 找不到 不晓得在哪里 这一做梦的时候 那好办了 心在哪里 梦境就是 梦中随便捏一物 那都是心 全望即真 全真即望 你要问 我们的真如本性在哪里 净虚空 辩法界一正庄严 样样都是 无有意法 不是 真是随意捏来 见了性的人才入这个境界 我们今天也可以学 性在哪里 我随便捏一个给你看一看 比一比 像不像 满像这个样子 其实不是 怎么不是 我们是学那个见性人的样子 实际上没有见性 真正见性是什么样子 于一切现象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那就见了性 我们今天不能见性 亏就吃在分别 执着上 没能离开分别 执着 果然离开分别 执着 那就对了 那是随手拈来 无有不适 所以这个东西 自己没入境界学不得 离相即无性 离性亦无相 可见得性相关系之密切 因为它是一体的 但看执着不执着 关键就在此地 这相 即为障碍 不得见性 佛法里面常常讲障 讲二障 三障 这个障主要就是讲障碍你见性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意思 障碍你开悟 障碍你修学 那是从世上讲的 它的本意是障碍你明心见性 障就是执着 由此可知 执着这个病非常严重 执着这个病很深 很广 一定先要把它认识清楚 然后痛下决心把它断除 不执着 即不落二边 空有两边都不执着 般若之理 全在于此 世尊二十二年所讲大般若的道理 就在这个地方 需要关照 仔细用功 这个关照前面说过 实在讲时时刻刻提高警觉 在行门里头 也是一个总纲领 就是三规界 我们学佛一入佛门 就求受三规 受三规的意思 就是老师把佛法修学的总纲领 总原则传授给你 无论你用什么功夫 用什么方法 常讲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法是方法 门是门禁 方法再多 门道再多 都以这三个原则为标准 决定不能违背 这是总原则 就是佛 法 森三宝 这是我们的归一处 我们修行依靠的地方 可是现在讲佛法森三宝 大家都错会了 说佛你就想到佛像 你就依靠他 这个错了 古人说 你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 你依靠他 怎么能靠得住 法宝 法宝是经典 行吗 中国历史上三五灭法 佛经 不知道被烧掉多少 也靠不住 僧 出家人 出家人自己修行没成就 怎么能给你做依靠 这是我们把佛法森三宝搞错了 传授三规的时候 佛法森三宝不是讲这个 是讲自信三宝 那是真的 真正的归一处 这种误会 可能很久很久就发生了 不是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读 谈经 六祖会能大师 唐朝时候人 距离我们现在一千三百年 他在 谈经 里面给人家传授归一 他不用佛 法 森 我们想他的意思 一定在那个时候就有人误会 所以他的讲法就不一样 你在 谈经 上看到 他传授三规 他说 归一觉 归一正 归一静 他不用佛 法 森三个字 他用觉 正 静 听了这三个字不容易起误会 然后他解释 佛者 觉也 佛是觉悟的意思 归一 佛是 归一觉悟 要依靠觉 觉而不迷 我们现在是 一迷 没有一觉 所以这个 归一叫 反邪三规 回过头来 反过来 我们今天 处事 待人 接物 就连日常生活 佛穿衣 吃饭 我们要一觉 不一迷 过去都是一迷 不知道觉悟 现在转过来 佛是觉的意思 法者 正也 法是 正知正见 也就是我们今天 讲正确的思想 正确的见解 完全没有错误 依这个 这是自信法宝 森是什么意思 森是静 清静的意思 所以才叫我们 要一觉 正 静 这个讲法 我们很清楚 不会产生误会 学佛的同修很多 很多人受了三规 不晓得 规到哪里去了 不学佛已经迷了 学了佛再加一倍的迷 这个麻烦就大了 越迷越深 大错特错 所以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要搞明白 我们有个真正的依靠 晓得从什么地方回头 我们从迷惑回头 依觉悟 从错误的之见回头 依正知正见 从污染回头 贪甜吃事染污 从这里回头 依清静心 这是真正三规了 真的归一了 一生当中 不能离开 觉正静 这个原则 离开觉正静 你就又回到 从前的老习气的地方去了 不是佛弟子 一定要回过头来 这也是最好观照的方法 念念不忘觉 正 静 这是自信三宝 住持三宝 这个样子 有没有用处 有用处 但是对什么人 有用处 对真正 真正归一的人 有用处 如果不是真正 归一的人 不起作用 这一点我们要知道 真正回头 真正依靠觉 正 静 你家里供养佛像 供养佛像什么意思 提醒自己 我一看到佛像 我要觉悟 佛像摆在那里 提醒我觉而不迷 他的意思在这里 佛并不是说 我成佛 我是你的老师 你要供我的像 天天拜我 那佛不是折了香吗 佛不就分别执着了吗 佛哪有这个意思 佛没有这个意思 所以用这尊相 提醒自己觉而不迷 放一两本经书 一看到这个经书 正而不邪 我这个兴起心动念 正大光明 没有邪思邪念 是这个意思 看到出家人 马上就想到 我要六根清静 一尘不染 他这个样子 给我启示 常常提醒我 家里面供西方三圣 观音 是至那是森宝 所以你们供佛像 无论是雕塑的 或者是彩化的 三宝具足 要懂这个意思 他是时时刻刻在提醒你 叫你回头 不叫你迷惑颠倒 这是我们供养佛像 供养经书真正的意思 如果你没有回头 没有真正皈依 你供养佛像 你是越迷越深 迷信 你已经迷得够深了 现在还找佛菩萨 再来迷惑你 佛菩萨可不负这个责任 这是你自己会错了意思 你自己迷惑颠倒 他并没有意思迷惑你 可是你不知不觉 被这些形象迷惑了 那实在是没有法子 要仔细用功 归一 如果归一的老师 没有把三归一一 修学的纲领原则 讲得很明白的话 不要紧 我们这边有录音带 还有一个小册子 那个小册子是从录音带写下来的 而这个录音带就在新加坡讲的 前年讲的 所以诸位要仔细去听 仔细去看 明白就好了 形式上的归一不重要 哪一个出家人给你受都没有关系 都一样 要身平等心 不要有分别 不要有执着 不要分别这个法师好 那个法师不好 那你 金刚经 就白听了 金刚经 是叫你离一切分别 执着 你还在搞分别 执着 那就错了 大错特错了 所以任何一个法师给你受三归一事都是好的 只要以真诚心 恭敬心来接受 一定要名利要照做 要守住这三个原则 那你就真的归一了 真的回头了 二 约相说是 身相 约性说当体即空 相望性真 故说不可 性能容相 真实即显 是又何必离相见性 故云 得见如来 约相说是身相 这个身就是指一切万事万物 约性说当体即空 如果就他的性体上来讲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底下这句经文就说出来了 他的体性是空的 空记的 相望性真 故说不可 因为他两个不一样 相是虚妄的 性是真的 不可以以身相见如来 但是 性能容相 性相亦如 性相不二 所以他容相 真实即显 是又何必离相见性 故云的见如来 他这一句话答复是两个意思 怎样的见如来 怎样不可得见如来 就是说你有没有见性 见性了可以 见相就是见性 如果这相不见性不可以 你这相 相不是性 像是生灭法 像是无常法 性是真常 性是不生不灭 那怎么会一样 不一样 见了性 那就怎么说都可以 没有见性 是怎么说都不可以 道理在此地 这个答复很好 答复得很圆满 我们看底下这一句 世尊给他印证 证明他的见解 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没有错误 二 产意应许 明信本非相 佛告须菩提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两句经文 在本经里面 也非常重要 说他重要 就是这两句 用他来做官 很方便 很容易 自古至今 有很多人 就用这两句话 来做官 很得受用 一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说明身相 亦含一切现象 人 物 事 乃至虚空也 身相亦含一切现象 一切人 一切物 一切事 乃至虚空 都包括在身相的里面 可见得身相的意思 很广很广 二 既知虚妄 不可持求 不可住者 回光返照 从速归信 不知堕入轮回 真正知道 一切相是虚妄的 他对一切相 决定不会再追求了 现在一般人 都讲求享受 不追求 不就没的享受了吗 这是一般人的观念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很大的错误 假如你要说 我的享受 是我追求到的 释迦牟尼佛都要拜你做老师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没有这个能力 追求不到 这个事情 诸位要试念 了凡四训 你就晓得 你一生所有的享受 不是你追求来的 是你命里头注定的 哪里是你追求来的 你要是命里头没有 你能够求得到 一切诸佛都要拜你做师父 他没有办法 你有这个办法还得了 所以真正明白的人 他不求了 不求他福报里的享受 自然会来 不求就来 你说多审视 你辛辛苦苦费尽心死求来 结果还是命里有的 这是愚痴 冤枉 所以他就不操心 他不求了 他不求 怎么样 依照佛的教会 离一切相 修一切善 他能够离乡再修福 他后面的福报一天一天增多 福得不可思量 那才叫真的会求 那个求是这样子 求法 就是 应魔所住 而行不失 不会在物质上 寻知斋业的去追求 那个是错误的 不可持求 不可住者 纵有福报也不执着 不执着 福报给大家想 不会把福报拿着 我要留着慢慢的想 那就错了 你就住香了 福报现前的时候 大家想 你的福报就想不尽了 必然是一天比一天多 一天比一天多 一天统统都分给大家去分享 永远不住 那个福报就是 金刚经 上讲的 无量无边不可思议 你如果是一住者 我要留到慢慢的想 福报就想尽了 后面就没有了 你留住了 所以不能留 不能住着 不要求 不要去执着 不可以住着 回光返照 从速归信 不置堕入轮回 这是讲最大的利益 对我们现前来讲 不堕轮回 不是来生 不堕轮回 现在就不堕 了生死 现在就了 拖轮回 现在就拖 就现在 不是明天 不是再过几个终点 不是 现前就是 大乘法庙就庙在此地 所以佛常讲 真正觉悟的人 直下承当 现前就是 二三 明吉相见性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此的讲的诸相 就是前面说的一切相 前面用身相做代表 一切相非相 那你就见性了 见如来就是见到本性 所谓是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这就是见性 一切相都是性变现出来的 这就 可以生相见如来 一 诸相 即一切相 只需彻底明了 皆是虚妄 则相不障性 即 见如来 何必灭相 即相可以见性 由经之于弃也 相识不可断灭 因其本由性献也 前面世尊这两句话很重要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即是虚妄 当然我们不要去追求它 也不要去执着它 不可以住着 不要追求 不要执着 一切随缘顺其自然 心里头干干净净 若无其事 这就对了 我们学佛是学这个 这才有真实的受用 在生活当中 无论是对人 对事 对物 我们是凡夫 不可能不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就是谜 起心动念里面不外乎两种境界 一个是贪 顺自己的意思就起贪心 不顺自己的意思起填慧心 一个要 一个不要 这两种心态 这都是谜 这个念头一起来了 把金刚经 这两句念一念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顺心的不贪了 不顺心的也不填慧了 你心马上就平了 用这个修清净心 修平等心 平等心 清净心是真心 前面讲了 修行要再转时晨智 如何转第六时 为妙观察智 转第七时 为平等性智 那两句经文就有效 当你起心动念的时候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心平等了 心平等 平等性智 第七时 转了 心清净 第六时 转了 妙观察智 你 看宇宙人生一切万法 妙观 不一样 众生迷观 看得迷惑颠倒 情观 情识在起作用 喜怒哀悦 爱物欲在起作用 烦恼 所以像诸佛菩萨一样 清净心 平等心 妙观 看得清清楚楚 绝不起心动念 万法皆如 万法平等 没有高下 平等 平等的 所以要晓得 所有的相都是虚妄 相不障性 即见如来 见如来就是见本性了 何必灭相 即相可以见性 不必要把相灭掉才见性 相灭掉了 性也没有了 见不到性的 相无色界天人就是把相灭掉 生都不要 没有见性 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 可见得那个没有用处的 灭相见不了性的 由经之于气也 这一句是比喻 好比经跟气一样 拿经比喻做性 气比喻做香 以经做气 气气皆经 我们用经造一个佛像 我不要相了 我只要经 不要相要经 那经你能得到吗 不要相 经也没有了 经跟气是一不是二 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 相识不可断灭 相会变 千变万化 它不会灭 要是灭了 性就不起作用 性就没有了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晓得这些事实真相 我们自己可以选择自己希望变的那个境界 有理论有方法 我们现在晓得所有一切相当中 佛的相最好最殊胜 我们现在把我们凡夫境界变成佛的境界 是可能的 只要我们依照佛教导的方法去变就可以 金刚经上讲原理原则 无量寿经 弥陀经上讲一些详细的办法 依据这个理论方法 不要很长的时间 转凡入圣 不是小圣 大圣 转凡夫为诸佛如来的境界 因其本由性线 相不能变 它是性的作用 西方极乐世界 华严经 上说的华藏世界 我们现在所感的的六道轮回 都是性线的 所以这些幻想 就看我们自己如何去转变 转变之权 确实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二 不执着 即不为相所转 且相反为我所转 凡夫执着 助法相生烦恼 修行人厌恶是法 助非法相生烦恼 佛教人不可执着 亦不可厌恶 我们凡夫最可怜的地方 就是心不能作主 不但身不由主 心不由主 随着外面境界变 这个很糟糕 外面的境界 现在的境界跟从前不一样 现在这个世界讲求的是 民主自由开放 实在说民主自由开放 就是无法无天 种种境界都在诱惑 你看的 听的 你所接触的 都是诱惑你做坏事 不叫你做好事 里面有烦恼 外面有诱惑 你怎么不造罪业 你造了罪业 来生就要搞三途 地狱 恶鬼 出生去了 所以你一定要有高度的觉悟 要有真实的智慧 外面五欲六成都是妖魔鬼怪 都是时时刻刻要陷害我的 把我往地狱里头拉 你有这个警觉心 这就好 所以一起心动念 赶紧想着 金刚经 上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用这个就可以能够抗拒他了 不受他的诱惑 自己在这个境界里头能做得了主 主是清静心 主是平等心 要保持得住 才能做得了主 如果我们不被外境所转 外境就被我所转 我们能叫这些妖魔鬼怪改邪归正 来接引他 来诱导他走上佛法 这就是菩萨普度众生 由此可知 你要想发心度众生 两个样子 一个被众生度去了 一个真的拟度了众生 这两个样子就是一迷一绝 绝了才可以度众生 迷了就被众生度跑了 凡夫执着 助法相生烦恼 这是一般凡夫 每一个人都说 日子过得好苦 生活好辛苦 苦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这一句话 就是因为你把这些幻想当真 不知道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你认为凡所有相都是真实 这是你看错了 你想错了 你在这些妄想当中 拼命去追求 总希望能得到它 能保持它 书不知全是假的 不要说年岁大 年轻也不行 我到这个地方来 有一些同修好心 每天买一份报纸给我看 我看什么东西 我都看报纸上大篇大篇的复文 这一边的复文 开头四个大字 禁告亲友 二十 三十岁去的好多 人命在呼吸之间 命都保不住 你还能保住什么 你还能执着什么 你想想看 你能得到什么 佛给你讲真话 不喜欢听 骗你的就很喜欢听 我在外国讲经听众没这么多 可是有一些人在外国讲经 听众听说都是几千人 买票进去听 一张票二十块美金 讲什么经 发财经 我听了 点头很有趣味 讲经的人发了财 来听的人 破了财 卖票 连传授三规都定价钱 灌顶都有价钱的 我在美国一些地方 有些朋友说 法师 你要定个价钱才行 有价钱 人家才会来 你不定价钱 没有人来 说明现在这个社会 奇形怪状 反常 讲真的不听掉头而去 讲假的骗他 一窝蜂全都来了 所以佛跟我们讲的话 句句都是真的 凡夫为什么会有烦恼 执着 天天打妄想 修行人厌恶是法 祝非法相生烦恼 我们也看到很多修行人 修行人烦恼也很多 他多在哪里 说实在话 这个地方 讲他厌恶是奸法 祝非法相 这是讲二圣 那还是高明的 修行人现在有很多 跟在家人一样 也祝法相生烦恼 那个烦恼也相当严重 所以这些过失 佛在经上全都给我们指示出来 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你要怎样才能得到快乐幸福 离一切相 生也不执着 生在这个世间活一天 活二天 与我不相干 我执着干什么 何以不相干 自己没事 生还在这个世间 大概是大家需要 佛法需要 自己不需要了 你说这个多自在多快乐 出家是这样 在家也一样 在家也是菩萨 也是佛 你能够看破 能够真的放下 你现在这个身在家庭 你的家人需要你 佛法需要你 佛法需要你弘扬 家人需要你度他 你现在的身 已经跟你那个命运一刀两断脱离了 你超越命运了 你现在的身成愿再来生 就在我自己日常生活环境之中 就在自己工作之中 这一转念头 从凡夫变成菩萨 从前是凡夫 你是来受业报的 你过去身中行善 你来受乐的 过去身中造罪业 你来受苦的 你是来受果报的 现在念头一转 夜消掉了 没有了 苦了都不受了 这个身 红法力深 普度众生 红法力深 普度众生 从哪里做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给大家做一个好样子 所以在家你度一家人 你自己已经的度了 现在唯一的工作 就是度你的一家人 度你的邻里 相当 亲戚 朋友 度你所认识的这些人 活着就是为这桩事情 除这桩事情之外 你还有什么理由 这个身还住在世间 没理由了 所以转凡成圣 转身死为涅槃 转凡脑为菩提 就在当下这一念 这一念转过来 统统都转过来了 果然转过来 你就不辜负世尊 为你说的 金刚般若 真的转过来了 修行人不分出家在家 不分男女老少 这个一定要懂的 不要看到修行人 一定是出家人 那你这个看法就错了 自己本身就是修行人 佛教人不可执着 亦不可厌恶 处顺境 在这里面去修 修什么 把贪爱之心断掉 逆境里面一切不如意 在这里面修 修什么 把田慧心断掉 由此可知 顺境逆境 善人恶人 都是我们修行最好的境界 你怎么可以离开 离开没得修了 离开什么成就都谈不到了 就要在境界上修 所谓是力士练心 在境界里头去锻炼 三 无人用功 需先观照 九九方能照住 最后能照见 这是讲整个功夫过程的三个阶段 初学的人要用观照功夫 观照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提高警觉 常常想着佛的教训 想佛的教训 一句两句就可以 不要太多 太多反而用不上 越简单越好 金刚经 上随便那句经文都可以 一两句 境界线前马上就提起来 不要忘记 念佛人就用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方法非常之妙 顺境逆境 善缘恶缘 遇到的时候 才起心动念 一句阿弥陀佛 就把这个境界恢复到平静 换句话说 时时处处 念念之中 要保持心地的清静 心里面不可以有一样东西 真正做到心地没有妄想 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常常保持 这个心里面只许有一个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也不牵挂 什么也不放在心里 你就得大自在了 生活一切都随缘 你就会快快乐了 那是真的快乐 这是观照功夫 观照久了就得定 也就是说我不要用这功夫 心都能保持清静 这个心在一切境界里头 它不会为环境所转 不会为外境所动 那这就叫得定 照住 就是得定 到底要多长的时间 这是因人而异 每一个人不一定 我们的根性不相同 修行的环境不相同 功夫不一样 有的人三年五年就得定 有的人要二十年 三十年才能得定 这个不一定的 照见 这是到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在大乘法里面 叫真正成就 的定不算是成就 照见是成就 照见就是开悟了 我们讲的明心见性 这个见就是见性 就是前面讲的正的本性 这三个阶段 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也不例外 但是名词不一样 净土宗讲 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就是观照 比这个功夫再往上提升一层教 是一心不乱 是一心不乱就是照住 再提升教 理一心不乱 那就是照见 所以在阶段上讲完全相同 只是用的名字不相同而已 但是净土宗的方法 比一般大臣要巧妙太多了 他的方法简单 容易 所以叫做 一心道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修学 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 这句佛号你念六个字也可以 你念四个字也可以 都可以 你大声念也可以 小声念也可以 快念也可以 慢念也可以 怎样念得才如法 不必问人 念得自己很欢喜 很快乐就如法 一句佛号念到底 自自然然念到不被外面环境所转 功夫就成片了 心里面没有妄想 没有杂念 念念都是佛号 还有在境界上有这个情形 确实我没有念佛 心里也没有念头 耳朵里听的有佛号 声音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个不要害怕 这是正常现象 表示你的功夫得力了 你也不要欢喜 也不要傲慢 继续念下去 虽然有这个境界 如果你要是三天不念 就没有了 不会永远保持的 可是你要是常常念 这个境界会常常现前 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一点都不稀奇 念到妄念都不深了 无论什么境界 现前都不会起心动念 不会分别执着 那就得定 那就是事一心不乱 念到见本性 破无明 这是礼一心不乱 就是禅宗 照见 大乘佛法里面所讲的 止观圆满的境界 各宗用的名词不相同 其实它的境界 方法的层次 完全是一样的 这也正式印证了 佛菩萨常说的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这都是事实 然后我们对于自己修行这个法门 以及别人修行的法门 不会受到影响 不会赞叹自己 毁谤别人 不会有这个见解 自自然然自己会谦虚 会尊重别人 这个就对了 好 我们今天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十六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一月六 请看 金刚经讲一节要 卷二 经本第三十七页 四 用功最要是做官 做官即是改变想法 看法 凡夫见思皆不离执着 即是错误 这一不经讲了这么多天 诸位同修若是没有缺席的话 大概这个意思都能够体会到 知道妄想执着之严重 我们不仅是现前受到伤害 无量劫来 对我们伤害最大的 最严重的 无过于此 了解这一个事实真相 明白了这个道理 如果说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要想真有一个成就 成就实在讲是无比的殊胜 就以最现实的话来说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会得到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 就要把世尊的教会认真的去思维认真的去想一想 想通了当然我们就会很认真的去奉行去照做 试法 出世法这些名相都是假名 有没有这些事实 事实有的怎么有的 都在观念上 一个错误的观念 你就制造六道轮回 永远不能摆脱六道轮回 这叫世间 世间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看破 放下 你就能够脱离六道轮回 那就叫做出世间 所以出世间 世间 在乎我们一面之间 因此 修行用功最要紧的就是做官 前面讲官照 照住 照见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大小成佛法 各宗各派都离不开这个原则 什么叫做 做官 这是佛学的一个名词 古人有种种解释 但是我们越看越迷惑 所以名相名词的术语 正确的解释 对我们初学人来说 似乎相当的困难 这个地方解释的简单 也容易明了 就是改变想法 改变看法 观 实在就是观念 观念 两个字 分开来讲 观是看法 我们对人 对事 对物 对宇宙人生的看法 念是想法 你怎么各看法 怎么各想法 凡夫见思 见是见解 就是看法 思就是想法 皆不离执着 那个病就在此的 总离不开分别 执着 佛在这一部经 为我们指示出来 这是错误 严重的错误 世尊当年在世 说法四十九年 一切法所说的 都不外是这一个事实真相 叫我们先要认识清楚 妄想 执着是错误的 实在讲 见思烦恼的根源就是 从这个地方生出来 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 知道之后 要认真把它转移 也就是说把它断除 断除不如说 转移来的切实 五 无人终日所闻 车身 人身 种种宣扰身 然此时非车身 人身 种种宣扰身 乃无常 苦 空 无我身 当体即空 则空有不着 乃是斑若波罗蜜多身 无人终日所闻 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说 车身 人身 种种宣扰身 这些话特别是我们住在都市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几乎没中断过 所接触的境界 然此时非车身 人身 种种宣扰身 我们听到是车身 是人身 是许许多多很多种的这些音声 我们现在讲的噪音 修行人把观念转过来之后 他们听的跟我们听的不一样 我们听的是许许多多的噪音 他们所听到的是说法的音声 法音宣流 果然就不相同了 乃无常 苦 空 无我身 这种情形几乎有一点像 佛经上讲极乐世界的状况 这看你能不能转得过来 你仔细观察音声 所以佛们用这个观字用得好 观是不用心意识 用你的清净心 真实智慧去观察 确实是无常 在这个境界里面展现出无常 苦 空 无我 这是举一个例子 我们所闻 从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要深深体会到 不仅是所闻 我们所见到的 见到一切人 见到一切事 见到一切物 就摆在我们眼前 人是物是不是无常的 你能够看出无常 你比过去就进步很多了 过去你迷在里头 你不晓得 现在你能够看出无常 穿得很好 住大房子 出门有名牌轿车 你要知道他那一点点享受 他要付出多少代价 他比一般人苦 我们一般人出门自由自在 那些有钱的人出门要请好多保镖 那根本就很苦 他哪有我们这么自由 你才晓得真苦 没有一个不苦 你有没有看出来 再往深处看 看到究竟处是一场空 这个空不是到他死了 什么都没有了才空 当下即空 你就看出来 当体即空 你要是把这些事实都看清楚 这些事实就在眼前 我们从早到晚一年到头 从来没离开 从来没有中断过 换句话说 就是在眼前 就是看不出来 这叫迷惑 这叫颠倒 我们不能不承认自己迷惑 诸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才没有妄想 才没有执着 他才能真正彻底放下 放得那么干干净净 显示出的生活 真正的大自在 这个大自在就是真实的幸福美满 没有一丝毫的缺陷 我们要学就学这些 如何能叫我们现前的生活 过得跟佛菩萨一样 你学佛才叫真的学到 你没空过 真的学到 真得受用了 空有不着 乃是班若波罗蜜多深 深是究竟圆满智慧之深 你的班若波罗蜜 究竟圆满的智慧 从这个地方显现出来 眼见色在色相里面显现出来 鼻纹香在香味里面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是无上甚深的唯妙法 金刚班若波罗蜜 就在见色纹身之中 佛法到哪里去求 你想想到哪里去求 六 此经经文 乃至一切大成经 无论何具 皆可做官 行住坐卧 不离这个 则受用无穷 不仅是 金刚经 的任何一句经文 实在讲 只要是佛说的任何大成经典 无论何具 皆可做官 我们都可以拿来 改变我们的观念 改变我们的想法 看法 佛说的太多太多了 所说的这些法里面 也可以说有总有别 总 就是从根本上说的 基本的原理 原则 那个很好用 如果说 别 那就是特别对治 某一个毛病的 要知道 世尊说法的善巧 说法的方便 我们在一些经典里面 应当怎样来取舍 金刚经 上 每一句都能做官 在本经最后 佛跟我们讲了一个总刚灵 二句一记 这就是总说 二句是 不取于香 如如不动 它是总刚灵 总治一切病 不是治一样病 两样病 不取于香 就是不着香 对于六根接触 外面六成境界 眼见色 不要执着色相 耳闻身 不要执着身香 鼻袖香 不要执着香的香 乃至于一直之法 不执着法香 外部着香 内如如不动 内部动心 就成功了 真的是大乘佛法 自始至终 修行的总刚灵 总原则 金刚经 上两句话说出来了 要怎样 要怎样才能达到外部着香 内部动心 你就要问 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折香 为什么会动心 不知道事实真相 以为外面这些像是真的 以为自己这个身心也是真的 我可以得到它 我可以享受它 以为如此 所以你见色 闻身就动心 你就要执着 毛病在此的 不了解事实真相 所以佛又说一记 让我们从这个记子里面 去体会到一切万法的真相 这首记就是 一切有谓法 如梦换泡影 如漏意如电 硬坐如是观 一切有谓法 有谓法包括世间出世间 一切法 如梦 换 泡 影都是假的 都是比喻那个梦 漏根电短暂 说明这个假象是很短暂的 一刹那就没有了 你了解事实真相 你自然就不执着 自然就不会动心 不执着 不会被外境诱惑 不动心 你才能保持你真实的智慧 因为清静心起作用是般若智慧 那是照见 晓得有总有别 我们抓住总纲领 对别说的这些精具 观察自己的毛病 习气之所在 可以针对自己的毛病 选择几条来做官 这样下手功夫就会很得力 的清静心 行住坐卧 不离这个 这一句很要紧 因为要改变我们的观念 思想 那个时间要长 要绵密不可以间断 必须要知道 我们的妄想 我们的烦恼 是无量节到今天从来没有间断过 所以它的力量非常之强 我们今天念几句佛法 是若有若无断断续续 你要想把妄想执着打掉 那是做不到的 一定要坚持 决定不能放松 行住坐卧 不离这个 则受用无穷 你的的好处 得的利益 真是无有穷尽 什么时候得到 现在就得到 一用功夫就得到了 如果功夫不夹杂 不间断 在一般状况之下 三个月 那个境界可以说是你自己完全能够觉察得到 三个月境界就开始转了 法系充满你就得到了 七 读经 是经转我 做官 则未转经 经转我 则已经转移凡情 我转经 则长生智慧 更为重要功夫 这一段讲了两个层次的功夫效果 我们入门下手读经 从这里下手 读经的目的在哪里 就是前面讲的做官 改变我们想法 看法 用读经的方法 改变我们的想法 看法 这就是经转我 用经转变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 看法 初学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入门 至于我转经 要是入门就是这样的 我们在中国历史上 只看到一个人 六祖慧能大师 慧能以前没有 一个也没有 慧能大师以后 也没有发现一个 所以这个人不能学他 这三千年来 亿万人学佛才只有一个 我们怎么能跟他学 所以那是特殊的例子 不能学 我们还是要循规蹈矩 从读经下手 功夫做到相当的程度 也能够进入第二个层次转经 所谓转经 就是教下理念所讲大开元解 什么叫做大开元解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参禅会大彻大悟 明星见性 用参揪的方法 或然开悟了 明星见性 教下教你读经 用读经的方法 读到功夫纯熟之后 也会大彻大悟 明星见性 一样的 你要晓得 用的方法手段不一样 那个功夫累积 那是定功 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开智慧 所以教下讲大开元解 到大开元解的时候 就是我转经了 那就不是经转我 我们念佛 你用持明的方法 行 你用观想的方法 也行 用观想的方法 也行 你用读经的方法 也行 我每天念 无量寿经 念 阿弥陀经 都可以 念经就是念佛 也行 念道是一心不乱 得念佛三昧 念道理一心不乱 开悟了 明星见性 到那个时候就转经 转经的时候是什么现象 智慧现前 智慧现前的现象 那个样子 你没有见闻的时候 你心是清静的 心是不动的 你一听统统明了了 那就是智慧现前 像 谈经 里面 六祖不认识字 法华经 没听说过 法达试念 法华经 的 六祖说 你念给我听听 法华经 二十八品 法达只念到第二品 方便品 六祖听了之后 好了 后头不要念了 全都明白了 那就叫 我转经 是初世间法 今天科学家费多少心血 及多少人的力量 发现许许多多心科技的科学技术 如果是一个开悟的人 他一听 一看 他全都会了 不但会了 比你还会得多 你还有很多不知道的 他完全都晓得 我们要问 我们要问这些佛菩萨为什么不发展高科技给我们受用 佛菩萨真有能力 为什么不肯发展 这一桩事情不要问别人 问诸葛亮就知道了 我说的话是真话 你们读 三国志 三国志 是 二十五史 里面的一部书 诸葛亮的确很有科学头脑 他发明的 木牛流马 就是机械化的运输 可惜没有详细记载 不知道他用什么动力 现在的车辆动力都是用石油 那个时候没有石油 他用什么东西做动力 能够用机械运输 虽然每天走的路不多 走三 四十里 那也相当可观 这一些技术 他为什么不传下来 他死了 他也把他毁掉 为什么不留给后世 这是他的大慈悲心 诸葛晓得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科技文明发展历史不到一百年 发展的结果怎么样 再过五十年人类就要毁灭了 如果科技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断的发展 这个地球早就完蛋了 他们大慈大悲 所以不愿意把这些东西说出来 道理在此地 这是诸佛菩萨 不但有大智慧 而且有大慈悲心 科技给我们带来是一些方便 换句话说 我们付出的代价 诸佛菩萨 要是细心想一想 得不偿失 现在表面上所看到的地球上生态环境被破坏了 严重的污染 每天地球上的生物包括动物有一百多种绝迹 每天都这样子这还得了有增无减 再加上这个社会人心 贪甜吃慢 加速度的在增长 整个社会动乱不安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人心惶惶 没有一丝毫安全感 哪里有生活的乐趣 这就是说我们付的代价太惨重 我们得到的便利太小 得不偿失 这就是诸佛菩萨 古圣先贤 他们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智慧 不肯为的所以然道理 真正是慈爱一切众生 八 古德说 但求希望 莫更密针 若移密针 即成为妄 必妄心分分除 真心分分现 但求希望 莫更密针 若移密针 即成为妄 这在修行过程当中 是一句非常重要的开示 所以古人叫人修行 就是说 你就一直去 不要回头 不要犹豫 自然就成功了 譬如叫你念佛 念佛会功夫成片 是一心不乱 理一心不乱 你听到了 认真念佛了 念佛求什么 先求功夫成片 念了几年 功夫还没成片 再念几年 还不成片 念一辈子 也不会成片 为什么原因 因为你有一个功夫成片的妄念在当中夹杂着 所以它不能成片 你有一个求一心不乱 你有一个求一心不乱 这一个杂念在里面 夹杂在里头 决定得不到一心不乱 不能求真 忘去掉真就现前 你何必再求真 求真就是一个妄想 你要想正果 要想成佛 有一个念头 我要成佛 你就决定成不了佛 你有个念头 我要正阿罗汉 你算了 你这一辈子正不了阿罗汉 阿罗汉 菩萨 佛都是成就的正果 正果里面没有妄念 没有妄想 你老是还有一个妄想 妄念存在心里 你怎么能成正果 所以这个要紧 但求希望 莫更密真 忘去了就是真 必忘心分分除 真心分分现 像菩萨五十一个阶级 从哪里来的 就是那个忘一分一分的断 忘断一分 真就现一分 好像一面镜子 这个镜子盖了很多灰尘 都不起作用了 我们去擦它 我们擦掉一块脏的东西 那一块就现钱 它就起作用 就照了 再多擦一点 它那光明又多透一点 就是这么个道理 只要除忘就行 忘一定是渐渐除 不可能一下就除干净 所以菩萨五十一个阶级 就是这样分的 越是高位的菩萨 他那个望就越少 留得越少 越是位次低的 他那个望还留得很多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忘心分分除 真心分分现 9. 忘心是无明 妄想 烦恼 真心是觉 正 清静 这个也要把它辨别清楚 哪是忘心 无明是什么意思 无明就是不明白 对人 对事 对物 对过去 对现在 对未来 样样都不明了 这就叫无明 无明要是明了 明了就是智慧现前 就是样样都明白 样样都明了 那就叫明了 从一个自然现象上来说 因为我们有无明 真的是无明 我们的太空一片漆黑 现在太空人飞到月亮 到星球探险 知道太空是黑暗的 为什么是黑暗 无明 如果你的心明了 不需要太阳 月亮 灯光 这个天空是光明的 所以 天空为什么是黑的 我们的心黑 所以天空是黑的 因为无明 这一个事实 这一个事实 诸位可以在 虚云老和尚年谱 里面看到 虚云老和尚禅定是有相当的功夫 开悟不开悟 我们不晓得 禅定的功夫 他是真有 他常常也打坐 十天半个月 一出订的时候 他觉得才几分钟 有一年过年的时候 年前 他住小茅棚 在锅里面煮着芋头 还没烧开 他在旁边打坐入定 是真的入定了 这一入定就入了二十多天 年都过去了 他也不晓得 有一些人到他茅棚来看他 跟他拜年 看到他入定 就拿了个影庆在他耳朵边敲 这一敲的时候 他就出定了 出定了 看到他们来 你们来得很好 我刚刚烧芋头 大家一起吃 结果一看 那个芋头都长草 都长毛了 他想 怎么回事 人家就告诉他 年早就过了 他说 不会吧 我觉得才十几分钟 他在定里面感觉的十几分钟 实际上过了二十多天 虚云老和尚 身平像这些事情很多 常常一入定都很多天 年谱里头记载的 有这么一桩事情 我看 年谱 是刚刚学佛的时候 喜欢看这些东西 差不多有三十多年没有看了 不过这一段故事印象很深 诸位要去查查 不晓得他在哪一年的 有一年 有一年也是 有一次他是黄昏的时候 要走回去他自己的茅棚 大概路相当长 他老人家年岁也大了 慢慢走 一个人走 走到半路 遇到两个出家人 彼此都认识的 这两个出家人 每一个人手上拿了一个灯笼 看到虚云老和尚 老法师 怎么天这么黑 你还一个人走路 虚云老和尚一直走 他心是定的 心是清静的 所以那个光明永远保持那个样子 在他没有感觉到天是黑暗的 经过他们两个人议题 说天已经黑了 他一愣住 天立刻就黑下来 所以天空的黑暗不是真的 是妄想 分别 执着造成的 老和尚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所以他那个天空永远是明亮的 人家议题 他马上又分别 执着了 就黑暗了 所以佛经上说 诸佛菩萨所著的大光明藏 我们相信 佛菩萨那个虚空一片光明 我们今天的光明式的自太阳 月亮 灯光 这三样东西拿出来 太虚空的真面目就显露出来了 一片黑暗 无明 无明要是断掉了 那个现象就很清楚 晚上跟白天一样明亮 不需要日月灯光 那个时候就是你的无明破掉了 这个不是普通菩萨 佛经上告诉我们 阿罗汉不行 辟知佛也不行 全教菩萨也不行 没破无明 换句话说 他不及日月灯光 他还是住在黑暗当中 破一品无明 正义分法身 不需要日月灯光 自信的光明透露出来了 光明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 我们是自信里面本有的光明被障碍住 透不出来 才看到一片黑暗的现象 所以望星是无明 望想是烦恼 这些东西的根都是无明 真心是觉 正 清静 觉而不迷 正而不邪 就是正知正见 也就是说对宇宙人生的观察是真实正确的 没有错误 没有偏差 这才叫做正知正见 经论里头也说之为佛之佛见 跟佛菩萨的知见完全相同 清静 清静心 这是真心 这是真实的智慧 实 但不着相 则色即是空 相即是性 性相圆融 无碍自在 前面说了这么多 都是真实的道理 事实真相 我们迷失太久了 佛说的事实真相 我们听起来非常的深疏 要如何能够弃入 也能够正的 佛教给我们 只要你不着相就行了 就像本经末后 不取余相 如如不动 不着相 不取相 能够不取相 不执着一切相 才晓得色即是空 色就是色相 包括所有一切现象 一切现象当体皆空 这个空的确不太好懂 为什么 空不当作无讲 我们一般人讲空 空是什么都没有了 才叫空 佛法里头这个空 不是当作无 不是说没有 这个空 空是有 空跟有是一不是二 像有体空 虽然是有相 但是它没有自体 体是空的 所有一切物相 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所以说万法皆空 都是从体上说的 体与用从来没有离开 体用是一不是二 体虽然永恒不变 那个相差那转变 所以它是转变 它也不会消灭的 它只是会转变 所以相就是性 性相圆融 为什么说圆融 圆融是没有妨碍 不变的性 不妨碍会变得香 刹那生灭的香 刹那生灭 生灭就是变 变得太厉害 变得太快速了 不妨碍永恒不变的性体 决定没有妨碍 这叫圆融 所以清凉大师解释 华言 为我们说出如来果地上的境界 他所讲的是 是无碍 理无碍 理是无碍 是是无碍 他说了四个无碍 叫四无碍法界 四无碍法界说的什么 一针法界 一针法界里面的现象 是四种无碍 回过头来观察我们的法界 这四样统统有碍 是有碍 理也有碍 理是当然就更有碍 是是的障碍就太大太大了 愈来愈严重 一针法界里这四个都没有障碍 无障碍的法界 无障碍 那才叫自在 有障碍都不自在 无障碍 才叫做解脱 大乘佛法里常讲的三德密藏法身 般若解脱 必须到无障碍 才真正的解脱 说来说去 说真的都是自己信得圆满的显路而已 一针法界 无障碍的法界 全是自信本有的德能 不是从外面来的 实在讲尽随心转 连太虚空都是自信变现的 都随自信来转 我们自信迷了 太虚空是黑暗的 自信绝了 太虚空是光明的 连整个太虚空都随我们的心在转 修行人不能不知道这个事实 不能不晓得这个道理 二四 深信简是根基问 虚菩提白佛言 是尊 婆有众生 的文如是言说张句 深实信不 虚菩提尊者听佛的说法 对于这些理事自然是彻底的明白了 他的的是无量的欢喜 这项世尊请教提出一个问题 这一问与我们大有关系 我们知道虚菩提尊者是佛菩萨再来的 硬化的 佛讲 金刚般若 他一接触就完全通达 这可想而知 我们有没有资格听 金刚般若 有没有资格学 金刚般若 我们今天这个一问问谁 谁能为我们解答 尊者很慈悲 三千年前就晓得我们现在的心里 他老人家带我们起请 带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了 所以他问得好 他说 有没有众生听到佛在金刚般若 会上说的这些话 真相性吗 实性就是真相性 这里头不带怀疑 真实的相信 一张句 二字 纸上文所说道理 实性 是能了解如是言说之真实意 张句 张是讲章法 我们今天讲的段落 大段落里面分中段落 中段落里面分小段落 叫张法 句式文句 通常我们称为文章 文以载道 文章里包含着许多道理在其中 这个地方 张句 两个字 就是说指前面佛所讲的道理 所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 原理 原则 实性 是能了解如是言说之真实意 像我们每天讲经之前 我们要唱三声 本师释迦牟尼佛 这是礼节 表示我们不忘本 这个经典法门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我们今天研究 读诵 讲解 不能忘记它 念念不忘老师 更重要的我们的心形也要学老师 跟老师一样 希望的感应 老师来加持我们 如果得不到诸佛菩萨的加持 说实实在在的话 金刚经 再有详细的注解 我们也讲不出来 不靠佛不行 要真心的投靠 这是归一三宝 真心投靠 一定是依教奉行 佛讲的你不明白 做不到 那依靠什么 一定是我明白了 我认真努力在做 尽心尽力的在做 这样才能够与佛菩萨取得感应 感应道教 道场这么多听众 如果得不到三宝的加持 不要说我来讲经 佛亲自来讲 你也听不懂 你今天能够听懂 听得很欢喜 谁的力量 三宝加持 这个很重要 当然我们自己 有多生多节的善根福德 这是基础 虽有善根福德 不懵三宝加持 我们没有办法搞清楚 搞明白 所以你们能够听清楚 听明白 这个道场三宝加持 三称本师是加木尼佛 这就是前程恭敬的求加持 开经济里面讲的 愿解如来真实意 就是此的讲的实性 我们没有把佛的意思解错 没有会错意 实性 二 世尊所说 圣身 圣身 一切众身 闻者自然 身性 然能 身实性 者不多 必上根立志也 世尊所说 圣身 这是真的 每一字 每一句 其身无底 一切众身 闻者自然 身性 佛是大圣人 佛没有妄语 佛不欺骗众身 所以佛的话 值得我们相信 然能 身实性 者 不多 这是真的 今天 归依佛门的人 很多 学佛的人 很多 为什么 你不肯依教 奉行 问你 信不信 佛 我信佛 我是佛教徒 我是很虔诚的佛教徒 佛讲的话 不知道 佛教我怎么做 我没做 这能算是虔诚的佛教徒吗 所以你才晓得 身实性 不容易 身实性一定是彻底了解 依教奉行 那才叫真的性 闭上根立志 这不是普通人 上上根人 这个上根立志是两种人 上上根人是他有大福德 大善根 大福德 有一些 还真不少 自古以来就有 有没念过书的 不认识字的 一听佛这么说 他就真做 不要说是净土经 金刚经 都不少 自古以来听到 金刚经 上讲的 他真做 听说 金刚经 上讲的 三星不可得 他从此以后再也不打妄想 他真干 他的心马上就清净 马上就生智慧 我们在 传记 里面看到的 古人真有 我们今天听说 三星不可得 还照样打妄想 这个没有法子 无可奈何 这就是我们不是上根 所以这个上根不是指你受多少教育 你读了多少书 不是指这个 他真的一下子就能领悟 立刻就能接受 立志是真实聪明智慧的人 他一听佛所讲的全都明白了 一个是听佛所说的并没有明白 没有明白他就肯做 那是真正可贵 真正不容易 他真得受用 这两种人的大利益 他能够生实性 尊者这一问 实在讲就是替我们问的 我们看底下是尊答复的 就知道班若会上的当机 所谓当机就是有资格学 金刚班若的 大概我们也有分 25 达简能性之机 佛告须菩提 莫作是说 如来灭后 后五百岁 有持戒修复者 于此张具 能生信心 以此为实 这个答复很好 佛告诉须菩提 你可别小看一切众生 不仅说现前大众 对世尊所说的能真正相信 即使到末法时期 这个后五百年 指我们现在 现在这个时代 有没有能够真相性的 有 什么人真相性 佛在此地说出这个条件 持戒修复 这是佛所讲的条件 只要真正喜欢持戒修复 他就会真的相信 我们看底下详细说明 一 莫作是说 不但现在大众能生实性 即 如来灭后 至 后五百岁 有持戒修复者 于此张具 能生信心 其他即不能 莫作是说 不但现在大众能生实性 这个现在就是当时 释迦牟尼佛讲经的当时 在会的这些大众 即如来灭后 至后五百岁 后五百岁 在大成经里面 有两个说法 一个说法是 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五百年 另外一个说法 五个五百年 以五百年做一个阶段 第五个五百年 叫 后五百岁 所以这个经文不是 五百岁后 如果说五百岁后 那当然是五百年以后 后五百岁 第一个五百 第二个五百 第三个五百 第四个五百 第五个五百 以后那就算是后五百岁了 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 外国人考证的是 二千五百多年 也正好五个五百年了 如果照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 虚云老和尚 印光法师这些老法师们 他们都用中国记载 中国记载是尊灭度到今年 是三千零二十二年 换句话说 第六个五百年都过去了 现在是第七个五百年的开端 去佛的时间很久了 有持戒修复者 于此张具 能伸信心 其他即不能 换句话说 不能持戒 不肯修复 对佛所讲的这些 深实性的就不可能 必须他是一个持戒修复之人 那就很可能真的会相信 二 为时 言能明了此经道理 从此用功 全是 以此为时 不可轻忽众生 为时 以此为时 言能明了此经道理 他读了这部经 听了这部经 他真的明白了 真正觉悟了 从此用功 全是以此为时 这就是说 这个人修行 在修行的原理 原则 他完全遵守 释迦牧尼佛 金刚经 上的教训 遵守这个原则 以此为时 守住这样的原理 原则 决定不会错的 不可轻视众生 当然 须菩提 不会轻视众生 怕的是我们 轻视众生 须菩提 代表我们 世尊告诉 须菩提 不可轻视众生 就是告诉我们 不要小看了别人 小看了众生 这些众生里头 真正了不起的 真正值得诸佛菩萨赞叹的 意思在这个地方 三 莫做事说 一语 正对弘扬大臣 佛法之人而言 要竭力弘扬 般若法门 在大臣经当中 自古以来 这些法师们 讲经说法 最怕讲 般若 原因在哪里 般若很难讲 讲的不好 怕人家产生误会 一切都这空 那就真的糟糕了 佛门常说 这有还有救 这空没救 怕的是讲般若惊 意思错会了 就这空 惰恶取空 惰恶取空的人 因果报应都不相信 毕竟空 一切都空的 我今天造什么罪业 也毕竟空 那他就可以无恶不造 那还得了 所以古大德 从唐 诵就很谨慎 很少讲这种经 可是般若也不能不讲 般若开智慧 这是极力劝者 要弘扬大臣佛法 弘扬般若 我们从世尊四十九年 说法能够体会到 世尊讲般若讲了二十二年 几乎占他一身 讲经一半的时间 才知道这个法门的 重要性 因此善讲般若的古今大德们 都从般若倒归净土 这的确是高明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空有两边都不着 而能够教我们 在一生当中的真实的利益 四 简则持戒修复之根基 从实践上用功 和律文者 不得不深实性 虚菩提请问的言辞的含义 是担心没有人能够真的相信 辜负释迦牟尼佛的开导 世尊选拥 世尊选择的对象 什么样的条件能够接受如是的大法 他选择的是持戒修复 持戒修复 都是老老实实去做 从实践上用功 这样的人不会落空 不会堕在恶取空 不会波无因果 这样的人是班若会上的当机者 这个意思后面我们还要详细说 五 如来灭后 正法千年 初五百年 解脱坚固 四五百年 禅定坚固 像法千年 初五百年 多文坚固 四五百年 塔四坚固 末法万年 初五百年 斗争坚固 本经 后五百岁 正指此时 这一段我们要解释五五百年 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分三个阶段 正法 像法 末法 正法一千年 像法一千年 末法一万年 总共是一万二千年 一万二千年之后 这个世间就没有佛法了 进入到灭法 在要等底下一尊佛出示弥勒佛 弥勒现在是等觉菩萨 将来他到我们这个世间 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是现八相成道 讲经说法 这个世间才又有佛法 弥勒佛什么时候到我们这个世间来降生 世尊有一部经说得很清楚 弥勒下身经 就讲弥勒菩萨将来下身时候的那个状况 经上明白告诉我们 要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 弥勒菩萨才能降生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诸位想想看 跟释迦牟尼佛的法运一万二千年 这一比较才晓得 有佛法的这个时间好短 我们能够生在这一个段落里头 那就好幸运 真的是中了特奖 怎么那么巧就生在这个时候 不前不后 前面时间也非常非常长 后面也是那么长 没有佛法 没有佛法那个时候 纵然你的人生 你也是白过了一生 原因在哪里 没有机会脱离生死轮回 闻佛法最大的利益就是了生死出三界 你就没这个机会了 这是说明有佛法的时间很短 一万二千年太短太短了 我们要非常珍惜 要感觉到无比的幸运 世间无论什么事情 说老实话都不重要 没有佛法要紧 今天晚上这两小时 你不要来听经 有个机会 今天一晚可以赚一千万 你要不要去 如果听说一千万赶紧去了 这两个小时不要紧 那你就依旧搞生死轮回 那有什么用处 没有用处 这样的事情过去 生中生生世世搞得太多变了 那个经验还不够吗 不能再搞了 再搞不得了 了生死重要 没有比这桩事情更重要了 所以要晓得 什么都是假的 什么都是空的 你要在那里面去执着 亏就吃大了 这是一定要觉悟 唯独佛法是真的 帮助我们开悟 帮助我们认识一切事实真相 弥勒菩萨何以要那么久才到世间来 这是有道理的 弥勒菩萨现在在兜律天 兜律内院 兜律天人的寿命四千岁 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四千岁 也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算 三百六十五天是一年 四千岁 可是兜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四百年 你一算就算出来了 他那个天的寿命到了 才下身到这个地方来试现做佛 所以四千剩三百六十五 再乘四百 他们一天我们人间四百年 所以诸位想一想 兜律天人看我们这个人间的人 纵然活上一百岁 要用我们这里来说才几个终点 一天是二十四个小时 四分之一六个小时 多可怜 朝生暮死还十二个小时 朝生暮死还要打个对折 何况你还活不到一百岁 如果是活个五十岁的话 那在兜律天看起来两个终点 这些地方都可以做官 你想想人有什么意思 我到这边来几天 许居是很难得很照顾我 每天买报纸给我看 我展开报纸看什么 看复文 你们看报纸 天天看 天天去翻 年轻人二十 三十的好多 七十 八十的很少 没几个 你这样子每天看 那也是做官 那也是做观想 提高你的警觉性 知道人生一场空 一场梦 在这里面再去追求一切享受 患得患失 佛说 错到底了 觉悟的人回过头来老实念佛 修我们自己的清净心 修清净心就是修金刚般若 清净心起作用就是般若智慧 世尊法运三个时期 正法一千年 初五百年 解脱兼顾 这个去佛很近 一般修行都能正果 解脱是讲正果 正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真的有正果之人 四五百年 禅定兼顾 换句话说 正果的人就少了 为什么 这个社会越肮脏 污染越严重 障碍越多 它正果就很难 得禅定 行 它可以得禅定 将来就是深色戒天 无色戒天 像法千年 第二个阶段是像法 去佛远了 法逐渐变质 也就是不纯了 有一些东西后人掺杂在里面 有假的佛法掺杂在里面 虽然不纯 那个变质还不太大 所以像是相似 还蛮像样子 在这个阶段当中 初五百年 多文兼顾 这就是得禅定的人不多 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一千年 佛法传到中国来 正好是像法时期 佛法到中国来是像法的初期 因此在中国禅的风很甚 都是那个时期留下来的 但是在中国最辉煌的成就 就是多文兼顾 历代的高森大德 讲经说法著书 我们今天展开这一部 大藏经 连同历代古德的著书 差不多将近八万卷 而实际的经典没有那么多 实际经典大概不到五千卷 后来祖师大德著书份量就非常可观了 多文 大家都在研究讨论 讲经说法 天花乱坠 多文兼顾 学问上成就了 自己真正修持上 连禅定都得不到 由此可知 如果禅定得不到 不能超越六道轮回 他的果报在欲戒天 这说明了 正法的末后五百年 多半都是深色戒天 无色戒天 像法时期的人 那个功夫色戒天去不了 都是欲戒天 再往后去 欲戒天也没分了 四五百年 塔四坚固 盖庙 到处盖大道场 经典也放下 不要去研究了 太麻烦 太费脑子了 天天盖庙庄严道场 搞这个 所以中国许多寺院 从零到场 这个时候盖的 真的跟佛讲的一样 没错 真被佛说中了 塔四坚固 造四 造佛像 这个有福报 这个福报是人天福报 这个福报是愈来愈低 从欲戒天降下来 这种福报好的是四王天 刀利天 四亿等的人间享福 末法万年 末法一万年 初五百年 斗争坚固 五个五百年 开始斗争了 现在第六个五百年了 第七个五百年开端了 斗争是愈来愈坚固 将来果报在哪里 如果不念佛求往生 果报就在三恶道 人道都没有了 这是从六道里面去观察 每况愈下 往下降 它不是往上升 这是说的事实真相 诸位想一想 可怕不可怕 必须理透彻 事实真相明白了 我们才会真正想到 我自己要走一条什么路 这个才有办法 今天除了念佛求生净土 没第二条路好走 正果不可能 的禅定也不可能 修复也不可能 眼看着摆在面前的 那就是三徒 将来到哪里去 地狱 恶鬼 畜生 就这三条路 越看越可怕 你不念佛就不得了 不往生就不得了 这是真实的事情 本经后五百岁 正指此时 就是指斗争坚固的时代 这个斗争坚固 并不止佛门一处 整个世界 每个角落都斗争 国家跟国家斗争 团体跟团体斗争 家庭里面夫妻两个都斗争 这有什么办法 这没有办法 真是严重 所以这样一个社会 做人都没有意思 这是事实 幸亏自己多生多节的 善根福德因缘成熟 能够闻到如来正法 这真是一线生机 一线的光明 我们要把握住 这真是大好的机会 我们可以摆脱六道轮回 真正的脱离苦海 出去再来了 那就不怕了 再来是佛菩萨 成愿再来 来度众生的 不是自己来受罪的 六 凡夫能持戒 方能离外染 如不持戒 则心不清净 不能设心一处 不能做官 如何能生般若 则持戒修复 是成佛基本条件 这个条件它具足 持戒修复这四个字 真正的意思我们要懂 持戒就是守法 现在这个社会 人都不守法 不但不守法 社会上反而鼓励你不守法 认为不守法才是英雄好汉 才是现代人 你要是守法 你头脑旧了 落伍了 你跟不上时代了 你说这麻烦不麻烦 这个问题多严重 在这么一个时代当中 你还喜欢守法 还情愿守法 你就晓得你的善根多深厚 我们讲这是天性 没人教你 没人鼓励你 从这个地方显示出 无量无边的善根福的因缘 修福 喜欢做善事 喜欢做好事 现在这个社会 每个人都顾自己 自私自利 你还能够舍己帮助别人 这要不是过去身中 多善根多福德 你怎么讲法 说不出道理出来 这样人才能够接受如来的大法 大法就是一身成佛的修行方法 一身之中决定脱离六道轮回 这是大法 有这样身后善根的人 他能够离外染 也就是说外面这个环境在恶劣 他不受影响 他能够保持他心地清净 能保持他的善良 能够保持着守法的信念 如不持戒 则心不清净 人不肯守规矩 不肯守法 他的心当然不清净 不能射心一处 射心一处是得定 那他当然不行 大乘法里面 修行的原则是讲关照 他决定提不起关照的功夫 也就是说 无论是佛法 是释法 他接触总是迷而不觉 总是染而不净 这就没有办法接受佛法 如何能身般若 他的智慧决定不能现前 所以持戒修福 是成佛的基本条件 我们学佛能不能成就 看看自己有没有具备这个条件 守法的条件 欢喜修善的条件 愿意做好事 愿意行善事 自己心地清净一无所求 如果做好事还有条件 还有所求 那就不是好事 那个不是真的持戒修善 持戒修善是对自己一无所求 出自于天性 这才是真正的条件 七 持戒 必少欲知足 修福 必生性因果 不住于乡 则持戒者最宜 不入断灭乡 则修福者最宜 持戒 必少欲知足 这个人烦恼轻 一个守法的人 他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是全心全力在追求财富 追求享受 持戒的人 他不求这些 他的生活能过得去就可以了 纵然福报很大 命里面有的 有很多 他也不享受 他把自己的福报分给别人去享受 这是持戒的人 修福 必生性因果 修福的人一定相信因果报应 善因一定得善果 恶因一定有恶报 因缘果报是真的 决定不是假的 金刚经 教给我们原则 不住于香 行于不失 不住于香 则持戒者最宜 容易 佛教给他这个方法 他行 他能接受 他也很愿意做 他本身具备这个条件 他就相应 他做起来不难 不入断灭香 则修福者最宜 断灭是空 决定不落空 一个人喜欢做善事 喜欢做好事 这个人怎么会住空 住空是什么都不想做了 什么也不肯做了 那个人就住空了 所以修福的人 他天天都想做好事 天天做善事 过去了凡先生 接受云谷禅师的教会 他的条件也就是持戒修福 他确实是这个条件 他守法 守规矩 真的是少欲知足 云谷禅师也看到 这个人可教 可教的那个条件 就是守规矩 守法 肯修善 这种人就可教 佛菩萨不肯舍弃他 一定要帮助他 要教导他 他具备这个条件 接受云谷禅师教导之后 真的他是日行一善 以后这个善的果报 现前了 信心具足 有一天做十几庄善事的 他拼命做了 认真去做了 这就对了 决定不落空 心地清静 不图享受 知足常乐 不着有 又肯努力做善事 不着空 空有两边不住 与金刚经上所讲的理论与方法都相应 他怎么不相信 当然生实性 这世尊把这个道理说出来 为什么会生实性 道理在此地 我们想想 确实很合情 合理 合法 要紧的 回过头来 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 反省 我们有没有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 有具备 要认真努力 你有成就的可能 没有具备 你有缘听到这个法门 听到这个经 也不简单 换句话说 你的善根福德虽然还没有成熟 接近成熟 好好努力培养一下就成熟了 我们大家统统都有分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十七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一月七 请看 金刚经讲义节要 卷二 经本第四十页 八 持戒能舍世间之欲 修福能舍自己之财 以财 法 无畏施之于人 正是修班若即在持戒 修福下手 前面说过 持戒的人必定是少欲知足 少欲知足 世间种种的享受 他能够放下 实在讲 这才是真正的有福 一个人到中年以后 会深深的体验到 真实的福报就是身心健康 生活愉快 这才是真正的福报 福报决定不是有财富 有地位 世间人看错了 以为有财富是福报 有地位是福报 其实不然 一生之中要是生活不快乐 纵然有财富 富而不乐 反而不如平而乐 那个人生有价值 有意义的多了 这是要有相当智慧 就能够观察得出来 由此可知 古人常讲的平而乐 那叫享清福 清福高 红尘里面享受五欲六成 叫红福 红尘之福 红福没有不污染的 身心都污染 换句话说 那个福是享了 身心都不健康 这就是我们说的 它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了 简直不能成比例 真正会享福的 真正会生活的 身心清静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没有妄想 没有烦恼 这个人过的是神仙生活 我们佛门里面讲 佛菩萨的生活 这才是真正的幸福美满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事实真相 对于世间五欲六成决定不追求 何况世尊在大臣经里面 讲得这么清楚 这样的透彻 那都是假的 原句原散 当体极空 乐不可得 持戒的人行 持戒的人善根非常深厚 他在这个时代 他欢喜守法 愿意守规矩 循规蹈矩 这就是持戒之人 修福 实在讲 那也是大智慧 正是与修班若相应 班若是真实的智慧 福与大众共享 这是真正的福报 这是真实福报 决定不能够独享 一家人独享 一个集团的人独享都不行 要与一切众生共享 这个人福报就大了 这个福报才叫真实的福报 在世间我们看到富贵之人 富 他拥有财富 贵 他得到地位 这种果报都是多生多节修善基德而得来的 不是偶然的 一世 二世的修基得不到 果报没有这样殊胜 所以这是多生多节的累积 这种情形只有佛眼看得清楚 佛给我们提出警告 就在《金刚经》上 佛也说得很清楚 菩萨修福不应受福德 也就是说 世尊教导菩萨要修福 不要享福 这个是真实的智慧 为什么 我们仔细去观察 读历史 看古代 看报纸 看新闻 看现代 想大福报的人 很容易造罪业 多生多节修得福 这一生就报掉了 如果在这一生当中不能够继续再修福 往后的麻烦大了 有几个人得福报的时候 肯继续再修福 不多 真的不多 古时候还有 古时候因为都读圣贤书 多少都受过圣贤教育的熏陶 还有智慧 还能够辨别善恶是非 有能力辨别 所以有福报的人肯修福 欢喜修福 这是很难得的 现代人不读圣贤书 不相信这个福报是命里有的 他以为他很能干 有本事 运气不错 以为是这么的来的 不知道的来的前面有深厚的因缘 因此得到之后就不懂得再去陪福 福报享尽之后 恶业现前 果报就在三图 这是佛法里面常说的三世愿 第一是多生多世在修福 第二是享福 享福造罪业 福享完了 第三是堕恶道去了 很冤枉 所以财法都要与大众共享 无畏师也离不开财不失 失财使人物质生活安定 他心得安定就是无畏师 法师使人明理 理明了之后心自然就安了 我们常讲心安理的 心为什么安 道理得到了 明白了 道理明白了 他心就安了 由此可知 无畏不失在手段上离不开财与法 所以世尊在本经只用一个不失 多次地为我们开示 教导我们 应摩锁住 而行不失 这是说明修班 若要具备这个条件 这就是本经教学的对象 九 诸恶莫做事持戒 众善奉行是修福 谨小胜为 放下一切 是佛所减定之机 必蒙佛加倍 这不但是理 也是摆在我们现前的事实 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善跟恶的区别 什么是恶 什么是善 一定要辨别的很清楚 我们是学佛 而且是学的高级佛法 金刚班若是属于高级佛法 不是初级 不是中级 因此这个标准就高了 恶的标准就是自立 凡是对自己有好处 要利益自己的都是恶 凡是能够利益大众的 这是善 而佛法讲利益众生 众生现在的利益 来世也得利益 后世也得利益 那才叫真正的善 现在的利益 来世不得利益 这个不叫善 现在不得利益 来世的利益 后世的利益 这个也叫善 善恶这样分法 为什么说利益自己的都叫作恶 金刚经 上说得很清楚很明显 菩萨要破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那才叫菩萨 才能达到菩萨的标准 如果念念为自己 诸位想想 我执就很重 我相怎么能破得掉 所以他这个标准是建立在凡是助长我见 助长执着我相的都是恶 那就是障碍 障碍你达不到菩萨的标准 这哪里是善 这当然是恶 诸恶莫做 那就是要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这个不同于一般的标准 不但是跟世间的标准不一样 跟一般佛法的标准也不一样 善决定是利益众生 唯有利益一切众生 这个范围像前面所说的 必定是尽虚空 变法界 那个众善奉行要这样的心量去做 为什么 唯有这样的心量 与自信就相应 那才叫真善 修行 我们用禅家的话来说 明心见性 就不难了 你把明心见性的障碍统统都除掉了 由此可知 世尊在此的简定持戒与修服 是非常有道理的 仅小胜为 小 小善 小恶 小善也不舍弃 也要修 小恶虽然很小也不能做 也要把它断掉 不能因为善小 不值得去做 那就错了 恶小不爱事 不是大的恶是不爱事 这样就错了 为什么 小的恶累积就变成大恶 小善累积就变成大善 虽然很微小的恶要断 从哪里断 从起心动念当中断 一丝毫不善的念头都不可以有 放下一切 放下是真自在 放下才有真实的幸福 才是真实的智慧 佛选定这种人 认为这是班若会上的当机者 如果我们具备这个条件 必定蒙佛加持 决定得到一切诸佛的保佑 诸佛都护念 你想想看 菩萨 龙天 善神 哪有不尊敬的道理 哪有不保护的道理 这个人才是聪明人 真正是自求多福 自求多福就是依教奉行 依教奉行就是自求多福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十 学佛者 定须行住坐卧 一切时 一切处 求三宝加倍 即如念佛 念时心中亦无所有 专精不杂 择得弥陀加倍 成就三昧 应学余夫余妇之间定信心 学佛者 定须行住坐卧 一切时 一切处 求三宝加倍 这一句话是真的 无论出家 在家 无论男女老少 一定念念求三宝保佑 这个很要紧 特别是在今天这个乱世 我们如果有一点成就 要求佛保佑 你的成就能保持 不要失掉 如果没有成就 也要求佛菩萨加持 使我们能够得到成就 是出事法都要求佛保佑 求佛怎么各求法 真诚心 清净心 慈悲心 这三心最重要 真诚 清净 慈悲 一定就得佛保佑 用这样的心去求 即如念佛 念时心中一无所有 专精不杂 则得弥陀加倍 成就三昧 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得力 散心 乱心迟名 所以没有感应 这要觉悟 从精之后 我们把不能感应的这个毛病改过来 可是 必须要晓得 念佛 我们也很想专精不杂 但是做不到 很难 自自然然砸念就来了 自然妄想就起来了 越是怕妄想多 那个妄想越多 这怎么办 一定要用方法对质 时间长容易打妄想 时间短有办法 我们念一个终点的佛 没有办法 控制不住 会起很多妄想 我们念十分钟 妄想当然也就少了 假如我们念一分钟 一分钟当中决定没有妄想 可以做得到 那个没有妄想的一分钟得力了 的佛加持 过去我传给大家念佛的方法 十念法 十念法 如果你念四个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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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句不到一分钟 心地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 十念 这个十念当中 一个妄念都没有 可以做得到 时间短 但是一天要念九次 不要以为时间短 念得很少 效果不可思议 只要你不见断 我们看到许多同修 就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的 有很多人打电话写信告诉我 两个星期以后他就见笑了 他就觉得很好 就来告诉我 很欢喜 这个方法好 纵然我们是老佛教徒 我们有早晚课 没有关系 早晚课之外 加这个十念法 这个九次怎么念 早晨起来洗脸之后 家里如果有佛堂 在佛堂里面 在佛像面前念 这个十念 如果没有供佛像 面向西方就可以了 心里想着佛就行 这个太方便了 早晨起来一次 时间顶多一分钟 这个功夫是真的 真实的 一点都不假 第二次吃早餐的时候 在早餐之前 我们佛门弟子都会念 供养咒 普通都是念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僧 供养一切众生 然后再开动 其实这几句 供养咒有口无心 没什么大的效果 小孩 小朋友唱歌而已 不是真心的 不如恭恭敬敬念 十句佛号 恭恭敬敬的 十句佛号念下来之后 再吃饭 用这个代替 供养咒 你吃饭 也会吃得很舒服 吃得很自在 也会帮助你 良好的消化 那个功德不可思议 第三次 你上午上工的时候 你在工作之前 把心定下来 念十句佛号 再去做工 上午工作完毕了 放工的时候 再念一次 中午吃饭念一次 下午上工 放工各念一次 晚饭念一次 晚上睡觉之前 念一次 九次 一次不要一分钟 一天九次 一次都不能够间断 那个效果非常之好 这种念法 真的会 念时心中 一无所有 专精不杂 跟这个标准相应 则的弥陀加倍 你一定得到 阿弥陀佛加持保佑 成就三昧 由此可知 念佛对我们的工作 不妨碍 对我们日常生活 也不妨碍 有百利而无一害 为什么不肯去修 应学于夫 于父之坚定信心 实在讲 我们学佛 最大的障碍 就是我们的信心 不定 摇摆不定 比不上那些老阿公 老阿婆 他们信心坚定 他们念佛真的念到 心里没有怀疑 没有夹杂 没有间断 往往成就的功夫 是上上成的功夫 非常的稀有难得 二六 是素根之后 当知识人 不于一佛二佛 三四五佛 而种善根 以于无量千万佛 所种诸善根 世尊给我们 明白的说出来了 持戒修福人 你说多难得 他们善根深厚 实实在在不可思议 此的所讲的 跟世尊在 无量寿经 上所讲的 完全相同 我们应当要相信 特别的要相信自己 不是去相信别人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讲堂 做两个钟头 不是凡人 你要是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 你怎么能坐得住 我们这个座位不太舒服 你能坐得住 在这个地方就说明 善根深厚 这是讲持戒修福的这个人 特别是在五五百年后的今天 一 此节文 证明持戒修福者 以聚集常识之修习 是诸善和尘之根 真是难能可贵 佛所讲的就是指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过去生中的事情 所以虽有善根 往往没有遇到善缘 那也不起作用 有善根 有福德 遇不到善缘 那也很可惜 这一生又要空过了 弥陀经 上讲的善根 福德 因缘 这三个条件 缺一个都不可以 一定要遇到善缘 善缘有两种 一种是遇到真善之事 使你接触到正法 这是第一个要紧的条件 第二个 你遇到好的同参道友 彼此在一起互相勉励 成就道业 这是我们常讲的师友 有老师没有好的同学很困难 菩提道上会非常辛苦 尤其在这个时代 冷言经 上所讲的 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 如横和沙 许多人都在说法 听听好像也蛮有道理 其实似是而非 如果我们认识不清楚 意志不坚定 很容易动摇 很容易受他们的影响 变成自己修行的障碍 所以善之事 跟好的同参道友 是我们这一生 能否成就的重要因素 要知道自己善根 非常深厚 决定不能够自暴自弃 自暴自弃 太可惜了 要把握这一生 大好的因缘 决定要成就 凭什么 凭我们过去 身中身后的善根 凭诸佛如来 本愿威神的加持 我们有坚定的信愿 没有不成就的 二 今在幼后之五百岁中 斗争至于疾 净能读诵受持 必是于人无真 于是无求 少欲之足 有持戒之资格 更宜用功 再求坚固 重得善根 当结善果 又有诸佛加倍 何不自免 今在幼后之五百岁中 斗争至于疾 今天这个斗争坚固 实在讲是到了极处 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 竟能读诵受持 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还能够读诵大臣 还能够认真去修学 必是于人无真 于是无求 少欲之足 有持戒之资格 必定是这样的根基 这个根基难 这个根基就是前面讲的 无量节培植的 在这个乱世当中 他的心还是这么定 还是这么样善良 还是这么样守规矩 于人无真 于是无求 少欲之足 这是无量节所培养的善根 这就是世尊在本经里面 所讲的持戒修复者 更一用功 再求坚固 重的善根 当节善果 我们明白了 我们自己有这么好的基础 这叫真的觉悟了 觉悟之后一定是更用功 更努力 坚定自己的信心 坚定自己的愿心 断恶修善 这就是重的善根 念佛求生净土 一定得生 那叫真正的善果 这个要知道 如果我们不生西方净土 虽然有前面这样深厚的善根基础 一定要知道出不了三界 出三界太难太难了 想象文书 普贤菩萨们在华言会上 在华藏世界 华藏是一真法界 他们还念佛求生净土 为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要不惜求净土 岂不是大错特错 发这样的心 你救的一切诸佛的护念 不仅是阿弥陀佛护念你 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 的一切诸佛护念 何不自免 应当勉励自己 这一生当中决定不再错过 这个机会一定要把他抓住 三 劝人学佛 一定要劝他持戒 修福 更要劝明般若 从速修学净土 求生西方 须知般若与净土 关系至深 这是真的 因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都是具足真实般若智慧 没有真实般若智慧 他不会选择极乐世界 像文书 普贤那都是智慧第一 他们选择的 你为什么也选上了 你的眼光跟他一样 那不是简单事 我们在座的同修 虽然不能说是诸上善人 不能说上善 但是可以说诸善人 这事可以能够当得起的 都是善人 我们常常劝人学佛 好事 劝人学佛一定要劝他持戒修福 可是这两桩事 在今天对一般人来讲 是太难太难了 所以在现代这个社会 我们劝人 首先告诉他 什么是佛教 从认识佛教下手 不一定要劝他学佛 佛教是什么 把他搞清楚 搞明白 以后再说 第一步接引要劝他认识佛教 我们有一个小册子 在外面跟大家结缘 这个小册子 你们不必客气 多拿几本没有关系 不要认为我拿多了 人家说我贪心 这没有关系 你转送给你的亲戚朋友 把佛法介绍给他们 这是好事情 这个地方的书送完了 我们后面立刻就再印 先让他知道佛教是什么 然后再劝他学佛 我们这几天所讲的 也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学佛就是学过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 过一个自在快乐的日子 学佛是学这个 学佛不迷信 学佛没有坏处 对他的学业 对他的事业 都有很大的帮助 为什么不肯学 凡是不肯学的 都是对于佛法有很重的误会 对佛法一无所知 这样把机会当面错过了 这很可惜 所以要劝他持戒 就是守法 守规矩 无论做什么事情 要有规矩 要有法度 要知道修福 修福则是断恶修善 更要劝明般若 要劝他智慧重要 不能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解决不了问题 福报不行 福报再大都解决不了问题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 谭经 里面讲得很清楚 这个东西要智慧 福不能救 生死轮回 福救不了你 可是慧能救你 所以说 智为能度 度就是帮助你 度过生死苦海 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 要智慧 福报没有用处 再大的福报都不行 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但生死不能解决 就是眼前的健康长寿 年龄大一点的衰老疾病 这些问题都不能解决 福报不能解决 不能说我钱很多就可以不生病 没有这个道理 可是这个问题 智慧能解决 有一些人看到我 向我请教 法师 你的身体不错 有没有练什么功 以为我是练功的 我有一年在旧金山奖金 听众里面有一位是从中国来的 那真的是练功的 听说是高段的功夫 而且有特异功能 特异功能就是一般我们讲有神通 我在那里连续讲了好几天 他每天都来听 告诉听众说 这个法师的功夫 是上层的 高段的 搞的信徒来找我 法师 人家说你是上层功夫 你应该传授给我们 但是他说这个话 老实讲也不假 可是也不是真的 金刚经 讲的 非假非真 怎么说非真 我从来没有练过功 这讲他不是真的 不假怎么说 我心很清净 这就不是假的 我常在讲习上讲 最高的原理是 心清净 心清净 身就清净 没有理由生病 所有疾病的根源 都是妄想烦恼变现出来的 你没有妄想 没有烦恼 你怎么会生病 所以要晓得 一切疾病的根源在哪里 你找到这个东西 这个比练功真的是高 练功 他妄想烦恼没有断静 他有时候还会生病 妄想烦恼没有了 根本就不会生病 道理在此地 这些道理 金刚经上讲的多透彻 我们怎么样做都还在 金刚经的范围之内 没有超越过去 全都在此地 所以智慧重要 我们要重视智慧超过福德 智慧非常重要 从速修学净土 修净土要快 不能够再迟了 我告诉诸位痛修的 一天九次的 十念法 这个十念法 很多书上都有 都复印在里面 这个很好学 效果也很好 金刚经 这个本字上有 希望诸位同修 多代几本回家 人家如果在问的时候 问你 净空法师身体很好 他是修什么功的 你就把金刚经 送给他 他修金刚班若功 所以 求生净土很重要要 知道班若与净土的关系 是一而二 二而一 班若是开智慧的 净土是归宿 真实智慧的归宿 也可以说净土是班若真实的受用 不归净土得不到受用 一定要归净土 四 身兮不是位自了 原为度众生 方与弥陀本愿相合 为满大愿 可正信故 班若与净土 是一非二 有往生法门 方能成就班若法门 此文书 龙树 智者 永明诸大事 所以皆发愿往生者也 求生净土是一桩很伟大的报复 不平凡 为什么要升极乐世界 是为了要度尽一切众生 参加阿弥陀佛的集团 阿弥陀佛是领导人 他那个集团干什么 就是尽虚空 便法借一切众生 要把他度尽 发这样的大愿 我们今天参加他的集团 从事于这个伟大的工作 真实的舍己为人 所以不是当自了汉 当自了汉去不了 听说西方极乐世界七宝庄严 那个地方不错 可以去享福去了 存这样的心 一天念十万身阿弥陀佛也去不了 纵然念到一心不乱 也去不了 什么原因 愿力不相应 你的功夫够 但是跟他致不同 道不合 这个去不了 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就是 至同道和 同一个愿望那才行 功夫差一点还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愿力相同 是为度众生 我们看看 无量寿经 上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就知道 愿愿都是度众生 愿愿帮助众生 远程佛道 我们念四十八愿 要依照弥陀的愿文 从我们自信里面 把这个愿发出来 发的愿跟阿弥陀佛的愿完全相同 感应就不可思议了 我们每天念四十八愿 不要以为我天天念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不是自己的 这就不相应了 一定是把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变成自己的四十八愿 自己的四十八愿跟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相应 这就决定往生 偶义大师说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信愿之有无 你信不见得有愿 你有愿一定有幸 你信愿具足 就决定的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品位高下 在念佛功夫的深浅 诸位要记住 念佛功夫的深浅 不是说每天念佛号多少 没说这个 与多少不相干 深浅怎么说 功夫越深 心越清静 功夫浅 妄想杂念很多 妄想杂念越多的人 功夫就越浅 妄想杂念越少 功夫就深了 这叫功夫 所以不再持明多少 在于你念佛功夫 功夫得利不得利 这才是关键 要想功夫得利 要想念佛功夫深 用什么方法 唯一的方法 看破放下 真能看破放下 自然功夫就深 自然妄想杂念就少 金刚经 帮很大的忙 金刚经 就是教我们看破放下 这是要与弥陀本愿相合 为满大愿 正的圆满的自信 就是成就尽圆满的佛果 一般我们讲成佛 天台家讲佛有四种 有藏教佛 通教佛 别教佛 圆教佛 你成的是哪一种佛 前面三种都不究竟 都不圆满 唯独圆教佛才是究竟圆满 到西方极乐世界 是为了要成究竟圆满的圆教佛果 它才能够像阿弥陀佛一样 普度一切众生 才有这个能力 所以说为满大愿 为成佛固 我们是为这个缘故去往生的 班若与净土 是一非二 一桩事情 很多人不明了 把它看作两桩事情 学班若的轻视净土 学净土的不明班若 这个错了 不晓得它是一桩事情 有往生法门 方能成就班若法门 换句话说 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圆满的班若才能成就 此文书 龙树 智者 永明珠大事 所以皆发愿往生者也 这再次的举几个例子 文书菩萨 世尊在一切大成经中都告诉我们 菩萨之中 智慧第一是文书师利菩萨 就如同小城阿罗汉当中 智慧第一是设立福尊者 智慧第一 佛说 弥陀经 单单叫设立福 他没叫别人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应该体会净土与班若的关系 佛为什么不叫别人 单单叫智慧第一的设立福 没有第一智慧 不能解净土之理 所以 弥陀经 上 小城排名第一个是设立福 菩萨第一个是文书师利菩萨 这个显示出净土与班若关系的密切 文书菩萨求生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灭度后六百年 龙树菩萨出现在印度 而龙树菩萨 佛在大臣经里面 曾经预言过 我们佛门教 授记 现在讲预言 佛说他灭度之后六百年 有龙树出现于是 弘扬大臣 所以龙树是中国大臣八个宗派的共祖 每个宗派都有祖师 龙树菩萨是八大宗共同的祖师 说明大臣八个宗是他老人家传下来的 他求生净土 大臣八个宗 我们应该都很清楚 在中国成立的华颜宗也叫贤首宗 天台宗也叫法华宗 净土宗是我们中国人建立的 与西方有关系的 从那边传过来的 有三论宗 法相宗 禅宗 律宗 密宗 八宗 共祖 他老人家为什么偏偏选西方极乐世界去往生 他没有在密宗里极生成佛 他没有在禅宗里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 他最后念佛往生净土 我们学佛对于这些事不能不留意 我们涉猎经典不多 对佛法甚深的理论不甚明了 但是看看这些古来祖师大德 他们这些举止动向 我们看到值得我们反省 应当好好去想想 他们的选择难道会有错吗 所以这些祖师大德里头不提别人 单提龙树菩萨 因为龙树菩萨 任何一宗都尊敬他老人家 他都是祖师 他念佛求生净土 在我们中国 智者大师 永明大师 皆发愿往生 智者是天台大师 天台宗的 天台宗修法华三昧 修的是天台止观 可是智者大师求生净土 往生传 里面有他 净土圣贤路 也有他 到后世 几乎天台宗历代的祖师 多半都是念佛往生净土 像近代帝贤老法师 这是清末明初天台大师 他的传人宝敬法师 谭虚法师 这都是近代天台宗的祖师 都是念佛往生净土 近代往生路 里面我们都看到 不能说这些人没有智慧 老实说这些人是通家 通宗通教 他们不会选择错的 永明大师 在禅宗里面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 回过头来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古人举这四个人 用意很深 文书 菩萨当中第一 龙树 八宗共祖 智者代表教下 永明代表禅宗 宗门教下到最后统统归净土 你看看这个气象多么殊胜 皆发愿往生 我们看到这种气象 还能不发愿求生净土吗 不必再深究其理 看看这些人物 他们走这条路 我们跟进 想必不错 这就对了 五 持戒修福 极不容易 往昔以清净成是无量诸佛 但种善根 可见欲成就般若法门 必须清净弥陀 时相般若 方能献前 永明禅师云 无禅有净土 万修万人去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持戒修福 极不容易 这是实话 往昔以清净成是无量诸佛 但种善根 比起 无量寿经 所说的阿蛇王子 这五百个人 善根深厚多了 世尊说他们这五百个人 过去身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四百亿这个数量相当可观 在我们讲善根相当深厚 听了净土法门喜欢 还没想去 没有发心求生净土 你就晓得 弥陀经 上讲的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 因缘 得深彼国 换句话说 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这种善根 福德还是少 还不够资格 真正要往生的那个善根 福德超过他们 死的讲的就不一样 供养无量千万亿佛 换句话说 比四百亿超过太多了 我们劝人持戒修福 人家不能接受 劝人念佛 他不能接受 这是正常的现象 他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 怎么能怪他 这个事情不但我们帮不上忙 诸佛如来也帮不上忙 所以我们看了这个情形 点点头心里明白就好了 他没有那么深厚的善根 如果你把这个法门给他一介绍 他就相信就接受了 这个人了不起 就是经上讲的 他已经在过去身中 那是善根非常深厚 曾经供养无量无边 诸佛如来 一听就喜欢 一听就相信 就接受 就肯干 佛在 无量受精 上说这不是凡人 回过头来想想 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 如果是这样的人 释迦牟尼佛就给我们受计了 我们不是凡人 一听就信 就欢喜 就接受 就真干 这就不是凡人 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换句话说 你已经接近这个标准 没达到也差不多了 只要现在努力一点 用功一点 依照佛讲的理论方法 认真的去修学 我相信很短的时间就达到了 就可以达到这个标准 可见 欲成就班若法门 必须清净弥陀 十相班若 方能献钱 古来许许多多祖师大德 都是这样的劝导学人 我们看到古圣先贤 人家就是这样做法 清净阿弥陀佛 十相班若才能献钱 十相班若献钱就是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永明禅师云 无禅有净土 万修万人去 但得见弥陀 何仇不开悟 永明大师有四手记 这是其中之一 四手记是为我们大众抉择法门 说明净土是无比的殊胜 无禅没有关系 有净土就行了 这里面关键的字眼是 有 有就成了 什么叫有 你心上真有 那才叫有 心上真有就念念不忘 这才行 我们世俗人常讲 心上人 你最亲爱的心上人 那心上真有了 念念不忘 心上真有 阿弥陀佛就行了 心上有别人 那就完了 就搞六道轮回 麻烦就大了 心上真有阿弥陀佛 所以关键在 有 在这个字 为什么 有 就是念 大家要晓得 念佛不在口上 你看那个念字 上蓝是 经 下面是 心 就是心上有 那叫念 不是挂在口上 口上有 心上没有 那就是古人所谓 喊破喉咙也枉然 要紧的是心上有 口里没有 没有关系 重要是心里头真有 心上真有 心同佛 愿同佛 解同佛 行同佛 一定是这样的 万修万人去 一个都不会漏掉 我们看看现前修净土的念佛人 一万个念佛 真正能够往生的两三个 好像跟祖师这个话不符合 其实不然 我们一万个念佛的人 只有两三个有净土 所以他去了 其他的念佛人 口里有阿弥陀佛 心里头没有 所以去不成 是这个道理 祖师的话没说错 非常正确 到西方极乐世界 见了阿弥陀佛 何愁不开悟 实在讲 见阿弥陀佛就开悟 花开见佛物无声 哪里能错得了 这是说明西方世界的殊胜 净土法门的殊胜 几乎是任何一个法门 没有法字跟他相比 无论是什么人 只要心上有牵挂 牵挂别的事情 都是搞六道轮回 牵挂儿孙都不可以 这个要觉悟 世间人母子情深 做母亲的人 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儿女 这个事情很麻烦 儿女会把父母忘记 父母不会忘记儿女 这个事情不是在中国 外国也一样 在外国 我们看见老太婆孤家寡人 一个人住在老人公寓 很寂寞 她常常想她的儿女 儿女根本不孝顺 一年里都不理她一次 她还是念念不忘 这就是人性 要知道这是搞六道轮回 是很大的麻烦 很大的障碍 念佛不能往生 就是为了这个 必须把念头换过来 你像你的儿女 爱护你的儿女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才真办得到 我们在无量寿经 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一样 到那个地方 阿弥陀佛加持你 你的神通能力全部恢复了 天眼动视 天耳彻听 竟虚空变法界 不仅是四圣法界 六道里面的情形 你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的家人眷属在哪一道 现在是什么状况 你统统清楚明了 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真的会去帮助他 这才叫爱护 你自己也搞六道轮回 迷惑颠倒 那有什么用处 纵然有爱护的心 是丝毫力量帮不上 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 到极乐世界 家亲眷属 你才真正帮上忙 你才是真的爱护他们 不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说爱是假的 不是真的 真正爱护家亲眷属 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求生极乐世界 六学般若者 虚速修念佛法门 修净土者 亦虚速修般若法门 观无量寿佛经 明第一意 正是般若 这是引经来作证 观经 里面讲的第一意 就是般若波罗密 这是说明念佛人不能没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不能不念佛 有智慧的人不念佛 不能成就 纵然他断恶修善 激功内德 也不过是患得来生的福报而已 什么原因 初不了三界 所以一定要念佛 念佛的人为什么要智慧 有智慧念佛就稳当 明了念佛的道理 知道念佛的方法 又晓得念佛的功德利益 统统都清楚 统统都明了 于是眼前无量无边法门 都不会障碍他 都不会动摇他 他有智慧 他的意志坚定 决定成就 这一次有几位同修找我讲 金刚经 我也就答应了 为什么答应 不是他一找我讲 我就给他讲 没那么简单 实在是看看这么多年来 大家念佛了 功夫不得力 为什么不得力 没有智慧 今天听一个参禅的来了 心里动了 想去打坐了 明天来了一个上师 他又想去灌顶 这个糟糕不糟糕 这就是没有智慧 心里头没有主宰 会随着外头的境界动摇 把我们念佛的功夫都破坏了 所以我想讲 金刚经也有好处 他们来起请可能是佛菩萨的意思 他不过是做一个增上员而已 真的是佛菩萨的意思 智慧非常重要 我们相信金刚班若可以帮助不少同修坚定信心 从这些动摇当中都能够回过头来 这一座经的功德利益就很大了 二七 明其福得正明其福 文士张句 乃至一念深尽信者 须菩提 如来西之西见 是诸众生 得如是无量福德 一 文士张句 是指定持戒修福之人 以其能信 能依此说奉行也 前面说的很多 持戒修福不容易 持戒修福的善根 真的是无量解所培植的 这个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 他听到 金刚班若波罗蜜经 或者是他读到 读到之后他能够 深一念尽信 这个关键在 尽 尽信就是一丝毫的怀疑 犹豫都没有 这个信才叫 尽信 跟前面讲的实信 是一个意思 这样的人 佛 如来 西之西见 佛都知道 都见到 佛知道 见到就是佛护念你了 你就得诸佛护念 得佛护念 这个人的福报 当然大 不是我们凡夫能够想象得到的 诸解里面讲 文士张句 是指定持戒修福之人 因为他能信 不但能信 而且能够依教奉行 他能照做 怎么做法 他能够一切都不执着 金刚经 上讲 应摩所住 一切都不执着 而行于不失 他真能做得到 智慧现前了 念念为整个佛法 为一切众生 没有为自己 没有为自己一个小团体 为自己 为自己一个小团体都不行 都是执着 这非常非常重要 心量一定要拓开 念念都是念法界一切众生 我们的心量才能拓开 六道轮回就破掉了 六道轮回的范围不大 三千大千世界的范围也不大 我们的心量尽虚空 变法界就把这个界线突破了 大家在大臣经典里面 常常看到有一个名词叫 轮回星 什么是轮回星 没有超越三界六道的范围 就叫做轮回星 这无济于事 不能成就 念佛求生净土的人 为什么念佛的人那么多 往生的人那么少 实在讲 许许多多念佛人 已轮回星念佛 出不去 有没有好处 无量节的善根又累积了一点 这是积分 它又积了一点 这一生不管用 你要问哪一辈子我们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只要什么时候你不用轮回星就超越了 就这么简单 这一生当中 我们还用轮回星 那就是无量节来的善根上又增加一点 我们积分又积了一点 来生还继续再搞轮回 由此可知 我们无量节来 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 都没有成就 就是没有舍弃轮回星 亏吃在这个地方 毛病发生在这个地方 我们能够把毛病找出来 这就很了不起 好像害病一样 病根找出来了 找出来之后 下面要紧的事情 要把病根消除 我们问题就解决了 既然晓得累积以来 就是因为用轮回星修机的善根福德 没有能够成就得了 今天晓得了 我们把轮回星舍弃 轮回星舍弃之后 那个样子就是星量广大 眼光广大 所见的 所思的是虚空法界 不会再想自己 不会再想小团体 我们这个道场 顾全这个道场 不行 这个星量太小了 要能舍 要能放下 在我们历史上最明显的例子 六祖会能遇到应宗法师 应宗在当时是领南的大善之士 领南是现在广东一带 佛门里面第一人 人家能放下能舍 全部都送给惠能大师 自己拜惠能做老师 当学生 他的星量多大 所以他能够明星见性 禅宗里面六祖度重 那真是第一 真的是空前绝后 在六祖会下开悟的 明星见性的 四十三个人 这四十三个人 应宗是一个 这就是说明 你能看破 你能放下 你就成就了 所以我们念佛人 必须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身是身体 不要再为这个身体去操心 去着想 没事了 心是念头 妄想 分别 执着放下 世界是三千大千世界 放下了 那你就出去了 没有障碍了 三千大千世界放不下 不行 这是轮回心 你出不了轮回 三千大千世界是六道轮回的范围 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说是信了还要依教奉行才行 信了之后 道理明白了 方法清楚了 真干 毫无犹豫 这是大事业 超越三界 出六道轮回的大事 干这个事情 世间是世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值得去干 二 静性 正指实性 以及实相 深静性 有静念相继者 有不能静念相继者 乃至二字 包括许多功夫不同之人 静性 跟前面的实性 实相 意思都相同 深静性 有静念相继者 有不能静念相继者 乃至二字 包括许多功夫不同之人 乃至一念深静性者 这一句经文里头东西很多 太多太多了 一念 这时间很短 但是功德不可思议 就好比黑暗当中 从来都没有见过光明 忽然像闪电一样放了一次光 时间虽然短 从来没有 忽然放了一个光 你说多稀有 多难得 他有一次 他就有第二次 慢慢他愈来愈密集 这是好现象 像我们今天 可以说是在座的同修们 乃至一念深静性 静性不能保持 保持你就成就了 你就成功了 为什么不能保持 现在听 金刚经的时候不错 心地很清静 尽兴 一散会 外面看到花花世界 又不行了 尽兴又没有了 又去贪图搞五欲六成 这就叫一念 从一念 一念到 静念相继 这里头有多少等级 静念相继 究竟圆满的是 理一心不乱 理一心不乱 就是法身大事 不能静念相继 时间有长短差别不同 我们现在的状况 就像闪电一样 放一下光 再就没有了 这就是一念深静性 所以听金的好处很多 你每天来听一次 每天放一次光 这二十四小时当中 能够放几次光 好难得 天天放 几个月连续不断放 几年连续不断放 就变成相继 功夫就成就 由此可知 金不能不读 不能不听 不听必定会被外面境界诱惑 会被外面境界动摇 原因在哪里 现在外面诱惑的力量太强太强了 如果说我不受外面境界诱惑 你绝对是佛菩萨再来 要不是佛菩萨再来 你怎么可能不受外面环境诱惑 那做不到的 必定受诱惑 唯一的办法 保护自己 天天读经 天天听经 天天听经 没人讲 现在大家有福报 有录音带 录像带 那就行了 诗在讲 不要听得太多 一部经重复听最好 一门深入 搞太多太杂 射心不容易 你的清净心不容易 一部经最有受用 最的利益 反复不断的听 我们才能成功 才有指望 保护自己 不被时代的这些大风大浪所吞噬 这个要紧 今天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十八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一月八 请看 金刚经讲一节要 卷二 经本第四十三页 三 龙树大势云 一切法不深而般若深 可见若非真实用功 尽性不能的深 这个性 着重在 尽 自 龙树菩萨这一句话的意思 我们要清楚 要明了 一切法不深 就是一个妄念都不深 心中一个妄念都没有 这个心是清尽心 所以叫做尽性 用功 真实的用功 没有别的 就是去妄念而已 这叫真实用功 如果心有妄念 即使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妄念还存在 我们平常讲的妄想 分别 执着犹在 这样的断恶修善 如果说是从粗显方面来说 它的果报依旧在六道 人天福报而已 不能出三界 如果说是很维系的念头没断 断恶修善 那也在声闻 原觉 全叫菩萨之流 不能见性 因为它不能见性 所以就不能叫真实 诸位要晓得 真就不是假的 不是妄的 实则不虚 真实不虚 唯独心性 这才是真实不虚 也就是说 只有清净心 是真实不虚的 所以里面有一个妄念 般若就不深了 我们在佛法当中常看到 世尊常常批评小成人 小成人对于三德密藏 就是法身 般若解脱 他指正的半个解脱 法身他没有 般若也没有 为什么阿罗汉 辟知佛 全叫菩萨没有般若 就是他还有一法 他心里还有妄想 执着 所谓两种妄想 忍我的妄想 法我的妄想 小成圣者 全叫菩萨 我执没有了 断掉了 法执有存 他还有法执 还有维系的妄想 没断 所以他没有智慧 必须法执也破了 就是常说的 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般若智慧就透一分 破两分无名 那就透两分 般若深 就是现前的意思 般若现前了 死的提醒我们 我们用功 什么叫真实功夫 离一切相 是真实功夫 本经里面所说的 应我所助 是真实功夫 应身我所助心 像这些教训 这些句子很多很多 这都是真实功夫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留意 其他的知知节节小问题 自自然然就解决了 所以 金刚般若明实相付 从根本修 在根本上下手 四 一念相应 即静念相继之根 静念相继 即从一念相应而来 相应 有性相 事理 因果 种种身解不同 上面举的这三种 每一种都有浅 有身 任何一法都可以 从这三种相应来观察 前面讲到我们念佛用十念法 这个十念跟古时候 慈云大师的十念不一样 慈云大师的十念 是以一口气为一念 这一口气当中 佛号不拘多少 有的人气长 有的人气短 尽一口气叫一念 他是教导一些工作繁忙的人 实实在在找不到时间 做早晚课 但是早晚课在我们学佛的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平常课送有没有 没关系 早晚课送最重要 就在这个时候 培养一种习惯 到这个时候 自自然然就会念佛 就会念经 养成习惯 这个习惯养成了 会起很大的作用 在念佛人来讲 决定是有助于往生 临终功夫得利 不得利 与这个关系很大 所以早晚课是一定要做 如果实在找不到时间 没有功夫做 用慈云大师的实念法 那是尽一口气叫一念 实在连这个时间都没有 我教给诸位痛修的实念 是十句佛号 十句佛号 一口气就念掉了 这个时间短 时间短容易相应 无论是性相 是理 因果 统统都相应 相应 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 不要看时间这么短 念得这么少 短跟少都不怕 就怕不相应 不相应就是里头 还有杂念存在 如果没有杂念就相应了 这十身佛号里 我们保持一个杂念都没有 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这就是将来你的功夫成就了 成就就是 敬念相继 这十念就是 敬念相继的根本 敬念相继的功夫 就是从这里 培养出来的 特别是 特别是在我们现代社会 每个人工作都很紧张 都很繁忙 这个方法不但对你的生活起居 工作毫无妨碍 而且有很大的利益 时间很短 它却确实实叫你把妄念统统放下 让你心地的片刻的清静 这片刻的清静 对你的精神 体力就有很大的帮助 你的精神体力好 头脑清醒 当然你办事的工作效率也就提高 所以有许许多多的好处 这是讲一念尽兴 二八 是显其故正事 事事解释 说明缘故 何以故 是诸众生 无父我相仁相 众生相受者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佛讲得没错 我们乍看起来好难 好难做到 但是我们用识念法念佛的时候 这十句佛号一句接一句 就是静念相继 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在这短时间之中 你看看与这一句相应不相应 这十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接着 确实这其中事相没有了 事相离了 法相 非法相也离了 跟经上讲的就相应 相应才是真实功夫 一 此事正面是身性得福之故 何以能身尽性 何以能得福 虚事除却分别心方可 我们今天唯独在十念当中体会到 在十念当中觉察到 真的他相应了 这是尽性 清静心生起来之后 十念法就永远不会中断 一天九次 一次都不会中断 早晚客送 一天只提醒两次 早晨一次 晚上一次 十念法是一天九次 时间隔得很短 时间不长 过一段时间又提醒一次 所以实际上这个效果 比早晚两堂功课 比修其他法门的效果要大 又不妨碍工作 这个方法好 就好在此地 心清静 就得福 一般人不懂得什么叫福德 以为发了财 做了大官 就有福了 这个观念都搞错了 这是佛法里常讲的颠倒错乱 看错了 是非看错了 利害看错了 不是福的看成是福 真正福报还不以为是福 清静心是福 佛菩萨在经典里虽然为我们说出来 而实际上我们很不容易体会 一下子也不敢承认 真正的幸福快乐 决定不是物质的享受 从物质享受当中 得到的快乐 就像什么 外面境界的刺激 离开外境 乐就没有了 必须有外面境界来刺激 你就会得到快乐 这个情形就像吸毒 所以诸位要晓得 享受五欲六成的快乐就是吸毒 你才知道付出的代价是把性命付出去 的一点短暂的快乐 诸位很冷静的想想 像不像 佛跟我们讲 真正快乐不需要外面境界 那个快乐从内心里面生出来 像泉水一样 它自自然然往外推涌 就法喜充满 那个快乐怎么得来的 清静心 清静心会有什么快乐 深智慧 深般若 它怎么不快乐 我们凡夫的心不快乐 因为深烦恼 诸佛菩萨 修行有功夫的人心地清静 他深般若 深智慧 这是真乐 那才叫真正有福 有福的人心里深智慧 真快乐 那个是有福报 这是说明 圣人的标准跟我们凡夫不一样 就是苦乐的标准都不相同 我们凡夫哪有了 天天等于说是在服毒 天天等于在打毒品 那有什么快乐 所以 真的快乐要离分别心 诸位想想 分别心没有了 执着当然没有了 先有分别 而后才有执着 执着是烦恼 分别是妄想 妄想没有了 哪来的执着 当然烦恼就断掉了 这是一定的道理 二 分别妄想祭除 无父我 人 众 受四相 诸众生 是指各个修功 不同之大众 分别妄想祭除 无父我 人 众 受四相 这四相当然也就没有了 四相是从分别来的 离开分别 这四种相都没有了 诸众生是指各个修功 不同之大众 经文上是诸众生 这个诸就是众多 离四相 从粗显明显方面来讲 小城出国就离了 离得浅 大城时教菩萨离得干净 也就是小城的四果四相 辟之佛 全教菩萨 他们也离了 离得怎么样 脱泥带水不干不净 这种情形 因此等级就分很多 所以叫诸众生 他没有离得干净 这是功夫不相同 要一样一样来修 这个说法 唯恐诸位同修 不能够具体体会到这个意思 我们再举比喻说 大家就好懂 譬如我们自己的习气 贪甜习气很重 贪财 贪明 贪色 现在我修行觉悟了 财不贪了 这是众生之一 这个断掉了 但是明 色还贪 这就叫不干不净 你所贪的东西很多 几十样 几百样 才离开几样 还有很多没有舍掉 就是这样的情形 因为这个就分很多等级了 诸众生 诸 的意思就在此地 三 四 相空 即我之空 非法 即是无 即是空 亦无非法相 是空一空 又名巨空 古人称为穷空到底 故名胜一空 又名第一一空 四相空 即我之空 我直破了 我直破了 就正阿罗汉果 就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 非法 即是无 即是空 这是非法相 亦无非法相 是空一空 又名巨空 又舍掉了 不执着了 空也不执着 空空也不执着 古人称为穷空到底 故名胜一空 又名第一一空 佛经里面也称这个境界叫真空 真空 真空跟妙有是亦不是二 空有不二 这是教给我们真实用功的下手处 真实用功的受用处 真实用功的境界 我们明白了 自自然然在修行过程当中就能够生欢喜心 真的得法喜 知道自己功夫天天有进展 妄想 烦恼天天减少 清净智慧天天增长 这是真实的福德 也是 金刚经 上讲的真正的福报 得福 四 我法二执 由分别而起者粗 上有巨生 我法二执 从起心动念而来的细致 我法二执 这两种执着 由分别而起者粗 上有巨生 我法二执 从起心动念而来的细致 这是在往生一层去观察 妄想 执着都有这两种状况 从分别而生的 就是我们六根对六成境界 起心动念 六根对六成境界 从这个地方生的 这个相粗 前面讲的我 人 众生 受者 法相 非法相都粗 对我们初学人来说 我们很容易觉察到 很容易体会到 另外一种 不必对外面境界 自己会生这些烦恼 这就维系了 这个维系的执着 不是这一生的 是多生多节的习气 像我们晚上睡觉做梦 梦中所现的这个境界 我们六根没有接触外面境界 现那么多境界出来 那都是过去生中的习气 所以那个境界就细 还有比这个更细的 梦中也现不出来 怎样它会现出来 有定功 甚深的禅定当中也会现境界 那就是极其为系的 这叫 聚生我法二执 聚生 就是五始节以来的习气 不必要学 不必人教 自自然然就起现行 贪甜吃就是这样的 不需要教的 你看小孩还不懂事 很小的六七个月大的小孩 现在小孩跟从前不一样 现在小孩六七个月 你仔细观察 他就有贪甜吃 不像从前 从前的小孩 说实在的话 要到二三岁以后他才有 他不懂得贪甜吃 那个阶段叫做天真 从前人在童年的时候 天真的时间保持的很长 相当长的阶段 现在不行了 现在做人好可怜 几个月大就起贪甜吃了 什么原因 他家里都有电视 你不要看他不懂事 他每天眼睛瞪着电视 在那里头把他聚深的烦恼 都勾引起来了 这就说明 现在已经没有天真 天真烂漫没有了 所以想到这个地方 人不能做 下一次要是再做人 日子不好过 从前人到满像样子 可以做 现在的人不能做了 看看现在的小孩实在非常可怜 生下来还不到几个月 烦恼就起现行 两个小孩在一块儿的时候 给个糖吃 他就会抢 会争 抢不到就会哭 贪甜吃完全表现出来了 这没人教他的 这叫做 巨生烦恼 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观察得出来 这是维系的 我们要断 先从粗的断 从粗断到细 细值一定要用定功来断 定功才能服得住 极其维系要用智慧来观照 那才行 照见五蕴皆空 那个问题才真的解决了 定功辅助他 那个断教辅断 不是灭断 实在讲 我们在大乘经里明白 所谓灭断就是转 转变 转变之后 烦恼 执着真的没有了 变成无上的智慧 转烦恼成菩提 菩提是真实的智慧 五 世人分别我执以除 贪甜吃虽味去尽 已经很薄 还需再加工 世人分别我执以除 世人就是前面讲的 世诸众生 这些世诸众生都是认真修学班若法门的 分别我执以除 贪甜吃虽味去尽 分别我执的粗香离开了 粗香舍弃了 可是贪甜吃还没有断的干净 已经很薄 这种境界 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自己能够察觉得到 对于世间五欲六成的享受 这个念头淡了 这是功夫真的进步了 有一个很明显的观察 譬如过去看到新的东西 新产品 一看到就欢喜心 就赶快要买 要得到 现在看到 好像很淡薄 有没有无所谓 购买 希望得到的念头减轻 这就是你修行的功夫进步了 而不是说我每天念多少经 念多少咒 拜多少佛 不是的 那看不到功夫 从你生活当中 你对于五欲六成的享受淡薄了 对一切法的分别 执着淡薄了 那叫真功夫 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如果错会了一死 以为我每天读多少经 念多少咒 那才叫真正功夫 你已经在观念上搞错了 真正要测验你的功夫 也错了方向 得的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情 所以真实的功夫就在生活当中 看看贪心是不是减少了 再减点减点 甜惠心有没有减少 以前看这个事也不顺眼 看那个人也不顺眼 现在看看都可以过得去 不像从前那么讨厌了 这就是你甜惠已经放下很多 从前对事理不清楚 迷迷糊糊 愚痴 现在对于一切事理很清楚 很明白 愚痴减少了 修行功夫要从这个地方去减点 去观察 我们是不是有进步 这都是讲的真实功夫 先要淡薄 然后慢慢的完全能做到不动心 六根对外面六成境界可以做到不起心不动念 那个时候就恭喜你 你救的三妹 这三妹也是分分得的 眼见色 在色尘里面不起心不动念 你的眼跟的三妹 耳根未必 耳根也许还喜欢听一点东西 每一根来算 一根一根的算 六根在六成境界里面都不起心动念了 就真的得到三妹 得三妹就有受用 念佛人要是的三妹 这叫念佛三妹 决定得深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稳稳当当 真的得到保证 还需再用功 功夫不能只在这里 要努力 要精进 必须要知道 没有到成佛 功夫都不是圆满的 所以等觉菩萨还要再用功 否则他那一品身香无名就破不掉 有能力破身香无名而不破 那行 那个可以 怕的是你没有能力破 你破不了 那个不行 那真的是等觉菩萨 有能力破而不破 那是如来成愿再来 那个不一样 许多等觉菩萨都是成愿再来的 这说明他有能力破 他不破 六 但见菩萨相急着有 但见菩萨相急着空 见菩萨相飞相 即二边双蓉 即无相 无不相 得见时相 顾云 则见如来 见如来 顾 得如是无量福德 这些话都是教导我们 在日常生活当中怎样用功 这个用功就是前面所说的 观照 怎样去做观 怎样观照 佛在这个经上教给我们 把从前俗情统统放下 以一个崭新的观念 崭新的方法 重新来观察这个世间 跟世间万事万物相接触 佛教我们看相 看体 看它的作用 以前我们不会糊里糊涂的 现在学了大乘佛法 懂得了 任何一法都要从体 像 用三个方面来观察 那就对了 这三方面观察是同时完成的 不是一面一面看的 是同时完成的 相 是现象 相是有 体是空 这个看法跟诸佛的看法一样了 如果但见相 只看到相 这有了 相是有的 这有了 凡夫就是这有 凡夫是单看相 不晓得相的体性 也就是说 不知道现象之所以然 他这有 但见非相及着空 这是小成人 阿罗汉 辟之佛 在一切相 里他专门看体 他不住于相 专门看体 就这空了 体是空的 万法皆空 为什么说小成人 躲在偏真 涅槃 偏真 涅槃 佛有的时候也称他为 无畏坑 无畏就是空 什么作为都没有 无畏坑 把它比喻做坑 掉到无畏坑里面去了 这空的意思 他之所以这空 他的脑子里就想空 他就想一切万法之体是空的 这样他就这空 执着空了 这也是错误 都不能见性 这空 这有都偏在一边 都没有见到事实的真相 我们一般讲偏见 不是正见 佛与大菩萨才叫正知正见 这个正就是不偏 既不偏空 也不偏有 这叫正知正见 见诸像非相 这就对了 见诸像是有 不着空 非像是空 不着有 这种观察法 这样的观照功夫 空有两边不着 我们学会了 要马上会用才行 你真的学到手了 真会用了 你的生活就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 就不是凡人的生活 你整个人生都转变了 你的妄想 执着统统没有了 你的心念念都生智慧 就像 谭经 里面能大师所说的 弟子心中常生智慧 他为什么常生智慧 他就是见诸像非相 所以就常生智慧 这个境界 二边双融 双融就是无相 无不相 无相是体 无不相是现象 有体 有相 有用 这才是见到真相 真相完全看到了 真相就是真性 所以说 则见如来 金刚经 上说 如来 都是从本性上说的 则见如来 就是禅家所讲 明心见性 你就明心见性了 见了性 那个福德就不可思量 你的福 不是修来的 修来的福可以思量 思 就是可以思维 量 是可以衡量 你的福抱有大小 有长短 是可以称量的 自信里面的福德不可思量 不但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 去度量 诸佛如来也不能 这是事实 一点都不假 所以 信要是显现出来了 那是真实的福德 七 欲修班若 不可落空 先将非法一面堵住 脚踏实的 功行实践 法相 非法相 接不着 是用功之要诀 欲修班若 不可落空 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 自古以来不善学班若的人 往往都这空 这也是古今大善知识教学班若最怕的一桩事情 学的人执着空 那个麻烦就很大 所以 佛法里有一句话说 宁可执有如须弥山 须弥山大 你执着有 像须弥山那么大 那个不怕 那个人还有救 不可执空如戒子 戒菜子像芝麻那么大 很小 空不能执 如果说是一点点执着空就很麻烦 执着空不能救 佛菩萨都救不了 执着空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 我们平常能够观察得到的 波无因果 不相信因果报应 换句话说 他以为造作一切罪业都是空的 没有果报 什么样的坏事他都敢做 那还得了 佛菩萨都救不了 执着有 不要紧 他还会相信因果报应 这个人好救 执着空不好救 所以修班若的人最大的忌讳 就是怕着空 所以班若一定要讲得透彻 要讲得明白 决定不可以错会一死 先将非法一面读住 所以金刚经选择的对象 金刚是高等的班若 不是初级 中级是高级的 佛选择对象的条件是 持戒修复 不落空 选择这个对象 而世尊在经本 经本是教科书 里面一再提示 交给我们 而行不失 行不失 不落空 而行不失 这一句话里面 含义是无限的声广 这个我们不可以不知道 我们在前面曾经说了很多 而行不失 真正的一去 就是我们在事实上 事相上 为一切众生做一个好榜样 这就是 而行不失 像是迦牧尼佛在本经一开端 这一持拨 做出样子给我们看 守规矩 守礼数 一丝一毫都不苟且 都不马虎 做一个好样子 不仅仅给修行人看 给尽虚空 便法借所有一切众生做样子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去观察 才能真正学到班若波罗蜜 无论我们现前是哪一种生活方式 无论我们从事某一种行业 某一种工作 都没有障碍 有些人对于佛法的经意 没有能够通达明白 以为学佛对于他的工作会有妨碍 对于他的生活会有妨碍 这是完全错会了意思 凡是提出这些问题来问的人 我们都很清楚 他对大乘佛法不了解 如果说他了解 他是错解了 他没有真正了解 真正了解 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 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对你都有极大的帮助 完全是正面的帮助 一丝毫的副作用都没有 换句话说 帮助你过得更快乐 更幸福 更美满 帮助你事业顺利成功 你能得大自在 这才叫班若波罗蜜 这才是大乘佛法的精华 才值得诸佛赞叹 九法界瞻仰 如果说佛法对我们生活 工作有妨碍 这种佛法还值得赞叹 还值得我们修学吗 今日之下学佛人当中 不学佛的我就不必说了 学佛的痛修当中 有多少人错会了佛法 太多太多了 开经济上 愿解如来真实意 那些同修们 是错解如来真实意 是曲解如来真实意 如来看到他 那个学佛都摇头 都感叹 你搞错了 佛不是这个意思 全都错会了 这说回来 金刚班若好 班若的精华 班若的刚要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 就把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学到了 可是学要学的彻底 要学的透彻才管用 不透彻 不彻底 就不管用 真用上了 好处真多 会给你带来一生的幸福 快乐 会跟以前的生活 完全不一样 从前生活在苦恼之中 迷惑之中 现在生活在快乐当中 幸福当中 前途一片光明 那怎么会一样 脚踏实的 功行实践 一定要认真做到 做到就是在生活上 在穿衣吃饭 在工作 在带人接物 点点滴滴都是班若波罗蜜 那你就真的会了 法香 非法香 接不着 是用功之要绝 因为法香 跟非法香 都不执着 就是前面 龙树菩萨 所说的 一切法不深 般若就深 法香 非法香 都不执着 就是一切法不深 稍有执着 你心里 还没完全放下 障碍 般若现前 那个障碍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业障 你有业障 所以般若波罗蜜 消业障非常之快 只要两边不执着 业障就消除了 多少人不知道这个道理 不晓得事实真相 消业障怎么消 去拜颤 拜凉黄颤 拜水颤 种种的忏悔法 结果有没有把业障颤掉 我看是越败越多 业障没消掉 越败越多 为什么会多 分别 执着越来越多 那个业障就越多 怎样消业障 分别 执着都放下 没有了 业障才消掉 拜颤的确是能消业障 拜颤的时候 要空有两边都不着 才能消业障 我们一般拜颤试着有 那怎么能消业障 空有两边不着 才行 金刚经 上所讲的基本的原理 原则 这个重要 无论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都要用这个原理 原则去修 就能够得真正的利益 如果与这个原理 原则相反 你决定得不到效果 念佛 念佛也是如此 为什么很多人念佛不能往生 他执着 这有 他没有放下 妄想 烦恼都没有放下 那个佛号只是种善根而已 不能在这一生当中成熟 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 所以两边不着 是用功的秘诀 这个 要 也很好 重要的秘诀 这一段从正面说 底下一段则从反面说 二九 反显 何以故 是诸众生 若心取香 则为着我人众生受着 若取法香 即着我人众生受着 何以 若取非法香 即着我人众生受着 这从反面说 说明你心里只要这香 取香 就是这香 这香就是执着 只要你有分别 执着 必定四香都起来了 诸位要晓得 四香是虚妄的 换句话说 你的生活都在虚妄之中 在虚妄境界里面生活 苦恼无尽 祸害无边 这就是六道轮回 佛不为我们说出 不说得这么清清楚楚 我们迷在这里面 根本没有法字觉悟 没有法字看出事实真相 这就是佛的慈悲 佛对于众生的恩德 一 无我人等香 我执空也 无法香 法执空也 无非法香 并空一空 世明三空 由见三空 从此精进 敬念相继 辨证清静法身 故曰 得无量福德 此即是礼意心不乱境界 无我人等香 我执空也 无法香 法执空也 无非法香 并空一空 空的观念也没有了 我空 法空 空的念头都没有了 那叫真干净了 世明三空 三空 大小城经典上都说 在佛学名相术语里面称之为 大三空三昧 就是说的这个 大小城统统都有 但是他的内容 境界 当然大小城不一样 由见三空 从此精进 敬念相继 辨证清静法身 由此可知 般若会上的菩萨 确实跟一般的菩萨不一样 就是他的修正是以 大三空三昧 做基础 像我们盖大楼一样 我们今天修学以什么为基础 以地面为基础 他们已经盖了十层 二十层 从那个基础上再往上盖 这个味道 他这个水准高 那个境念相继 跟我们现在讲的境念相继 当然不一样 境念相继也有等次不相同 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 大士智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原通章 尚说 我与五十二同轮 这句话的意思也是明显给我们说出来 境念相继的等次有五十二 五十二个阶级 每一个阶级功夫 境界都不相同 但是都是境念相继 所以我们要明白 我们听到境念相继 并不是很单纯的 功夫都一样的 不一样 里面有浅身程度不相同 又如我们讲功夫成片 一心不乱 功夫成片里面也是分很多层次 亦不相同 如果要是都一样 往生哪会有九瓶 功夫成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生凡胜同居土 凡胜同居土里面有三倍九瓶 这意思就很明显 功夫成片最低限度要分九个等次 是一心不乱 理一心不乱 一负如是 是一心不乱 生方便有余土 方便有余土里面也有九瓶 这就说明是一心不乱里面 功夫层次不相同 理一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 十报庄严土里还是有九瓶 这就说明十报庄严土至少也有九个等级不相同 这些我们都要知道 都要明了 自己用功才晓得把自己的功夫不断的向上提升 正如同我们走路一样 我们去旅行 走到什么地方 我们晓得到了某一个目的的 一站一站往前走 这走得很自在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能说每天走路到哪里不晓得 那就糊里糊涂的 糊涂就会生烦恼 方向清楚 目标清楚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清清楚楚 这才能生欢喜心 生法喜 这个底下也说 也有讲到一心不乱 正清净法身 静念相继要到正清净法身 这是高段的功夫 像我们刚才讲的念佛功夫 功夫成片 是一心不乱 还不行 还到不了这个功夫 要到里一心不乱 正得法身了 里一心不乱跟禅宗大彻大悟 明星见性是同等的境界 见性就是正法身 这是静念相继高层的功夫 高等的功夫 顾曰 的无量福德 这个无量福德是当然的 为什么 性得现前了 佛告诉我们 真如自信之中有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能 佛在 《华言经》上所说的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相 那个相就是福德 如来的智慧德相 我们怎么知道 佛在《华言经》上说了 《无量寿经》 《观经》 《弥陀经》 上也说了 不及《华言》 讲得详细 华言是经文常 讲得详细 所以古人常说 不读《华言》 不知道佛家的富贵 读《华言经》 的人不多 因为经太长 现在人没有耐心 看到布头太长 不想念 看都不想看了 可是我们在座的同修 净土三经 我相信多半都读过 净土经理虽然不及 《华言经》 讲得那么详细 但是他所描绘的 也足以让我们赞叹 我们看到西方世界一阵庄严 阵暴 身是清净身 金刚不坏身 永远不会变 不会灭 身体是透明的 没有污秽 没有肮脏 身是清净的 大地也是清净的 真的是佛在《大臣经》上常讲的 心净则土净 心清净 身清净 身是透明的 像琉璃一样 身清净 土清净 西方极乐世界的 的不是我们这边的泥土 沙石 不是的 它的地是琉璃的 佛经典上讲的琉璃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翡翠 绿色的玉 在玉里面可能价值还很高的 我们称为宝石 我们这个世间的翡翠是最好的宝石 拿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笔 一文都不值 那个植料差远了 差太多了 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是流离的 透明的 从地面可以看到地心 看到底下 你们在经上看到 黄金位地 那个地是马路 流离地上 黄金铺的马路 不要人工去铺 自然献出来的 福德不可思量 不是人工设计的 不需要人工去铺设 自自然然变现的境界 自然变现的 如果你要是不以为然 不能相信 认为这是神话 我举一个例子 你们有时候做梦 也做到美梦 梦中境界非常好 那个梦中境界呈现出来了 里面也有好多好境界 谁设计的 谁去造的 你没有看到人设计 也没有看到人在那里建设 为什么梦中境界现前 马上就有了 你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就不难体会到 那是真的 佛讲的不假 是从你心性里面 自自然然显现出来的 华藏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都不是人工造的 都没有自己在那个地方 去打妄想 去分别 执着在设计 没有 所以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 我们这个地方是用生灭心去建筑的 都是是种种建设 天天在那里分别 在那里执着 在那里想 设计建筑 用生灭心 所以时间久它就坏掉了 年代久了 就变成废墟 有生 有灭 是因为你生灭心建筑的 西方世界佛心清净 大众的心清净 清净心里面显示出来的 清净心没有生灭 没有念头 所以显示出来 一阵庄严也是不生不灭 一报跟正报的关系 如此的密切 我们冷静观察 冷静的思维 还是佛讲的有道理 我们可以采信 这是讲的无量福德 也许有人要问 释迦牟尼佛成佛了 在我们这个世间 天天还去脱波 每天打着赤脚 鞋都没得穿 过出家人那么苦的生活 我们看到 都不愿意过那个日子 他的无量福德在哪里 必须要知道 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 是硬化身来的 不是他的报身 不是他的净土 释迦牟尼佛有净土 释迦牟尼佛有报身 泛网经 上就透露一点消息 提如这那佛是法身 如舍那佛是报身 千百亿释迦牟尼佛是化身 这透露一点消息 释迦牟尼佛的本身是 卢舍那 卢舍那是谁 华言经 上的毗卢遮那佛 那是释迦牟尼佛的真身 由此可知 华言经 上所讲的一阵庄严 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 佛到我们这里来 要度我们这些烦恼的众生 谱门品 上所说的 应以什么身的度 就是献什么身相 我们众生烦恼 习气 业障重重 释迦牟尼佛也要献出那个样子 才能度我们 释迦牟尼佛如果要度一群猪 他要献一个猪身 到猪里面去投胎 天天跟那些猪在一起 也跟他们讲经说法 度他们 献人身就不能跟那些畜生 讲经说法 就不行 应以什么身的度 是献什么身 所以 是尊有他的净土 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所以真的是福德不可思量 无量福德 他能够献无量无边的身 像《冷言经》上所讲的 随众身心 应所知量 这种能力 我们现在人讲神通 也是他无量的福德 他能献 以无量无边的硬化身 帮助一切众身 佛帮助一切众身 最主要的是帮助众身觉悟 帮助众身破离开悟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才是真正帮助众身解决问题 此即是李一星不乱境界 在我们净土宗 这个境界是属于李一星 是以 三空三昧 做基础 在精进 静念相继 静念相继 这一句 我们也要把它看活 不可以死板地看作是净土宗 你这么看 不能说你错 但是一丝不圆满 任何一宗 任何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无论修什么法门 它的总纲领就是修觉 正 静 法门再多 所修的无非是觉正静而已 绝正静 是一而三 三而一 虽然讲三个字 实际上是一桩事情 因此任何一个法门 功夫的总持都是静念相继 所以 这个名词的含义是包括整个佛法 不但是整个大臣包括在其中 小臣也不例外 都概括在其中 二 此节经文 从反面显其必应三空之故 以名丝毫者相 便是分别心 便非清静自信 便是逐望 明确真信 其或造业 苦暴轮回的凡夫 此节经文 从反面显其必应三空之故 这个词句非常肯定 必 是必须 非这样做不可 一定要入三空 换句话说 决定不能有执着 分别 执着一定要把它舍掉 分别 执着可以说是我们无量劫来 修行没有能成就的根本障碍 前面说过 我们不是这一生才修行 每一位同修善根福德因缘都不可思议 善根福德不必说 因缘 我们在这一生中遇到大臣正法 遇到金刚般若 遇到净土三经 五经 这个因缘不可思议 换句话说 善根福德因缘 我们统统具足了 这一生能不能成就 就看这根本的障碍 你晓不晓得 知道根本障碍之后 把这个障碍除掉 我们这一生当中就成功了 我们的功德在这一生当中就圆满了 如果不知道障碍在哪里 不晓得把障碍除掉 这一生虽然是三个条件具足 不能成就 这真可惜 因为这三个条件统统具足很不容易 太难太难了 我们今天三个条件具足 但是要知道它有障碍 你要认清障碍 除掉障碍 功德就圆满了 以名思毫者相 便是分别心 便非清静自信 便是逐望 迷阙真信 起或造业 苦暴轮回的凡夫 读这一段文 确实惊心动魄 寒毛直述 这对于真正希望 在这一生成就的痛修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开示 那就是丝毫的分别 执着都不能有 我们这一生念佛才保证往生 我们这一生所需求的 就是这么一桩事情 在这一生当中 一定得到究竟圆满 所以一丝毫的分别 执着都不能有 有了 就是障碍 障碍我们清静心 清静自信 就是清静心 就是逐望 换句话说 这是走了回头路 我们无量劫来 就是逐望 就是迷真 这一生当中 好不容易善根 福德 因缘俱足 有可能脱离三界轮回 有可能往生极乐世界 被这个障碍障住了 这个多可惜 又走了回头路 所以 世间五欲六成留恋不得 假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当我们面对六成境界的时候 心里动了心 起了贪甜吃的念头 能立刻想到佛在 金刚经 上所说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把我们的妄想 分别执着 立刻把他扶住 把他打掉 这叫功夫 这叫得力 不能再迷 迷了真性的人 不可能不起祸造业 祸就是迷惑 一有分别 执着就迷惑 分别就是起祸 执着就是造业 起祸造业 又搞六道轮回了 所以这叫轮回心 轮回业 我们用轮回心 轮回业修学佛法 佛法也是轮回 你出不了六道 但是佛法是善法 你所得的果报是高等的 你身心清静 善心 善行 像经上常讲的慈悲喜舍 修拾善业 身三善道享福 你的这众果报 如果你的心形不善 还是有福报 在恶道里享福 恶道里还有福报吗 有 我们在新加坡就看到 新加坡有很多神庙 信徒很多 初一 十五有多少信徒去烧香白白 去祭祀鬼神 恶鬼道里面有福报的 他在鬼道里享福 畜生道里享福的 更普遍 大家都能看到 多少人养的宠物 很享福 你看看 他不要操什么心 主人事后他 照顾他非常周到 他的福报很大 比人大 人要像他那么享福不容易 所以你仔细去观察宠物 我们学佛的人警觉性高 人不如畜生 养宠物的那个家庭里 哪个最有福 宠物最有福 他的主人是后他 主人是他的奴婢 他才是真正的主人 主仆颠倒了 真正的主人是那个宠物 仆人照顾主人 事后主人 你想想看颠倒了 这就是什么 他修的福报很大 但是他的心形不善 多处身道 修的福 他还是照相 处身道里享福 所以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佛在这一步 金刚般若 也明显为我们指出来 因果不是假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因果是真的 我们不能不重视 不能不谨慎小心 所以要晓得 用轮回的心 就是分别 执着的心 轮回也就是分别 执着的这些事相 修佛法也不行 也得不到结果 念佛不能往生 不能往生 念佛也是福报 这一生所修的都变成福报 这是很可惜 依旧做一个苦恼的六道众生 底下一段教我们正确的修行方法 我们要以佛心 要以菩萨心修行 才能出得了三界六道 才能得究竟的果报 究竟果报是了生死 从此以后再不搞生死轮回 这才算是究竟 这果报才算是真实 三 广修六度万行 而心中若无其事 湛然宁记 不畏所动 此即是不取法相的真实意 如此而行 既不着法 亦不着非法 二边不着 即明中道 广修六度万行 这一句话意思就是说 我们全心全力去做利益 一切众生的好事 善事 对于众生有利益的 尽心尽力去做 而心中若无其事 湛然宁记 不畏所动 这就不是轮回心 就不是轮回业 心里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若无其事 每天认真努力在做 做了 没事 这样做 很快乐 不疲不倦 不会感觉很累 一般人做一点事 他都感觉到疲倦 感觉到累了 为什么累 他执着 分别 我今天做了好多好多事 怎么不累 当然就累了 菩萨一天做那么多事 没做 没事 没有事 他怎么会累 我们常常劝人 尤其年岁大的人 要多休息 实在讲休息都累 为什么休息累 在大妄想 身休息了 念头没休息 所以他还是累 还是会疲倦 最要紧的是要念头休息 心清静了 这个身一天到晚坐 坐再多都不累 坐再多都不累 这些事情 诸位同休 不妨试验试验 就能体会到了 这是真的 你会坐的精神饱满 甚至于晚上不睡觉的 坐都不会累 越坐越快乐 如果你不相信 我举个很浅显的例子 年轻人跳舞 跳上两天两夜 他欢喜 他不累 还有人打麻将 打个通宵 他也不累 那是精神专注 他也没有别的妄想 打牌 他要打妄想的话 他要输钱的 所以他也集中精力 也入了三昧 他也行 不过那个不究竟 那个心里还是有念 只不过他的念集中了 他不是很多的妄念 他集中 只有一个妄念 几个妄念 他妄念少了 所以能够不疲不厌 如果一个妄念都没有了 则精神饱满 不会疲倦的 许多人读 无量寿经 来跟我说 一本念不下去 会很累 我说 那你就分几段念 一次念一小段 这没有法子 这证明妄想太多了 他一说这个话 我就晓得妄想太多了 这一不经 初学的人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的定力都没有 你才晓得他的妄念有多少 这个病很严重 一定要克服 要学着 心中若无其事 要真正放得下 放下从哪里放弃 佛在经教里教导我们很多 从你执着最重的放弃 譬如我们对财看得很重 我们就从财先下手 我们明看得很重 就从明先下手 每个人的状况都不相同 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 哪一个病最重 就从那个地方下手 一般讲把财看得重的人比较多一点 可是也不一定 譬如从前在台湾 到安老法师的确不贪财 把财看得很轻 但是把明看得很重 所以有人就骗他 组一个公司请他做董事长 他很高兴 董事长要出钱 他的钱马上就拿出来 被人骗去了 哪一个毛病重 从哪一个毛病下手 把他舍掉 把他断掉 心中若无其事 若无其事 里头的境界也有浅深 广辖不同 我们要知道自己哪个毛病重 从哪个地方下手 舍 舍 你的心就清净了 湛然宁记 这是功夫成就了 湛然 是比喻 像清水一样 水很清 没有污染 很干净 没有波浪 水在平的时候 在定的时候 这是 湛然宁记 不畏所动 不会再被境界所动 从前我贪财 现在再多的经营财宝在面前 不动心了 这就成功了 所以心要不动 事情要做 心不动 就是佛心 菩萨心 你所做的一切事业叫菩萨事业 就不是轮回业 心移动 还有一点点分别 执着 贪甜吃慢 那是轮回心 所做的佛事都是轮回业 何况世间的什么善事 恶事 那不必说了 关键就在这一点 真的是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此集是不取法香的真实义 不取法香 不取非法香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这是讲到真正要紧触 希望同修们要认真 好好地听 好好地学习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十九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一月九 请看 金刚经讲义节要 卷二 经本第四十五面 四 经论有言 宁可这有如须弥山 不可这空如戒子许 此名者有者亦未公 者空者难失就也 这句话我想有许多同修都曾经听说过 古大德很多的著书里也常引用 这有 这空都是病 这是学佛同修在所不免的 凡夫者有 而胜者空 这两句话说的真正是恰到好处 所以往往凡夫的成就超过二胜 诸位想想 阿罗汉要两万大劫才能回头 我们讲的是回小巷大 辟知佛也得要一万大劫 这个时间很长 而凡夫善根成熟 念佛往生 升到西方世界 就做阿维悦智菩萨 阿罗汉 辟知佛怎么能比得上 没有往生之前 凡夫比不上阿罗汉 辟知佛 比不上他们 这一往生 辟知佛 阿罗汉反而比不上这个凡夫 这就是凡夫者有容易对质 西方极乐世界有 你这有不怕 能往生 升凡胜同居土 升方便有余土 当然时暴土那就难了 要升时暴土 必须空有两边都放下 才能够升时暴装盐土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念佛功夫念道理一心不乱 如果这有 可以念到功夫成片 可以念到是一心不乱 往生的成就都不可思议 纵然不能往生 这两个在六道里面差别也很大 这有的人相信因果报应 于是起心动念 一切作为 他自自然然会小心谨慎 也就是说不造恶业 不敢造恶业 知道善有善果 恶有恶报 由此可知 他将来人天两道有分 这空的人麻烦 最容易犯的是 波无因果 于是他就会胡作妄卫 造许许多多的重罪 果报自然是三图 这就是世尊在这个地方 为我们提出严重的警告 这有如须弥山 须弥山是大山 单位世界里面最高的山 我们称它做须弥山 就是你这有着这么大都不怕 这空太可怕了 这空如戒子许 戒子就是戒菜子 戒菜子很小 像芝麻 小米大 你这这个就麻烦 这这个真的佛都救不了你 为什么佛救不了你 佛为你讲经说法 你不接受 你不肯听 不相信 这有的人 佛说法 他相信 肯听 能够接受教会 这个道理在此地 三十 截显中道 以双离截成 这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总结 事故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一 下手方法 先令二边不取 见能空相 心地清净 佛说了这么多 到这个地方做一个结论 因此之故 法与非法都不应该取着 取着 心地都不清净 这有 心不清净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 这空 空是心里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应该心清净 还是不清净 心里头什么念头也没有了 什么执着也没有了 分别执着都没有了 其实如果执着空 执着各分别执着都没有了 诸位想想它还是有 这个现象是无明 这空的人 堕在无明里头 这有的人堕在 妄想里面 妄想跟无明都障碍自信 都障碍清净心 所以清净心不能现前 换句话说 智慧不能现前 三界之内 四禅天 四空天人 没有般若智慧 小成圣人 阿罗汉 辟知佛也没有智慧 原因在哪里 无明没破 无明就是它执着空 它不能破无明 因此我们要断妄想 同时也要破无明 必须要同时破这两种障碍 金刚经 上教给我们方法 应摩锁住 这是破妄想 而生其心 破无明 而生其心 佛教给我们要生不失之心 行于不失 行于不失就是而生其心 行于不失不着空 破无明 佛讲的这些方法 双破 妄想 无明双破 我们念佛这个功夫 诸位千万不要小看了 念佛这个功夫跟 金刚经 上讲的这些道理 原则完全相应 它也是双破 念佛的时候 交给你万元放下 一切都放下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不着有 这一句佛号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着空 所以念佛的功夫是空有两边都不着 因此念佛的功夫可以到是一心不乱 可以到理一心不乱 到理一心不乱 那就明心见性 就大彻大悟 跟禅宗里面无二无别 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 在所有法门当中 念佛法门最方便 它的障缘少 障碍的缘少 就是行住坐卧 一切时 一切处都用得上功 不像其他的法门 要有一定条件的修学环境 这个修学环境条件不具足 它就很麻烦了 唯独念佛法门容易 所以叫做义行道 二 由是而性 而解 而行 至于究竟 义不过两边不着耳 这个非常要紧 我们在 金刚经 上能够把这个道理搞明白 精神掌握住 真的是一身受用无穷 三一 引罚欲显义 世尊唯恐 我们还不能彻底明了 再用比喻来给我们说 这个比喻也非常有名 实在讲世尊当年说法 这个比喻常讲 以示意故 如来常说 如等比丘之我说法 如法欲者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这个意思很深很深 我们在注解里面看 一 法欲 是如来常说之法 以传法缘为过度 既度则舍 比喻佛法 为度生死 生死为度 不可无法 既打彼案 法亦无用 此事佛法可用 不可执之意 阿含经 中 佛为弟子等常说者也 法欲 欲是比喻 法是主法 也有木法 现在看不到了 如果诸位到中国大陆去观光旅游 也许还能见到 这是过度用的 度水用的 是用竹子编成的 或者是木材编成的 其他来过河 佛用这个来做比喻 是如来常说之法 以传法缘为过度 既度则舍 当然我们用这个事来度水的 过了河 这个东西就不要了 就舍掉了 比喻佛法 为度生死 生死为度 不可无法 生死为度 当然我们需要利用它做工具 既打彼岸 法亦无用 我们已经度过生死的苦海 到达涅槃的彼岸 佛法也就没用处了 佛法正如同传法一样 过了河 它就没用了 此事佛法可用不可知之意 佛举这个意思 就是佛所说的一切法 你可以用它 你不要去执着它 就跟过河的主法一样 我们过河用它 绝对不会执着 这当然的 每个人都不会执着 佛为弟子常说 所以说 如来常说 阿含经 李常说 阿含经 是世尊最初说法 说小成法的时候 世尊常用这个来做比喻 世尊常说 我们晓得如果众生不执着 世尊怎么会说 世尊要常说 可见得众生是牢牢的抓住不放 所以才劳累世尊要常说 我们能从话里头想到对面 众生一定是坚固执着 舍不得把佛法放下 是法它知道是假的 放下了 佛法是真的 佛法好 佛法放不下 那也吃了亏 也就错了 这是世尊常说的 小成法里常说的 诸位要知道 金刚经 是高级佛法 阿含等于是小学 金刚经 是研究所 研究所也用这个来说 意思就不一样 如果意思是一样 从前学过 小学就学过 何必现在还要说 现在说的意思跟以前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我们看底下这一段 二 此节经文 意运升为 不止如上所说 常说是法不需要了 则舍 而今未出发大心者说 乃是令于正需要时 舍法事也 此节经文 意运升为 不止如上所说 上兰说 没有过河 我要用它 过了河 就不要了 前面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好懂 这个地方讲 不止这个意思 常说是法不需要了 则舍 过了和不要了 就舍掉了 而今未出发大心者说 乃是令于正需要时 舍法事也 这就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正需要 正需要就要舍 这个意思跟前面讲的意思 完全不相同 在从前阿寒时 佛不能这样说法 说了怎么样 说了人会无所适从 那就是佛说法的对象不一样 他的程度浅 给他说深的 他不懂 说浅的 他能够领会 今天金刚班若会上 对象不是普通人 是出发大心者 这一句我们一定要把它看清楚 大心就是大菩提心 是出发大菩提心 志向高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这是大心的菩萨 都是发这样的心 可见得跟从前小成只注重于自了的 那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出发大心 修大行 正大果 没有一样不大 佛法现在正需要 佛告诉我们 正需要的时候就要舍 这个舍不是舍事 是舍分别 执着 是舍这个 是如果舍掉 你就落空 前面讲的空有两边 是舍掉了 你就落空 这空如戒子许 都不得了 佛都没法自救 不是舍事 是教你在一切法里面 离分别 执着 他舍这个 舍分别 执着 舍念 三 正顺时舍法 法舍 岂非无法 无法将何以度 这不与常说相反了吗 乃又言 不应取非法 究竟有法乎 无法乎 为度者 需要法乎 不需要法乎 正顺时舍法 法舍岂非无法 无法将何以度 这不与常说相反了吗 这是一般人听到佛这个说法 会产生这个疑问 乃又言 不应取非法 不应住空 非法是空 空不能够住 有不能住 空也不能住 我们要问究竟是有法 还是没有法 发大心 还没有成佛 还没有成无上道 需要法还是不需要法 底下一段 我们引用了好几节的经文 四 请看二十八节经说 无父我相 亦无非法相 是说的无相 二十九节经说 若心取相 若取非法相 亦是说的不取相 三十节经说 事故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乃是法与非法 一并不取 不只是不取相 四集于前二节 大大不同的所在 经文二十八节 无父我相 到 亦无非法相 是说的无相 二十九节经说 若心取相 到 若取非法相 亦是说的不取相 不取相是无相 三十节经说 事故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乃是法与非法 一并不取 不只是不取相 四集于前二节 大大不同的所在 我们把经前后 仔细看一看 才明白 佛所讲真正的意思 才把它搞清楚 下面我们就要留意 就要把这一桩 事情说出来了 五 所谓无者 乃是令人不取 并非无法无相 是教人 虽取六度等法修行 而心无其相 然后学人才不至于偏空偏有 才有正确的下手处 所谓无者 乃是令人不取 不取就是不执着 并非无法无相 法也有 相也有 法跟相统统都有 就是叫你不要执着 是教人 虽取六度等法修行 而心无其相 然后学人才不至于偏空偏有 才有正确的下手处 这一段我们要细细的说一说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才能够做得到 真正得到受用 佛在本经大主义 就是教给我们应身 摩索住心 而行不失 这事空有两边都不执着了 六度就是菩萨生活的原则 菩萨生活的要领 我们天天都在做 不失是舍 我们从早到晚都在舍 不仅仅是舍财 财里面有外财 有内财 外财 身外之物都是属于外财 内财是身体 我们的体力 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智慧 用它来帮助别人 服务别人 这都在不失 家庭主妇早晨起来 整理家里环境 烧个早饭 供养一家人 这是内财不失 他要想工作怎么做 饭怎么烧 菜怎么去炒 怎样适合大家口味 这个用智慧 用思考 动手去做事劳力 这些都属于内财不失 你去工作 去做工 做工也要思考 也要体力 你做工 也在修不失 实在讲都在行菩萨道 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很冤枉 我们看到佛跟菩萨在行 不失 我们天天在干 不晓得那是不失 不知道那是波罗密 这是迷惑颠倒 实在讲 凡夫跟佛菩萨用心不一样 在世相上来讲毫无差别 释迦牧尼佛在这个经上一开端 不是做出样子给我们看吗 这一持播 这一持播就是穿衣吃饭 我们哪一个人早晨起来不穿衣 不吃饭 这么平常 金刚班若波罗密就在日用平常当中全都表现出来了 凡夫之不能成就 用心上错误 观念上错误 凡夫起心动念为自己 佛菩萨起心动念为众生 就这点不一样 我们只要把这个念头转过来 转凡成圣 转凡夫这一遍就是佛 就是菩萨 念念为一切众生 是正确的 说实在话你要说不为众生 那是假的 你说为自己自己在哪里 找不到没有自己只有众生 所以佛菩萨他们做的是正确的 对的我们全都错了错用了心 哪一个人每天不是付出 你以为你还有赚的的 没那回事情那是妄想 金刚经后半部讲的好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试问问 你要想能够得到的 你用什么得到 三心都不可得 能得的没有了 空了 你所得的这些诸法 包括佛法 佛在此的讲 法上映舍 何况非法 包括佛法 都是因缘所生法 凡是因缘所生法 没有字体 当体即空 内三心不可得 外诸法不可得 你的个什么 诸位明白这个道理 参透事实真相 才会点头 佛讲的对 万法皆空 万法皆空 你是不是就消极了 消极不行 消极是错误的 消极者空了 应该怎么做 积极 积极的目的何在 求正性 禅宗讲的求明心见性 我们念佛人求理一心不乱 这就对了 这才是真正把宇宙人生的真相证实了 我为什么要证实它 那太重要了 人生就是自己本人 宇宙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环境 这个关系多密切 证实了 清楚了 明白了 这个时候就叫你做佛 叫你做菩萨 换个名称 你不清楚 不明白的时候 就叫你做凡夫 佛天天这么做 凡夫也是天天这么做 所以从事相上 你要辨别佛跟凡夫 很难辨别 如果从用心上来讲 那就非常明显 很容易辨别 诸佛菩萨念念 为一切众生 这个经意开头 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要为一切众生做一个好样子 那是佛 那是菩萨 好样子 空有两边都不住 所以你做起来不辛苦 会做得很开心 很愉快 很快乐 样样事情都做得很圆满 这就叫金刚般若 般若是智慧 高度的智慧 在繁忙的工作 在繁琐的工作 你做起来轻松愉快 这个关键是在念头如何转过来 绝对不是说 我们现在有许多工作 对修行上有妨碍 这个观念错了 越是工作辛苦 越是工作繁杂 越需要金刚般若 把你那个繁杂变成容易了 把你那个辛劳变成快乐了 否则的话 金刚精 有什么用处 它没好处 我们学它干什么 要懂这个道理 人没有私心了 心地就清净光明 它生智慧 有私心 有欲望 心性被污染了 不但不生智慧 生烦恼 烦恼是什么 严重的贪 甜 吃 慢 生这个东西 那个日子当然苦 当然不好过 学佛同修 特别是此的讲的发大心的 发大心的人 个人就要像佛菩萨一样 此人 一切人中好样子 一切人中什么样的好样子 心地清净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那个心多自在 充满了智慧得能 所有一切工作都做得非常如法 像六个纲领里面 不失 能舍 很欢喜的为大众服务 内财 外财 统统都舍 持戒 就是守法 守规矩 无论到哪一个国家地区 一定遵守这个地区的法令规章 遵守这个地区风俗习惯 跟这个地区的人欢欢喜喜的相处 这就是持戒波罗蜜 忍辱 无论做什么工作很有耐心 忍是忍耐 很有耐心 很细心 很谨慎的去做 精进是求进步 绝对不会说是我的工作到这个地方 我就很满足 很满意了 不是的 天天在求改进 天天在求进步 禅定 就是刚才讲的 心里面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般若 是充满高度的智慧 人中好样子 一个学佛的家庭 要在所有一切家庭里面做好榜样 其带头作用 全世界 尽虚空变法界 这个家庭是最美好的家庭 菩萨之家 你自己学佛 你度众生一定先度一家人 全家都是佛菩萨 你工作 无论在政府机关 或者是私人机关 不管你是做老板 是做伙计 你要摆出菩萨 菩萨度众生 尽得这是圆 先度 你要能够影响这个团体 这一个团体在所有团体里面是好样子 菩萨的团体 佛法对我们世间 你就晓得它有真正的作用 它有无比殊胜的利益 这叫发大心 这叫修大行 可千万不要以为说 众生难度 我好心 它不听话 众生难度就不度了 六度到不失 持戒 忍辱那衣冠不能通过了 就退转 消失掉了 你说多可惜 要有耐心 不但人有良知良能 这个我们要承认的 它难度是什么 它迷惑颠倒 坏习气太多 太重 我们要明白 要谅解 要慢慢来 古时候 当然那个时候环境比我们好的太多了 顺王 姚顺 的时候 顺在年轻的时候 有一次它也是在他们自己家乡地区 看到一群人捕鱼 捕鱼人里面有年轻的 有年老的 那个鱼多的地方 都被年轻的人占去了 老人没有法子 逗不过这些年轻人 也不愿意跟他争执 就到比较远的 鱼少的地方 很不容易抓到鱼 顺就聪明 顺看到这个样子 每天他也去捕鱼 他去捕鱼怎么样 实际上他目的不是捕鱼 他要去感化这一群人 他用的方法也非常巧妙 年轻人当然里头也有几个好的 少数 会让老人 他看到这个情形就赞叹 有些人不让的 横行霸道的 他不说 一句话都不说 我们讲是隐恶扬善 他用这个办法 用了一年多 那一些顽固不灵的人 都被他感化了 把那个鱼多的地方 年轻人都让出来 都让老人去 年轻人到别的地方去了 一年的时间感化了 可见得人不是不能感化的 只要假以时间 以真诚心 没有不能感化的 如果你说不能感化 你要回过头来问自己 我的智慧不够 耐心不够 方法不够巧妙 所以人家不能回头 不要说人 蚊虫 跳蚤都会被感化 你们念 印光法师传记 你就看到 印光法师70岁以后 蚊虫 跳蚤这些东西不干扰他 这个地方明明很多 老和尚一住 他们这些都搬家 都搬走了 你去找 一个都找不到 别人去住有 他老人家去住 就没有 德行感化他 老和尚一身遇到这些蚊虫 跳蚤 他不伤害他 也不把他赶走 看到这个东西 身残愧心 我的德行不够 所以他还来扰乱我 自己老实念佛 修清静心 修德 修慈悲心 果然没错 到70岁以后 他的德行 可以感化这些动物了 这些小动物 只看到老和尚来了 他们乖乖的都搬家了 连蚊虫 跳蚤都能感动 哪有人不能感动的道理 所以不能感动 实实在在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 这个是对的 绝对正确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佛在经论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 以我们的真诚 清静 平等 慈悲 没有不受感动的 方法 这就讲要用智慧了 以真诚慈悲 以善巧方便 打他 骂他也都是好事 目的是叫他觉悟 目的是叫他回头 这是我们应当要明了 应当要学习的 佛法 我们讲弘法立身 弘法 绝对不是说多盖几个庙就能弘法立身 现在这个世间庙不少 为什么起不了作用 这就值得我们反省 值得我们自己去检点 庙盖的很多 经营了不少 我们也不断在讲 没人做 那个有什么用处 讲也没用处 空谈 要做到 真正做到 大家为什么不肯做 不相信 对于佛法认识不够彻底 不够明了 真的彻底明了 相信 你会去做 到做了之后 你就会欲罢不能 这是真的 为什么 真快乐 真幸福 果报实在不可思议 他怎么不干 你没有干的时候 佛法好的味道 没有尝到 不知道 一听说 摇头 就好像我们从外面来的人 听说东南亚的水果之王流脸 从来没吃过 闻到那个味道好难闻 都害怕 你们尝到味道 吃到了 欲罢不能 就这个道理 我们对佛法没尝到味道 尝到味道 才晓得 是出世间一切法不能跟这个相比 这个真的带给我们一生圆满的快乐幸福 所以佛法要做 不必说 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上 一开头就做出来给我们看 一句话也没说 被虚菩提尊者看出门到了 虚菩提也不简单 别人看不出来 他能看得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也做了 不做你不晓得 佛法要行 不能住 不可以住 要行 所以要知道我们从早到晚 一年到头 天天都在修补师 实在讲 才不失 法不失 无谓不失 都做得很圆满 都认真在做 帮助人解决困难 是无谓不失 教给人技术能力 法不失 我们只有做得多 做得少 做得大 做得小而已 都是天天在做 现在要紧的就是把念头转过来 我不为自己做 我为众生做 学菩萨 行菩萨道 从自己本身做起 再扩大一个家庭 一个团体 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 逐渐向外扩展 只要有恒心 有毅力 没有做不到的 没有感化不到的 这个心量一定是尽虚空 变法界 你有这么大的心量 你做这些事情 就没有烦恼了 心量小的时候 它里头有得失 才会生烦恼 心如太虚 量周杀界 决定不生烦恼 样样清楚 样样明了 心地清净 清净心身智慧 清净心对于所有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甚至于过去 现在 未来 没有一样不清楚 心无其相 这样的生活空有两边都不住 经上所讲的 行于不失 那个不失是涵盖一切法 一切法就是我们的生活 个人的生活 家庭的生活 团体的生活 都包括在 行于不失 这一句之中 六 当之第一意中 搅决情时 斩断隔腾 法与非法皆不取 非己搅决斩断乎 这一句跟禅宗的关系 非常密切 但是禅宗以外的教下 也不能违背这一个原则 违背这个原则 修行的路就长了 路长 当然你所遭遇到的困难 障碍一定也就多了 一定的道理 这个手段叫快刀斩乱麻 直截了当 第一意就是真如本性 说第一意中 就是清静心中 真心之中 本性之中 就是这个意思 真性里面没有情时 情时从哪里生的 从妄动生的 这两个字 情是烦恼 时是分别 就是华言经 上讲的妄想 执着 情是执着 时是妄想 修行人要想明心见性 必须要把妄想执着除掉 要把它断掉 搅决就是断 斩断隔藤 隔藤是比喻 像藤子绕着树 一圈一圈的围绕 比喻情时 情时障碍自信 就像隔藤一样 必须用快刀的手段 把它斩断 怎么斩法 只要在一切法里头 不分别 不执着 就没事了 不分别 妄想没有了 不执着 烦恼没有了 诸位必须要晓得 妄想跟烦恼 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问题来了 你的妄想烦恼越多 换句话说 你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难解决 古今中外的伟人 大人物 遇到国家有大的事情 难的事情来了 他们怎么办 他找一个清净环境的地方去休息 找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 把所有一切妄念统统放下 放下各一 两天 再处理事情 他容易了 这个方法跟佛法讲的原理相应 遇到难事 遇到大事 所有念头 就是身心世界统统放下 让整个心静下来 清净心生智慧 要智慧才能解决问题 烦恼 妄想决定不能解决问题 佛法里面用禅定的功夫 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 晓得这个事情的真相 我教给大家一天九次实念法 你就会晓得这里面的用处大 实念法 我教给你三餐吃饭的时候 和掌念十句佛号 这个时间虽然很短 身心清净 一念不深 你再修一分钟的禅定 这一分钟不要看它时间短 你吃的饭会吃得很香 会帮助你消化 会帮助你吸收营养 真的是这样的 好处多 你在工作之前 和掌念十身佛 这一分钟的清净心 一分钟的定功 使你恢复头脑的清净 你办事 处理一切事物 自然就聪明 自然就有智慧 不要以为时间短 当然时间长力量就更大 但是再长 我劝诸位同修 不要超过五分钟 为什么 如果超过五分钟 里头又深杂念了 又打妄想 那个效果就破掉了 所以时间短 就是里头一个妄念都没有 那个才有用处 一有妄念 就不行了 譬如古人讲画符念咒 画符那个符很灵 符怎么灵 同样一个道理清净心 他一点下去 到这一道符画成功 没有一个妄念 这个符就灵 如果这个符画下来 里头打了个妄想 这个符就不灵 念咒也如此 所以你们晓得有很多人念大悲咒 那个大悲水很灵 过去在台湾 我有一个师母 我一个老师的太太 周邦道的夫人 她的大悲水 在台湾是出名的 许多中南部都到北部 来求她的大悲水 真灵 为什么别人念不灵 她念灵 她的心真诚 一遍大悲咒念下来的时候 一个妄念都没有 所以她的水冷 大悲咒很长 八十四句 你们念念看 里头有没有妄想 一遍咒念下来 恐怕有十几个 二十个妄想 所以你的大悲咒不灵 道理就在此地 大家晓得佛门里面 灵炎咒的功德最大 当然灵炎咒两千多句 两千多句念下来 没有一个妄念 好功夫 从前人念灵炎咒零 现在念灵炎咒不灵 妖魔鬼怪照样来找你 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你那个咒里头的杂念太多了 妄想太多了 于是你才晓得 古人讲的话很有道理 念经不如念咒 念咒不如念佛 为什么 佛号短 容易设心 就这个道理 我教给大家一天九次的十念法 你要是真正照这个去做 两个星期就见效 时间不长 三个月到半年 效果显著 你要有恒心 你要真干 一天九次 一次都不缺 会有很好的效果 对你身心健康 对于你的工作 无论哪个方面 都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在懂得 金刚经 上的原理 无助身心 你的效果就更不可思议 这是要把妄想杂念去掉 我们烦恼习气很重 没有办法去掉 但是很短暂的时候行 时间长了就不行 很短暂行 前面我们曾经读过 静念相继 就是从一念累积而来的 我们一天九次这种修行法 你修行个三年 五年 你的时间就可以长了 就可以延续到五分钟 十分钟 看你的需要 早晚没有事情 有时间我念五分钟 十分钟 工作的时候 没有时间 我念一分钟 两分钟 不妨碍工作 方法是活的 真正帮助你恢复到清静心 真正帮助你搅决情时 斩断隔腾 所以法跟非法 在日用平常当中 知道了 都是虚妄的 执着只有害处 没有好处 何况决定得不到 人生在世间 最幸福的人 生活快乐 无忧无虑 无牵无挂 最幸福 最快乐 我出家受戒的时候 的戒和上道元老法师 他老人家在戒坛上 跟我们讲了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真的 是事实 他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出家了 年轻出家 还是做小和尚的时候 他们的家乡在苏北 江苏泰州 这一带地方 地方上有一个乞丐 要犯的 他的儿子发了大财 是地方上的财主 父亲在外头讨饭 因此他们的亲戚朋友 对他都不原谅 你家这么富有 你怎么可以叫你的爸爸 到外面去讨饭 他觉得也没有面子 很难为情 就派了很多人去找 把他父亲找回来了 找回来之后 好好的供养 给他洗澡 换了新衣服 打扮 打扮也漂亮了 哪晓得这个老人不习惯 过了没几天偷偷的跑掉 又去要饭去了 有人问他 这是为什么 他说这个快乐 自在 无忧无虑 到哪里都有的吃 哪里都可以住 一天到晚游山玩水 这个人了不起 他有他的福报 他有他的享受 天天游山玩水 身上一文钱都不要带 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 晚上随便找一个破庙住一下就行了 这个人懂得享受 懂得享福 那叫真正享福 有钱有势的人 不懂得享福 福报是有 不会想 不会想 吃药讲求吃得怎么好 吃得一身病 福报大 请多少护士日夜照护 哪有健康的人自在 所以那个不是享福 真正享福 不是享受大自然 那是真的享福 像我们在冷气间里头 不是享福 大自然才是享福 所以真实的福报 无忧无虑 无牵无挂 特别你平常激功累得 断恶修善 你走到什么地方 人家都欢迎你 都欢喜你 都接待你 这才叫真正的福报 所以真正的福报 我的福 跟大家想 大家都照顾我 大家都欢迎我 这个人是真正有福报 真正会享福 真正会修福 样样都为自己的时候 没有福报 纵然有钱 走到哪里 人家都瞧不起你 还有很多人要来抢你 要来绑票你 要来抢劫你 身心都不自在 出去都怕遇到危险 提心吊胆 那个人有什么福报 我们冷静 我们冷静去想一想 谁有福 谁没福 像我前面跟大家讲的 讲这个果报 修福不修会 堕落到畜生 畜生里头还享福 变成人家的宠物 那宠物真享福 一家里头 他的福报最大 所有人都要伺候他 他真有福 这都不是假的 还有一种人也很有福报 我早年在台湾各地方讲经 遇到不少位 有一些企业家 发大财的 在风景好的地方 他们都有别墅 别墅造得很漂亮 请工人去住 那个工人很有福报 请他去享福 主人一年去住一天 请他还要给他钱 住那么好的房子 他自己都不能住 都没有福报住 你看看 所以我到那儿一看 点点头 真有福报 世间说哪个人有福 哪个人没有福 你仔细一观察才晓得 不是讲做大官的 有很崇高地位的 有很多财富的 没有福报 好可怜 活得好辛苦 我看到了 这是佛经上讲的 可怜悯者 我们一定要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佛教给我们是正确的 必须把这些妄想 分别 执着统统放下 统统放下 积极地为众生服务 你在家庭 为一家服务 不要以为 为一家服务 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有这个观念 执着就错了 用清静心 你一家好 你的邻居看到 他起羡慕 自自然然 这个影响 就像水的波纹一样 慢慢往外扩散 它会影响 释迦牟尼佛每天到 舍卫大臣去托波 这一持波 天天做这个 常年累月这样做 深远的影响 乍看看不出来 潜移默化 所以这个功德无量无边 能够感化一家人 感化你的邻里相当 你工作 你一定感化你的团体 感化你的机构 团体当中 六合径非常重要 佛法里面讲修六合径 是众中尊 众就是团体 是初世间所有团体里面 最尊贵的就是六合径的团体 无论团体大小 要名理 中国古代做官的 现在讲是政务官 机关的首长 儒家孔夫子所说的 他们基本的条件 也就是他的天职 包括了三个自君 亲 师 做知君 做知亲 做知师 这个意思 可以能够推广到所有团体 最小的团体 最小的团体就是家庭 主管 他一定有这三个责任 君是领导人 你是这个团体的领袖 你是领导人 这个团体所有的人 都是被领导的 你有这个职责 第二个是亲 亲是父母亲 你要把这个团体里面的分子 都当做你的儿女 你要爱护他 你要养育他 你有这种心 第三个是老师 你是他们的老师 那些人都是你的学生 你要教他 要教导他 诸位想想 儒家教导的精神 能够把他推展到大的团体 国家的中央政府 小的是家庭 每个团体负责人 都能够担负起君亲师的使命 这个世界马上就变成极乐世界 西方世界可以不必去了 马上就变成极乐世界 这些道理是出世间的圣人 讲得太多 讲得很详细 很明白 我们学了之后 要从自己本身做起 先去把他做到 这就叫护持佛法 这就叫做弘扬佛法 这就叫做续佛会命 可见的不再建道场 不再搞这些东西 要从我们自身去做起 般若正宗是无助 正就是真实的 宗就是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纲领 原则就是无助 无助就是不执着 空不执着 有不执着 这是讲的两边 而两边不取 不取也就是不执着 在小乘法 辟知佛修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 我想很多同修 应该记得很熟 这是佛学常识 从无明缘形 行缘时 时缘明色 明色缘六入 一直到老死 这个十二条 十二条里面 无明根形 是过去 是的 过去是我们 对它无可奈何 我们没有办法 回到过去 老死是来 是的 因此 去掉四条 过去 未来的 现在是的 只有八条 八条里面 其中五条是果报 果报也没办法 真正要断 要在因缘上断 因缘总共只有三条 爱 取 有 死的经上讲两边 不取 那就行了 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取就是取向 折向 爱 取 有这三条上都可以断 只要断一条 它就超越六道轮回了 圆觉修行的方法 比声闻要巧妙多了 善巧方便多了 但是比大臣 那还是不如 像 金刚经 上这个 比他那个更容易了 此便是无上圣身为妙法 即经所谓的无上菩提法 菩提是觉悟 最高觉悟的方法 或者说修学最高觉悟的方法 就是无助 一切时 一切处 一切境界当中 永远保持着心清净 就是无助的香 无助的样子 心才有助 决定就不清净了 因此我们要学菩萨 菩萨虽有若无 实在讲不管他有没有 他心里头决定没有 世上有没有 随缘 有也好 没有也好 有 他也不动心 没有 也不动心 不像我们凡夫 有就喜欢 没有就忧愁的 不得了 这是凡夫心 这是轮回心 菩萨 有 没事 没有 也没事 这才行 心永远是定的 永远是清净的 这样的心 福得不可思量 福得无量 无量的福得 不可思议的福得 从哪来的 信德 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 佛要我们去的这个福得 这个福得是真实的享受 七 欲预领悟经中 真实义 为在至成功敬的读 读书了 常常观照其一段 二段 或一句 二句 观照即是思维 然 然此思维 必须净离一切 妄想杂念 诚心净律 一心专注 不在文字上深解 便是不取法 又将全神贯注在这经上 便是不取非法 这就是修订 欲领悟经中真实义 为在至成功敬的读 这是最初下手之处读经 读经要用真诚的心 至成是成到了极处 真诚到极处 恭恭敬敬的去读 不仅是有感应 感应是自然的 心地清净真诚 就跟诸佛菩萨起感应 感应现前 经里头的意思自然就通达了 这两天我听说有几个年轻人来找我 要发心出家 要学奖金 这个事情是好事情 但是不容易 我年轻的时候 在台中李炳南老居士的会下 我就是学奖金 李老师也鼓励我 教我学奖金 老师很慈悲 年岁大的人阅历 经验丰富 他看年轻人 凡是看到这个像 命很薄的人 李老师都劝他发心出来 学奖金 赔福 我年轻的时候 没有福报 命箱都很薄 我自己也很清楚 短命 李老师会下不止我一个 有两三个人 一看很薄 所以他劝我们这些人 学奖金 修福 赔福 奖金的福报最大 果报最显著 转业力特别显著 但是这不是容易事情 一定要发真诚的心 假不得 世间事情 那个心假都不能成就 何况是佛法 一丝毫的假都掺杂不得 假是什么 明文立养 有这个念头那就完了 何况经典浩如烟海 古人常讲一部 二十四史 都不晓得从哪里读起 一部 二十四史 才三千卷 分量不多 佛经超过他十倍都不止 佛法真的浩如烟海 你从哪里进去 何况你通佛法 不通世间法 你也没办法奖金 你跟世间人格格不入 你没有法源 所以奖金 世间 出世间法都要通达 李老师就举个例子 他说 我们说世间法不讲别的 现代的科学知识 外国的不谈 单说中国这一部 四库全书 你能不能通得了 没法子 佛法那一部 大藏经 你能通得了吗 不通就不行 要通这事决定做不到 不可能 那个时候 他教我一个方法 传我四个字制成感通 一定要通达 通达靠什么 求感应 怎样求感应 成 真诚 真诚到极处 这就有感应 如果跟诸佛菩萨没有感应的话 想要靠自己能力去通达 做不到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下手 用至成功进的去读 这是一个入门很好的方法 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读的时候要知道 我们是修行 不是一般学生背书 那个不一样的 一般学生念书 念得很熟会背 没用处 不是修行 我们读经是修戒 修定 修会 戒定会 三学都在其中 我读一个小时 修一个小时 却确实实戒定会 统统都有了 修戒定会 戒律是诸恶末作 众善奉行 我们读经的时候 心里面真诚恭敬 当然一个恶念都没有 诸恶末作 小臣戒圆满具足了 经典是如来 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我们读经那是修善 没有比这个更善了 事出世间止于至善是经典 这个很多人不晓得 所以读经就是众善奉行 戒具足了 读的时候专心 恭敬至成是专心 专心是定 念一个终点 修一个终点定 那个盘腿 念必打坐 只修定 戒没有 会没有 我们念 无量寿经 念一个终点 我们有定 有戒 又有会 比他强多了 这很多人都不晓得 我们得三个 他只得一个 如果他盘腿在打坐的时候 要是还胡思乱想的话 他一个也得不到 静坐会有胡思乱想 那个念头 忘念止不住的 但是你读经没有 读经的时候 专注的时候 他有境界对面的时候 不容易打妄想 由此可知 读经比打坐要好很多 经文念得清清楚楚 没有念错字 没有念颠倒 那是会 根本质 根本质 班若经 上讲班若无知 摩索不知 那是无知 无知是根本质 所以读经 界定会三个都得到了 读的时候不能想经里头 什么意思 一想一死 三个都没有了 全都破坏掉了 公公静静的去读 老老实实去读 纵然读的时候 有意思献起来 不管他 不要理他 依旧读下去 这样就好 这才是修界定会 那个读经的功德就很大 读久了 自然开智慧 为什么 他的定 他界定具足 他怎么不开智慧 真正会用功的 常常关照其一段 二段 或是一句 二句 就是用经文里面 一两句 或者一两段 不定拿两句 也不定拿两段 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像我们念 金刚经 这个境界线前了 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起了贪心 想到经上两句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贪心没有了 这马上就对质了 这就管用 看到不顺眼的人 不顺眼的事情 田惠心生起来了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心就贫了 看那些难分难解的事情 凡杂的不得了的 一切有未法 如梦幻泡影 心马上就贫了 这叫观照 所以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能用得上 时时刻刻 一切时 一切处 一切境界当中 用这个方法 保持你的清静心 保持你高度的智慧 你在境界里头 不迷 不邪 不染 这个人生真有意义 真有价值 没有白过 没有空过 你的生活过得非常充实 那个人怎么不快乐 怎么不欢喜 法喜充满 哪里像现在的这些人 过的日子过得好辛苦 我们看到许多同修 平常没有事情来看我 都是来诉苦的 我都劝他们读经 为什么过得这么苦 事实真相 道理没搞清楚 你不会过日子 你才会过得这么苦 统统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就很会过日子 你过得比谁都自在 怎样才能搞清楚 读经 听经 所以我劝同修们听经 听一步 一门深入 为什么 一门容易的定 听多了 科目太多 不太容易的定 一样东西容易的定 一样东西听个三年 五年 然后可以再换一样 最初下手 定最重要 定是佛法修行的枢纽 戒就是守规矩 守法 教你一门深入 你就一门深入 那就是持戒 守规矩 到心定了 智慧开了 多看一些 没有问题 那个不碍事 现在初学不行 初学心是乱的 心是散的 所以最重要的 是要把散乱心 给它对质 要能够收射到一心 才有效果 这适用一 两段 或者是一 两句经文 在日常生活当中 常常能够提得起 观照功夫 非常有受用 非常得力 这底下讲 观照即是思维 然此思维 必须尽离一切 妄想杂念 诚心尽律 一心专注 不在文字上深解 便是不取法 又将全神贯注在这经上 便是不取非法 这就是修订 这里讲的就更明显了 读经是修订 定理念有戒 有会 三学一次完成 这叫会读经 不会读经的人 特别是初学讲经的人 他想经里头什么意思 这个话怎么讲 想来想去都想错了 讲错了 什么原因 你是用妄想心 妄念来解释佛经 把经全解错了 这个不可以 所以讲经是很难的一桩事情 初学讲经没有定功 智慧没开 那怎么办 古人讲经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古得高明 如法 古人讲经 得了定以后 开了智慧以后 才出来讲经 不像现在 现在烦恼重重就上台讲经 所以讲的大家 怎么能不生烦恼 他当然生烦恼 道理在此地 古人的标准高 古人不标榜自己 真正自己有受用 有心得 才提出来跟大家报告 都很谦虚 没有像现在这样好明 好力的就更没有了 人家名文力养真的没有 现在讲经的人少了 不讲又不行 李老师教给我们这一些烦恼 没断 心不清净的人 教给我们一个方法 第一个要我们用真诚心 恭敬心 第二个要我们讲古人的注解 不要有自己的意思 古人的注解是文言文 是文章 我们把他的注解翻成白话 在讲台上翻译 如果错了 他错 我没有错 可以推卸责任 如果自己要想怎么讲 怎么讲 那自己要负责任 那个错了的时候 可不得了 古德讲 佛法错下一个字 传语 要堕五百事也胡生 这个因果可不得了 那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所以初学讲经的时候 完全依照别人的注解 我就照他注子讲 错了 他注子错了 我没错 李老师教我们那一批学生 用这个方法 心要真 要成 平常要读诵 要真的去修戒定会 参考用古人的注子 我们是用这个方法培养出来的 而且我们那个班是速成班 真的是速成班 李老师开班 那个班只办了两年 培养了二十多个奖金的人才 大多数是在家居室 这里面出家人大概只有两个人 我们有二十多个同学 两个出家的 其余统统是在家居室 各个都会讲 就是用李老师这个方法 所以这是个基本的修学法 这一段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我们要记住 要效法 要学习 读经 就是老老实实的读 不可以想里头的意思 不在文字上深解 老实读 因为我们是修戒 修定 修会 是修戒定会 不是在研究 要用研究这个心去读经就错了 不可以深解 这就符合不取法相 全部精神贯注在经上 这是不落空 不取非法相 正是两边不取 这样读经 符合金刚般若的指导原则 就是 应魔锁住 而生其心 在读经上用上了 由此可知 读经是借定会三学一次完成 念佛 我教给大家一天九次念十句佛号 也是借定会三学一次完成 你们想想对不对 时间短就是了 一分钟当中 这里头有戒 有定 有会 所以他的力量才有那么大 这个一般人不晓得 如果你把这个搞得很熟 很明白 很通达 连穿衣吃饭都是借定会三学 你们想想看 释迦穆尼佛 菩萨们所表现的 他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你仔细一观察 圆圆满满 具足界定会三学 具足菩萨六波罗密 具足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点点滴滴 其心动念都圆满具足 华言经上说 一及一切 一切及一 清清楚楚 明明显显的在生活点滴当中 我们看出来了 那叫做觉悟人的生活 我们要学佛 不是学别的 就是学这一招 这一招学到了 无论你现在是哪一种生活方式 无论你是从事于哪一个行业 你都会最快乐 最幸福 最成功 为什么 因为你的生活上 你的工作 乃至于迎宾接客 都是充满了三学六度 都是圆圆满满的佛法 佛法之好 佛法之圆满 没有深入 不知道 没有接触 没有深入 不知道 如果要是不好 诸位想想 我不会去学这个东西 我在年轻的时候 是有名的老顽固 我在机关服务的时候 我的同事 长官都知道我是老顽固 要想叫我佩服一个人 点个头 好难好难 所以我在这个机关年纪很轻 二十几岁 影响力很大 多少这些高官 位置很高的 对我都很客气 原先我都以为他们很谦虚 很难得 爱护晚辈 以后听别人告诉我 我才晓得 那不是的 怕我说他坏话 他说别人说他们 批评他们 他们无所谓 你批评就不得了 你不随便批评人 不随便赞叹人家 所以影响力很大 会影响他们的前途 我才明白 我是小地位的 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没想到过 我学了佛 我们那个机关 那个团体 上上下下有三百多人 对于佛法态度都改变了 虽然他们也不懂 我也没说什么 他们平常谈话当中说 这个老顽固学佛了 佛法里头一定有好东西 没有好东西 他怎么可能去学这个东西 这个知识 影响力就很广 就很深 他里头真的有东西 能吸引住我们 像子铁一样 他吸引着你 尝到味道 得到好处 欲罢不能 确实身心自在 没有一样不舒服 这是佛法的好处 不但不妨碍工作 任何工作都不妨碍 任何行业都不妨碍 它是智慧 智慧怎么会妨碍 你们想想看 智慧会妨碍哪个东西 没有妨碍的 智慧只会帮助你成功 只会帮助你解决问题 不会给你为难 不会障碍 一般人看到佛法 看到是表面的 表面什么 佛教是宗教 真正的佛法没看见 不但没看见 听都没有听说过 所以前些年 我用一个专题 认识佛教 讲过几遍 那个很要紧 现在他们印成书 也做成录音带 确确实实要帮助他们真正认识佛法 了解佛法 他才会欢喜来修学 欢喜修学就是欢喜改进我们现在苦难的生活 这个的确非常现实 也可以说是佛法是非常积极 绝对不消极 绝对有殊胜的利益 这一段文字 不仅是用在读经上 用在生活点点滴滴上 都用得上 你能够把原理原则抓住 才得真正的受用 归根结底 到最后还是要念佛求生净土 为什么 纵然我们能应用在生活上 这一生过得很幸福 很快乐 无明烦恼不能彻底断掉 这是事实 换句话说 出不了三界 这一生很快乐 来生一轮回 这一生都忘得干干净净的 来生有没有机会再遇到 谁也不敢保证 如果一迷了 又往下去了 你想想看 多可惜 所以将为农居士四十年 在金刚般若上 最后还是念佛求生净土 这才晓得念佛重要 往生是我们必须要去的 不能不去的 一定要有这个认识 要有这个愿望 要认真努力的去修学 好 今天时间到了 金刚般若研习报告 第二十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名 九年二月三年二月零 请看先开经本第四十七页 九 总之 说无 说不取 说舍 但未破直 非舍其法 三直济离 则三空其朗 三丈全消 生死涅槃 两阶不住 这一些开示都是大臣修学的纲领 也是总原则 不仅是本经所说的 世尊在许多大臣经上都有相同的开导 说 无 说 不取 说舍 金刚经 上说的最多 我们读经的时候 时时会念到 佛说这些的意思 我们要明了 都是为了破执着 众生无始节以来 修行不能成就 原因就是执着障碍了 执着有两种 有我执 有法执 我执 法执以外 还有一个是执着空 以为佛说的一切皆空 万法皆空 执着空还是错误的 空也不能执着 所以佛法教我们破执着 舍执着 非舍其法 不但不舍佛法 世间法也不需要舍 如果法也要舍 那是加穆尼佛就不必这一持波了 都舍了 何必还要这一持波 还要天天去启食 由此可知 不但佛法没舍 世尊当年在世 大家都晓得 讲经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没有舍法 法没舍 每天都要这一持波 都要出去启食 世间法没舍 世出世间法都没舍 所以佛教我们舍 教我们断 你要晓得那个意思都是在断执着 若无分别 执着 是法 佛法都没有障碍 我们在大方广佛华言经上看到的 理事无碍 世事无碍 那不是很清楚 很明白吗 为什么华言经上都说无障碍的法界 因为华言会上那些菩萨都不执着 我法都不执着 空也不执着 所以他就没有妨碍了 这是很明显的证据 非舍其法 实在说 如果把法舍掉 就没得修了 菩萨修六波罗密 六波罗密都不能离开法 离开法这六条就修不成功 譬如修不施 不施要有对象 你不施给谁 持戒 忍辱样样都要有对象 包括精进 离开一切法 所有一切行法可以说都落空了 所以法不能舍 舍的是执着 我们常讲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这个东西不可以有 要把它舍得干干净净 三执纪离 三种执着 执着再多 佛把它归为三大类 三大类就包括进了 我执 法执 空执 这三种执着没有了 则三空其朗 朗是明朗 三空是人空 法空 空也空 我们在 无量寿经 上念到的大三空三昧 就是这桩 就是这桩事情 三空 三空 现前 三账就没有了 三账 或账 迷惑 也就是烦恼 第二种叫 业账 业势造作 第三种叫 暴账 国报 六道轮回的国报 这三种障碍我们的自信 障碍本性 所以称之为三账 经论上有时候也说二账 二账跟三账不一样 二账讲的是所知账与烦恼账 三账 三账讲的是货 业 苦 只要三空现前 三账就没有了 诸位要知道 三账没有了 轮回就没有了 超越六道轮回 生死涅槃 两接不住 这就成功了 小成人 声闻 原觉也有这个境界 三空现前 他也有这个境界 所以三空三昧 大小成经论里面都有 但是境界不相同 小成三空现前 生死没有了 六道轮回没有了 他住涅槃 这就坏了 涅槃是什么 不生不灭 换句话说 他还有一个不生不灭 生灭没有了 生灭没有之后 后现的境界不生不灭 他还有个不生不灭 这就是诸偏真涅槃 这个境界 冷言经 上说的好 不愧古得称为 开智慧的冷言 成佛的法华 冷言经 说 阿罗汉所证的的偏真涅槃 是一回什么事 世尊说他们是 那首悠闲 又由为法尘分别隐士 这话说的太好了 把阿罗汉那个境界一语道破 他是那首悠闲 还是法尘分别隐士 这个法尘是一根所缘的法尘 六尘里面的法尘 还是法尘分别隐士 这不是究竟的果位 菩萨比他聪明 境界线前 两边不住 如何两边不住 世尊在本经里面 教给我们的方法 应摩锁住而生其心 这就是两边不住 应摩锁住 不住有 不住生死 而生其心 不住涅槃 生死 涅槃 两边都不住 这是菩萨 为菩萨才能够正的 究竟的本性 我们回过头来看第八段 八 久而久之 忽于一念不生时 性光发现 经中真实道理 自然涌现 这就是思维修 才是受持 才能领悟 急事的有受用时 读经要这样读法 定会二学 便同时修了 前面为我们介绍了 观照的方法 而这个方法实际上讲就是用功 一定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穿衣吃饭 点点滴滴都是般若 都是用功 你一天二十四小时 一分一秒都没有空过 都没有糟蹋 这是真正会用功 我们不会用 这才叫我们用读经的方法 读经 界 定 会三学一次完成 久而久之 忽于一念不生时 性光发现 这个性是真如本性 真如本性里面的班若光明现前了 为什么会现前 记住前面这一句话 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就是你的定功到了相当的程度 这个事情不能着急 天天着急 天天想着 那这一辈子没指望了 要让他水到渠成 自自然然的 没有一丝毫的需求 这才行 让他自自然然的 纵然这一生当中达不到这个境界 也没有关系 你也决定的生净土 因为这个境界线前 往生是生时报庄严土 此的讲是应定开会 你智慧开了 禅宗里面讲的大彻大悟 叫下所谓大开元解 这个往生是时报庄严土 没到这个境界往生 是方便有余土 凡胜同居土 可见得能到这个境界好 很好 不能到这个境界 也没有关系 何必要着急 着急反而坏事 恐怕到时候连往生都不能得到 那才叫真可惜 性光发现的时候 经中真实道理 自然涌现 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相信 为什么 我相信许多同修都有这个经验 我们的功夫不很高 所以读经的时候 有些经的意思自然就现前 就明白了 这是一个好境界 但是不能生欢喜心 一生欢喜心 就没有了 而且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这个境界时间短 时间不长 或者一部经读下来 只有某几句经的意思往上涌 初学之人 往往在这个境界里生很大的欢喜 赶快拿起笔把它记下来 怕忘掉了 这是真的 其实要不要记 不需要 忘掉也没关系 忘掉随它去 过几天它还会来 不要怕忘掉 好好的保持清静心 这才重要 所以会修行的知道 抓住重心 重心是清静心 这就叫做思维修 这句话很难懂 我们初学的人往往看到思维修这句话 全都落到意识里面去了 也就是分别执着 那就错了 那不是观照 思维修是取它的意思 思维是明了 经的意思忽然涌现起来 本来这个意思很深色 很不好懂 听讲也没听懂 看住也没看懂 忽然明白了 这个明白就是思维的意思 平常我们要想这一个问题 这一桩事情 要了解有个深度的话 要好好去思考 你才能够了解 这个地方用思维来代表明了的意思 其实它没有用思维 它也没有去研究 也没有去想象 自然明白了 思维是这个意思 修是什么意思 从前不明白 现在忽然明白了 不明白没有了 从段无名上讲叫修 无名是不明白 现在明白了 从明了叫思维 从段无名就叫做修 由此可知 它实在是一桩事情 看你从哪一方面来说 所以用思维修这个名词 这样才是受持 才能领悟 可见得受持这两个字 我们学佛的人不可以把它错毁了 现在有许多人 认为读诵就叫做寿池 其实读诵不是寿池 读诵是读诵 跟寿池不相干 寿池完全明了 接受了 池是真正把它做到 那个叫池 你还没明了 还没有把它做到 那叫什么寿池 像前面这个功夫有了相当的程度 读经意思自然明了 我们中国古人也常讲 读书千遍 奇异自见 不需要听老师讲解 一直念下去 念到最后就通 都明了了 什么回事情 心清净了 古圣先贤的文章 都是从清净心里头流露出来 我的心清净 我的心真诚 我的心慈悲 他的那些文章 言语是这个心里头流出来的 我今天的心跟他的心一样 他写的文章我怎么会不懂 他写的就是我写的 一个心里头流出来的 我们所以不懂 就是他用心跟我们自己用心不一样 那你就不懂了 如果用心一样 没有不懂的 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佛法不难 佛的一切经好不好懂 好懂 佛是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大慈悲心 你也要能用这个心 经典一展开 意思你完全明了 所谓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就这么一回事情 无论在家出家 无论男女老少 真正发心求道 就是用真诚恭敬心去读 只要去读就行了 就能成功 不要分别 不要执着 一直念下去 老老实实的念下去就行了 老实念 念佛要老实念 念经也要老实念 念道的定 念道心清净 性光发现 自然涌现 这种情形我们一般把它称作感应道教 佛力加持感应道教 自自然然就明了了 有同修想发心学讲经 好事 讲经要怎么各学法 最重要的就是真诚 不欺骗自己 不欺骗别人 你要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基础 根本的根本 你要修清净心 要修平等心 要修慈悲心 在方法上来说 古时候可以说自古以来 代代相传 一直到民国初年 学讲经的法师都是从小做出身的 有一年 这事很早了 也陪法师回到台湾 我正好碰着他 有十几位出家人陪他到乌来风景区去玩 我也在做 他老人家告诉我 因为我讲经 他也是个讲经的法师 他很感慨的说 你看 我们讲经 你是年轻的 他那个时候是中年 还有一些老法师 仔细去观察一下 都是讲小做出身的 好像没有佛学院出身的 什么叫讲小做 副讲 譬如你想学讲经 晚上你听我讲这两个钟点 明天上午 你把我今天晚上两个钟点中副讲一遍给大家听 这叫副讲 这样出来的 如果叫你 你怎么看